阿弥陀经要解研习报告第一,二卷新加坡当明 比一年八月至一月二日 团长,诸位法师,诸位同修,今年新春有机缘在道本 团与同修们研习阿弥陀经要解,这是我感到无比 的欢喜,上一次在此的讲过大臣无量寿经,录音 带可以说已经遍布到全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许 多省份,大都市都有这一套录音带流通,这是我们感 觉到非常的欢喜,这也是新加坡法院无比的殊胜 经,天我们起讲弥陀要解大意,是给无量寿经做 一个补充,使尽宗法门更充实,更为圆满 因为我们,受时间限制,不能将要解细细给诸位介绍,特地 编了一本讲义,映成小册字,这个上一次,带来这个 红本字的跟这两个内容完全一样,诸位随便拿两个本 字都相同,页数也相同,所以这两个本字都可以用 这是弥陀经要解的精华,能在很短时间内把这个 第一书圣就尽圆满的法门介绍给诸位同修 已经听过 无量寿经的应当听,作为补充说明,没有听过 无量寿经的更要听,希望听了要解之后再去研 就无量寿经,一定驾轻就熟,的许多的方便 词 小册子前面是经文,便于读诵 但是同修们已经读诵 无量寿经的,希望继续读诵无量寿经,没有 读过无量寿经,或年岁较大的同修,可诵阿弥 读经,请翻开讲义第十七页 试讲义的开始 讲义一共是七 讲,那么我编这个讲义,诸位也就能了解,最短的十 兼七次可以讲完 那么今天我们在此的大概可以讲十 二次,所以就讲的更详细一点,我们看第一讲 一 认识佛法 我们从认识佛法开始,是尊在华严经出现品里面 给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乡,但已妄想 执着而不能证的,故佛法就是我们本人自信的智 慧德能 由于多结以来的迷失,自已迷失了,这样才 需要先知先觉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来为我们启发 教导恢复我们的自信本能而已 由此可知佛法是任何 一个人,正是佛在经中所说,九法界一切有情众生 不可不学,不能不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 我们看第一小段 以佛法定义 我们首先要知道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 的,它的含义是智慧,是觉悟 当年易经的法师 没有用智,觉这两个字,实在是佛陀这个 名词里面含多意,绝对不是我们中国智慧里面智 觉可以包含的,因此,还是用音译,然后再加以解 是 此的所讲的智,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所谓的觉 是对于整个宇宙人生彻底觉悟,无有一法不知,无有 一法不觉,这是佛这个字的含义 下面讲法,简单的说,法是宇宙一切物,相 理,是知总明的代名词,宇宙之间一切物类,一切 现象,一切道理,一切事物,用此一字统统包括了 这是我们智觉的对象,所以世人常讲佛法无边 我们所知的对象是无量无边,能知的智慧同样也是无 量无边际的 能觉与所觉是亦不是二,这一点不同于 世间的学说,世间的哲学,自古至今中国外国哲学里 讲有能有所,能所是对立的 佛法里也讲能所,能所 是一个,不是对立,这是告诉我们尽虚空变法界,是 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 所以佛家常说心外无法,法 外无心,心与法实在上讲是一个东西 心与法很难 懂,不易体会,我们讲经常用比喻来说,譬如做梦 我们每位同修都有做梦的经验,能做梦的心,像此的 佛字一样,有智有绝,梦中的境界就好比法 我 我们想想,能做梦的心与梦中的境界,你说是一还是二 呢? 要说是二,明明是一个心变现出来的,如果说是 一,明明有能变的梦心,有所变的梦境,这才说之为 不一不易,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我们首先要将这些弄清楚,能锁不二,真正入了不 二,那就是维摩经上说,入不二法门 入不二法 门就是禅宗里讲的明心见性,净土宗讲的礼仪 心不乱,世俗人讲修行正果,成佛正果了,道 不二就正果了 这是佛法二个字的简单说法,我 门学佛的人一定要清楚,人家问道,我们要能够答的 出来 二,佛法所求是什么呢?下面一节我们列出来了 佛在一切经论中常常讲到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是一句佛经上的术语,完全是梵音音译过来的,他 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 那么我把它对照写再讲 以上,诸位一看就明了了,阔湖里面是我们中文翻译 的意思 诀是觉悟,对于宇宙人生真正的理解 正确的理解,没有错误,这才叫做正觉 世间人 也有觉悟,世间有不少的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 对于宇宙人生也有相当的觉悟,虽觉,我们不称他为 正觉 是何道理呢? 而正觉的标准在哪里呢? 佛 法的标准是以心性为标准,明心见性这样的 觉悟才算是正觉,心性未明,其觉悟就不算是 正觉 怎样才叫明心见性呢? 佛在一切经里面 告诉我们,众生的心性上有烦恼,无明障碍,所以你 的心性透不出来 这障碍很多,佛归纳成三类 一见思烦恼见,是错误的见解 思,是错误的 思想 换句话说,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权 错了 二,沉沙烦恼沉沙比喻多,像有沉沙沉土那样多的 烦恼 三无明烦恼,这是烦恼的根源,烦恼的根本 佛对我们说,如果见思烦恼断了,这人的知见才能称 为正觉,我们以此标准来观察世间的科学家,哲 学家,宗教家,确实他们的见思烦恼没有断,何以知? 吃 第一,他还有是非人我,还有我值,有我有人有 是有非,还有贪甜吃慢,这就是见思烦恼没断,他在 聪明,我们只能称他为绝,不能称他为正觉 一定要正的阿罗汉果,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没有 贪甜吃,也没有是非人我了,心地相当清净,这才称 只为正觉 比正觉更要提高一层的,就是 正等正觉,等是等于佛,等于佛当然他还没有成佛 成佛了那就不必等于了 等于佛还没有成佛,这时 不但见思断了,成沙烦恼也断了,无明烦恼至少也破 一品,无明总共有四十亿品,只要能破一品,所以谱 萨才称之为正等正觉,一直要到四十亿品无明 统统断尽了,那就称为无上正等正觉了,再没有 彼此高的 换句话,到了无上正等正觉,我们的 真心,本性,才完全显露,没有一丝毫障碍了,这是 佛法之所求 所以,用现代话来讲,他就是究竟圆满 的智慧佛陀的求证 智慧的作用就是绝了宇宙人生 十乡,宇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人生是我们本人,九 是自已,换句话说,真正的认识自已,与了解我们生 存的环境 佛法教学修学的目的就在此,因此佛法里 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迷信,这是同修们一定要知道的 他绝对不同于一般的宗教 佛法所求知道了,佛法不是求升官发财,不是求保佑 平安,但是诸位要晓得,升官发财,保佑平安都在其 中,为什么呢? 你有智慧,有智慧就样样都得到,没 有智慧才障碍呢 所以不求的统统都圆满,佛法的书 圣功得利益不可思议 究竟圆满的智慧怎么求法 这 要紧,第三段就告诉我们求法 三佛法所修 所修的可以归纳为二大类,此二大类是华严经上 所说 华严是我们佛门圆满的法门,一切经都是华严 卷属,华严是一部非常圆满的经典 无论讲性向,是 理或者修行的方法,都讲得很透彻,很圆满,特别是 末后智慧才童子五十三参,做一个修行的样子给我们 我们看,也就是学佛的人是个什么样子,善才童子在华严 上表演给我们看,非常重要 你看他 参访善之士,底 一句请教的话,就问道 云和学菩萨道 云和修菩 萨行 他总是问这二句话,首先说明自己已经发阿 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就是我已经发无上道心,我 想求智慧,我想求得圆满的智慧,但是我不晓得要用 什么心去求,要用什么样的行为去求 菩萨道就是存 心,我要什么心,菩萨行就是我的生活行为,我在日 常生活中要怎样做,才能真正把我真心本性里面圆满 的智慧德行显露出来 这几句话,每参访一个善之 十,他都要说一遍,所以在华严经上说了几十遍 之多 华严经看一遍,其他的经文记不住,这几 句话会记得牢牢的,为什么呢? 他重复了几十遍,那 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存心与一切造作,佛也给我们归纳做了最完善的指导 这就是修行的三大纲领,第一是绝而不迷,第二是正而不邪,第三是静而不染,这是佛门 修行的三大纲领 如何把我们的智慧圆满的显露出来 呢? 的用这个方法 这方法在佛家里面就是三归一 佛是绝的意思,法是正的意思 僧是静的意思 六祖大师在谈经里给我们讲三 归一,他老人家就讲得很通俗,很明白,他说,归 一绝,归一正,归一静,他不说归一佛,归一法 归一僧,他不这样说法 因为讲佛,法,僧 怕我们迷惑,不知道佛,法,僧是什么意思,胡 礼糊涂归一,得不到用处,得不到真正好处,所以他 老人家完全讲他的意思,佛者觉也,法 这正也,僧者敬也,这很重要很重要 所谓归一,归是回头,一是依靠 从哪里回头呢? 从迷惑颠倒回头,一字信觉 我从今以后于一切人 一切事,一切物,我都要绝不迷,这叫做归一佛 法是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见解,我要从过去错误 的想法看法回过头来,要依正确的想法看法,这叫做 归一法 归一僧是从种种染污回过头来,我要依自信 清静心,这叫归一僧 由此可知佛,法,僧三宝 在哪里面呢? 在我们自信里,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 三宝,不在外面,如果到外面去找三宝就错了 佛家 常讲心外求法是外道呢,学了佛还心外求法,这个外 道教门内外 门外的外道,那很容易看出来,这个叫 门外,这外不是真正的佛弟子 佛弟子一定要向自信 礼去求,求什么呢? 求觉,求正,求尽 这是佛将修行的方法归纳成三大纲领,是修行最高的 指导原则 这三纲是一而三,三而一,只要选定一个 就成就了 因此,在佛门有许多宗派,有无量的法门 这些宗派所依据的理论方法,都不一样,但诸位要 明白,他的目标,方向相同的,都是求究竟圆满的志 会,没有那一个宗派,没有那个法门不是求无上正 等正觉得,都是求圆满的智慧,但是,所用的方法 不一样 譬如禅宗,他走的是绝门,在这三大纲 领终,他选的是第一条绝门,绝而不迷,所以他 要讲求大彻大悟,明星见性,他走这个门,这个 门快,的确快速,但不是普通人能够修的 大家看谈 经就晓得,你看六祖所讲的,他接引的根基是上上根 人,换句话说,上上根以下的没份哪 我们也想走绝 门,能绝的了吗 绝不了的,这个门门坎太高,爬步 进去,要走第二个门 看看第二个门是正门,正门讲的是正知正见 这是交下所走的,像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法 相宗,这些宗派,他们念很多很多经典,依照经典里 的开示,修正自己的看法,想法 要念很多书 这 各门可以说中等以上的根性都有资格,都可以修学 但是要念很多书,时间很长,像念小学,中学,大学 研究所,很长时间,慢慢来修正,不断的来修正 确实得到利益,这叫做渐修,渐渐往上修 门,像上楼一样,他上的是电梯,一下就上去了 脚,下是爬楼梯,一级一级往上爬,时间虽然慢,却是的 力 如果我们觉得路太长了,我们受不了,聪明智慧也不 够,念那么多经书感觉很困难,也无法念下去,怎么 办呢,还有一个门,还有一个门,既不必大彻大悟,也不要念很多书,这个门就简单了,下下根基的人也 能进去,这不可思议,这是那个,这是进门,进 门修清静心 在佛教宗派里,除了净土宗走这个门,密宗也走这个门,二个宗派都走这门,特别是净土宗 三根普贝,力顿全收,上字等觉菩萨,下至地欲众 身,统统可以修学此法门 这法门的无比殊胜是从而 各地方来的,大殊胜了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也就是这个法门 各位同修要知道 这三个门,虽有难亦不同,进去决定成就是平等的 也就是说,真正觉悟的人,他的思想,见解,不会 有偏差,心地也不会染污,心染污他怎么会绝呢? 正 知正见的人必定是绝而不迷,静而不染,我们心地清 静,一定是绝而不迷,一定使正知正见 所以,这三 各门从一个门进去,其余的圆满都得到 像我们这个 佛堂,佛堂有许多门,门虽然不一样,你不管从哪一 各进来,得到的是全体,不会只得到一部分明白了这 各道理,才晓得三规一是佛门,佛弟子修学的总纲领 总方向 所以显密诸宗,显教密教各种不同的 宗派,无量法门,皆其修行之方便,方便就是守 断,你用什么方法去修觉,正,静 像我们这个 法门采取的是念阿弥陀佛,直持名号这个方 法,以这个手段来修静而不染,只要得到清净心 心清净了一定是正知正见,绝而不迷,佛给我 门讲的三大纲领,能同时得到 所以佛家常讲归缘 无二,方便多门,缘是根缘,缘是本缘 本缘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觉正进三宝,方法太多太多了,无量 无边,四红试院里面讲,法门无量试院学 故法门平等无二无别,这一点同修们要特别注意 选择一门就一门深入,你决定成法门确实是平等的 没有高下,如果法门有高下这话就是错误的,像我 门佛堂,开这么多门,无论从那个门进来,都是一样 的,大门进来就好一点,其他门就差一点,没这道理 故无论从禅,从禁,从教,从戒律,从秘境来,统 统是一样的 这么多法门,佛让我们自己选择,我们 适合于修学那个法门,这个法门对我们修学很方便 很容易,很简单,不麻烦,这就是最好的法门,适合 我们自己修,这是选择的标准,一定要适合自己的成 度,环境,生活方式,一切都没有因难,修学起来就 方便 学佛一定是越学越欢喜,法喜充满,破迷开悟,离苦 得乐 迷,迷惑,烦恼,妄想一天比一天少 一天比 一天少,不易做到,至少是要一年比一年少 这总是 一定要做到,功夫再好些的,一个月比一个月好,能 做到一月比一个月好,那就很恭喜你了,因为你功夫 以得力,非常得力 如一星期比一星期好,那我可以 说你这一生决定成佛,没话说的,决定成佛,一星期 比一星期进步,这不得了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 这是 我们的烦恼,习气,妄想,执着要逐渐减轻,你的心 一天比一天清静,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 智慧增长对 人对事的看法不一样,处理事情也不相同 有许多狠 用功的人,我教他念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念 了一年多,事不一样,妄念少了,现在好像聪明了 为什么呢? 办事也顺利了,讲话也不会颠三倒四了 处理事情也很有条有理,这是心清静,智慧现前,你 看看一,二年效果就收到了,所以我们要认清楚 一 门深入 其次再给诸位介绍 四佛法德用学佛有什么好处,如没有好处,何必 学,一定要有好处,佛法的德用,此德语的,是一个意思,古时候这个德是通用的 得到的事实 磨 是大觉,是智慧 智慧起作用,太多太 多了,可归纳二大类,一类大慈,一类大悲 常讲大慈大悲,大慈是利乐友情,我快乐,我也要 帮助大家都快乐,这是大慈,这是佛法的用处 大悲 是教化众生,悲心就是怜悯心,我与佛一样,大家与 佛也一样 我过去迷惑颠倒,得到佛法的启示,才能 恢复自信的清净光明,我得到这个好处 我见到许多 同修还没有得到,机缘成熟了,机缘成熟就是你肯接 受了,肯信,肯依此方法修行了,机缘成熟了,我就 应当将此法门介绍给大家,我们统统都能够离苦,统 统都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 我在美国,美国人问我,他说你学佛,他也知道佛 法宗派很多,他说你是学那一宗的 美国最熟悉的是 禅宗,更多人知道的,大人,小孩都知道的中国功夫 这外国人都知道,一看到出家人他就想到中国功夫 那么我在外国,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都觉得我的 功夫是上上乘 因为看到我六十五岁了,还是这样的 精神,这个功夫了不起,中国功夫 我告诉他,我不 是学禅的,我是修另外一宗的,哦 什么宗呢 我们 不能讲净土宗,净土宗讲了很麻烦,他也不会懂,我 就跟他讲了很麻烦,他也不会懂,我就跟他讲了 我是学阿弥陀佛宗 他就问我了,阿弥陀佛什么 意思呢 我说,阿弥陀佛,长寿 他一听,他 要,他说,我要长寿,我说,阿弥陀佛有智慧 他也要,他不想笨头笨脑的,他要智慧 我说,阿弥陀佛快乐 那他更要了,快乐不能不要的 我说,阿弥陀佛清净 他说也要,四个他都要 我说,那好了 你就跟我学这一宗吧 跟我学这 一宗,这四样东西都得到了 所以这样给他们介绍啊 他们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接受 我在中国大陆走了几个地方 我在广州光校寺讲了六 小时,在北京佛学院讲了一个半小时 在南京,上海 长洲,苏州都是统统介绍佛法 大致上内容是任 时佛教,他们领导干部听了之后 非常欢喜,他说 法师,你这佛法,到底是你说的还是佛教本来就是 如此的 我告诉他,佛教本来就是这样的,我哪 有能力发明哪 他说,本来是这样子的,我们可 以接受哪 我说,是呀 你们将佛教看成迷信 那佛教冤枉哪 你们要平反才行,佛教不迷信哪 所以我那个认识佛教的小册子 最近我收到大陆上来 信,精灵课经处把他印一万本在大陆里面流通,可见 得他们欢迎佛法,不反对佛法,破除迷信,我们学佛 这赞成,我们佛法本来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了 这二条 我在这里讲这些话啦 这个录音带不久就到 大陆上,他们统统听到了 这是佛法的真正好处 真 诗的利益 我们知道佛法的修学目的,方法,好处 我们才真正发心认真努力的来勤学 末后有个简单节 论 五节论当知佛法,方便多门,不拘行事 所 以佛对于我们的教学,实实在在讲,是开了许多不同 的法门,适合不同环境,生活方式,使每个人不论事 过去现在,在中国外国,大家闻到佛法,接受佛法都 能欢善,很快乐的来接受 所以才开这么多法门 不拘行事,你喜欢仪式的,有很多好的仪式,你觉 的麻烦,也可无一事,家中佛像也可以不共的,有着 魔方便,一句阿弥陀佛口里念也行,心里念也行 毫不拘行事,特别是持明念佛法门,行住坐卧,随 时随地可以念,不必任何行事,这是最方便,最稳等 也最圆满快速 大家把讲义听完后就可了解了 经权互用,经实证,正规的教法,全是方便的教 法,可以委屈婉转的教法 我们会问,释迦牟尼佛教 画一切众生,到底那个方法是经? 经是最主要的,所 卫的经典之作 上回与诸卫讲过大臣无量寿经 如果未曾听过词经,我跟你们讲,你们难以理解,也 很难接受,听过者那就不一样 经只有一种,是 什么呢? 就是大臣无量寿经,也是我们现在讲的 佛说阿弥陀经,其他所开的一切法门都是全 我 门看随堂的高僧大德给我们所讲的,佛讲的一切经 要做一比较,华言第一,华言经与无量寿经 做比较,无量寿经第一 同时还说,华 门经与法华经只是无量寿经的导引而已 我们才真正明了是加木尼佛出现在世间,为我们说 经讲到,他心目中要讲的是无量寿经 古人说,无量寿经是中本华言,阿弥陀经是小本华言 可以说大方广佛华言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是同一部经,华言说的详细,弥陀说的简单 无量寿经恰到好处,是中部 由此可知,真正讲道 经就是这三部华言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 经这世经,除这三部之外,所有一切经典,所有一切法门,所有一切教学,都是全巧方便,又导入 此法门而已,所谓是千经万论,处处只归,归到净土 这是诸位要晓得的,特别我们在华言看到的,可以 说全教最后的归宿都归到华藏世界,归到华藏世界之 后,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遇到文书,普贤,普贤 菩萨十大愿亡导归极乐,统统归在西方净土了,这个 不可思议 从此的我们才认识经与权,经权互用 才能普度使法界一切佛差无量众生,这一点希望同 修们要注意到,我们在佛法大海当中很幸运的,吧 经找到了,这个不简单 我们中国的经典,归纳起来十三经 十三经要再归纳 起来只有一部一经,一经是中国学术的大根大本 我们在佛法里找到这一本阿弥陀经就相当我们 中国经典的一经,真正的根源根本找到了 利物济身,利是利益,物是九法界有情的众生 就济一切众生,这是佛教教学的宗旨 一切妄情迷之,非达佛指者也,妄情就是妄想 迷惑执着,这个不是佛法,佛法里面没有妄想,没有 迷惑,没有执着 这是首先我们把佛法认清楚,当然 再次不能细说,好在还有一个小册子给诸位做参考 小册子也是略说的,也不是很详细 佛法认识清楚了 下面一个课题就是要认识本经 经要是不认识,我 们也无从学起 二认识此经 这一部经的经提示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 念经,在这经本是加穆尼佛自已说出的题目,这才 是本经原来的题目,现在的题目是佛说阿弥陀经 是翻译的人自己编的,不是原来经题的意思,但是 他翻的题有他的用心在 我们先讲本题,称赞不可思 义功德,先说称赞 一称赞能称赞的不是普通人,是一切诸佛,不是 阿罗汉,不是菩萨,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不是一尊 佛二尊佛赞叹,也不是十尊佛二十尊佛赞叹,也不是 一千佛一万佛赞叹,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赞叹 赞叹什么呢?赞叹不可思议功德,诸位要特别留意着 不可思议的功德 功是什么呢?是指持名号,一心 不乱,功是讲的功夫,修行的功夫,这一部经理教 给我们的修功,就是指持名号 大本无量寿经 理给我们讲的一项专念,二个本字合起来看 意思就很圆满,目的是一心不乱,用指持名号的方法 达到一心不乱,这就是史诀,这就不弥了 这个 想法看法就正确了,这是正知正见 同修们知道这句 阿弥陀佛一心称念,诀,正,静修行的三大 刚领统统在其中圆满巨足了,这个不可思议,不必在 去参禅,也不必去学教了,一心一意称念此一句圣号 统统圆满巨足 得,就是你得到什么 戴叶网 身,顿超圆正,这一句实在讲,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你所得的是究竟佛果 如何得到的呢,是戴叶网 身得到的,身到西方极乐,即使是下下品网身,西方 极乐世界很奇怪,它是一切诸佛刹土里没有的一个绝 对平等的世界,身到西方,移到之后,我们的相貌与 佛相同,各自高矮和它也是一样,没有差别,我们的 智慧,德能差不多也与佛相同,所以说身到那里,等 于正到八的菩萨 此法门为男性之法,一切经理没有 如此说法,一切诸佛刹土里,没有这样的事,所以学 教的人学多了不相信,那有这么便宜的事,念了几声 佛号,一下就可得到这么高的果位 诸位如果不去真 正深入无量寿经,真的是难相信,这法门是难性 一行,修行起来容易,相信起来很难 北京皇念祖老居士,常常用照相机做比喻,念佛法门 是什么样相机 傻瓜照相机,无论什么人用,一 暗就能照下,张张都漂亮,其他法门是高级照相机 我们普通人拿这样的照相机,一卷三十六张,也 许会照到一张好的,是碰运气碰上,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对焦距,距离,光圈,还要室温,那 学问可大呢?有一点不对,照的相片就不理想,那 就是佛说得起。他法门,这个法门就像是全自动的 照相机,什么人都会用,一按就照出来了,这样才是最好的。 最好的是,人人可以用的,凡是复杂不是普通人能够用的,都不能算是最好的,他不能讲究究 所以此一法门认,何一人都能做得到,而且很短的时间就能做到,不必。很长,三年五年就能收到非常殊胜的效果,功夫好的。 人已经到生死自在,想什么时候见阿弥陀佛就识。 磨石后去,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实在说到了这个功。 夫,那有不想去见阿弥陀佛的道理呢? 谁愿意在此世界上受苦受难吗? 不想去的就是大慈大悲,卫石。 磨呢? 想多带几个人,目的在此地。 还有不少有缘的。 同修,我们要帮助他们,多多的带几个去,这就是。 始觉,本觉究竟处,是不可思议的功德。 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经题的下半段。 一切。 诸佛所护念,我们把护念分开讲,所护的是护。 十,护法。 护法就是要红法,法要不红就不能算护法。 古德言,人能红到,非到红人。 我们今天流通。 经书,是不是护法呢? 算是护法,经书虽然印了很多。 散步到全世界,可是大家看不懂,不能理解,还是? 不能相信,这没法子呢。 还得到世界各地去讲解,将。 经典介绍给诸位,诸位听清楚了,明白了,相信了。 依教奉行,这才真正得到。 这事做起来相当辛苦,呦。 其做的人太少了,现在真正讲经的法师不多,我道备。 经,黄念祖老居士劝我,你已经讲了萨多年了。 不。 要再讲了,你应该叫学生,自已讲死了,后继无人。 对不起佛教呐。 很有道理,确实很有道理。 所以我。 告诉他老人家,我不是不发心培养人才,我到那里。 去找学生。 实在找不到哪,学生也不愿意跟我学。 一。 有机缘,我一定依教奉行,我不会辜负您老人家的好。 一。 他要我晚年教学写作写几本书,我到今年才有。 一个因缘,现在有五个学生随我学习。 我在美国建立一个道场,此道场将来准备供养十个学。 生,这十个学生专修净土,专宏净土,每一个学生学。 一步经,学多久呢? 学十年,所以我的教学法与别。 人佛学院不一样。 今天上午,我去拜访我的老师演。 陪老和尚,他问我的最近情况,我告诉他了,演工说。 你这方法是老方法了。 一点没错。 从前观中四,演工授教育就是这个方法,我的教学是将我讲经的录音。 带给学生听,听了以后讲给我听。 十个人每个都是老。 师,也都是学生,他上台去讲演,他是学生,坐在下。 念的都是老师,因为讲完之后,要接受每一个人的批。 平,他就改进,一遍一遍的批评,一遍遍的修改,一。 不经讲十年改十年,他以后的成就在我之上,我不如。 他。 我在美国达拉斯先培养净土宗洪法的法师,如果再有能力,我就协助其他宗派培养法师。 我让他们一切都能安定,到场不大,足够十个人住,十个人会住得很舒服,生活安定,一切设备我能办得到的我尽心尽力。 都将他办到。 我们有一个小图书馆,里面有十部不同。 版本的大藏经,其他中国古书,我们尽一切能力。 在搜集,这都是供养十个人的,三藏十二部他们去误。 我买书给他们去误,我老了,念阿弥陀佛求生。 西方了。 不再搞这个了,他们误了,他们讲给我听。 所以我在达拉斯,我当听众,不是我讲经。 学生一天。 要讲两次,早上讲二个小时给我听,晚上讲二个小时。 晚上讲经信徒们可以来听,上午讲经是对内的,没。 有信徒参加,此时有不客气的批评,甚至于有打,有。 骂的,一点都不受气,晚上有大家来听就客气多了。 就要尊重要顾全面子,早上是没有勤念的,这是护持。 化他,洪护如来会命,这是我们的教学方法。 念是自行,一切诸佛与大菩萨们没有不念佛的。 原正无上菩提,自已念佛也劝别人念佛,所以互念字。 形化他,是亦不是二,也是不二。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普遍赞叹,此经典,法门之殊胜,奇妙可想而知。 所以我们看了经题绝不能够含糊笼统地掠过了,那就。 太可惜了,此经题的含义无量声广,我们要从这个的。 方真正认识他,这是本经原来的题目。 再看现在的经。 题。 三佛说阿弥陀经是罗什大师翻译的,他译的。 好,生气本经宗旨,宗旨是修行的方法。 这部经教我。 们的修行方法是指持名号一心不乱,故罗什大师。 就用佛名号做经题,此用意非常圆满,使不学不念佛。 的人,看到经题也要念一句阿弥陀佛,这是一经。 大师无比的悲心,也是很难得殊胜的见解,直接用佛。 号做经题。 我们将此题目略略介绍佛说阿弥陀经。 分四小段,先介绍佛。 以佛词的佛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因为这部。 今世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而说的,我们在前面原本题目。 内的含义,我们也能理解到,这佛字也可以指食。 方三是一切诸佛,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经题上说。 一切诸佛之所称赞,称赞就是为大众宣讲,所以这。 各佛字也可说是一切诸佛。 没有一尊佛不讲阿弥陀经,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菩萨成佛,一切菩萨。 成佛,也就是一切诸佛,其他的经不见得会讲,华。 严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是决定要讲的。 何以故呢? 因为那是经吗? 其他的一切经是? 全,全是方便门,可说可不说,不气机就不讲,气。 机就讲,经是非讲不可,你才知道这三部经的重。 要,这三部经是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主要教科。 书,必修科目。 二说畅阅所怀也,古德的注解都是这样注的。 偶艺大师的注解很特别,确实是发明前人所未说过的。 他说,众生成佛基手,未说此法,另一切众生依。 身就尽成就故。 正因为这一句,印光大师才赞叹。 弥陀要解说,即使是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 做注解,亦不能超过其上。 印光大师我们知道是大。 士智菩萨再来者,大士智菩萨赞叹此话,那偶艺大师。 是什么人呢? 历史上虽然没有记载,根据大士智菩萨的赞叹。 我们也能联想到,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 一定是观音菩萨再来,否则说不出如此话来,这才叫。 真正唱佛本怀。 那个佛。 十方三是一切诸佛,一。 切诸佛的本怀,这个很了不起,直截了当给我们说出。 来。 这是给那个众生说的。 那个众生成佛的机缘成熟。 了。 机缘就是机会,看看大家,你们这一身成佛的机。 会到了,你才会遇到此法门。 知道这个法门,恭喜你。 你这一身决定成佛,过年是恭贺欣喜, 这成佛的喜。 是到那儿去找。 找不到的,无比的欢欣,我们这一身。 就要成佛了,永托轮回,一身缘成佛道,所以为我们。 说出此一法门,令一切众生上至等觉菩萨,向华言。 经上看到的文书,普贤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下道。 六道众生。 我们想想九法界众生不平等啊。 成佛的机会怎么会到? 呢? 那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过去我们讲此经真难讲。 何故呢? 你要来问我,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我只能找。 古人祝节为你讲,讲出来并没有错,但总不能叫人心。 福口福,这很遗憾,这些年来,我讲此三部经讲多了。 讲多了就有误触,恍然大悟,搞清楚了,原来你们。 诸位同修,不是凡人哪。 不是我故意恭维,我没有姿。 格恭维你,是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讲的。 《无量寿经》很多同修念过,你们不是凡人哪。 你们在。 过去身中多生多结,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 样的善根今天起现行,这那里是普通人呢? 这个话是。 佛在《无量寿经》上讲的。 特别我们在经上看到,阿。 蛇王子语五百长者过去身中诸菩萨道,供养四百亿佛。 还没有能够发愿一项专念求生西方,你看那还。 不能算是善根深厚,你们诸位同修听此法门,就发愿。 要求生净土,老实念佛,就可想而知,你们过去身中。 供养的诸佛如来,决定超过阿蛇王子。 阿蛇王子听是。 加木尼佛讲诸经,也只发个愿,希望我将来成佛要像。 阿弥陀佛一样,还没有想到,我现在赶紧念佛求。 生西方,发如此志愿,这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 幻。 言之,过去身中供养四百亿佛都不算是多善根。 这样,我们才真正觉悟,真正明了今天发愿求生净土的人。 他那个善根深厚不可思议,所以此法门为佛与佛方能。 究竟,阿罗汉的能力只能看五百世,那能看到多生多。 结。 这是过去世中善根成熟,现在又的十方一切诸佛。 如来冥冥之中加持你,你才有缘分遇到此法门,你才。 能信,能解,能愿,能行,能生净土,能不退成佛。 统统得到了,这时实在在难得。 所以另一切众生,一。 生究竟成就,这一句话的含义深广圆满,究竟无比。 统统给我们说明,念佛这个法门,决定是一生成就。 试讲这一生成就,何故? 这一生我们的善根成熟了。 如果这一生听到了深欢喜,还不想念,还不想求生净。 土,你就像阿蛇王子一样,过去生中大概也供养四百。 一佛,还不够,所以还不能发心这一生求生净土。 这,一生机缘成熟,决定缘正三不退。 所以难信难解。 不是像《戴经》上说的那样清楚明白,我们实在无法将。 此事向大家交代圆满,这是经题上说这一字的大。 一。 三阿弥陀此云无量,彼途导师德号,表辞。 法师无量觉也。 阿弥陀是梵语,阿翻作无。 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所以阿。 弥陀佛这名号,完全翻作中国意思是无量觉。 无量觉也包括了真实的无量,实在讲是宇宙人生。 一切万法统统包含在这名号里,没有一法超越它之外。 对于这一切法统统是绝而不迷,由此可知,此。 名号实实在在就是我们自己真如本性的德号,西方教。 主他老人家就用真如本性的名号。 作为自己的名号字。 以名号与实法界一切众生真如本性的德号不而,所以。 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说念西方教主的名号。 这样能说得通,念字以本觉德号也讲得通,字他不。 二,这就讲到唯心净土自信弥陀了,由此可知。 这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佛在本经给我们解释的时候,说出二个意思,无量意。 里面说二个意,第一是无量寿,第二是无量光。 这是略说。 虽未略说,也是无量意里最主要的意。 思,就是无量寿,如果无寿命,所有一切无量起。 不都落空了。 例如在世间有无量产业,无量眷属,无。 量权威,无量势力,可惜短命,一切无量都落了空。 故一切无量中最主要的是无量寿。 往生到西方极。 乐世界,我们寿命与阿弥陀佛相等。 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究竟如何无量呢? 你们念无量寿经。 就知道了,经上给我们讲,假使十方世界一切重。 生都正的辟之佛果,神通智慧都向目间连,共同来寄。 算,计算不出来那真是无量寿,无法计算。 我们系。 心想想,确实生到西方有这么长的寿命。 所以那个是。 借,我们才可以肯定的说真是实的,我们这个娑婆是。 借是假的,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接。 属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何故呢? 我们眼前。 一切的一切,包括身体都不是自己的,刹那刹那在变。 话,没有一样是自己的。 诸位住在一个地方不大容易觉察,我的感受要比你们。 身得多,我从七七年就在国外到处讲经,每一地方嘴。 多只住一个月,那算长的,住几天又要走,再住几天。 又要走,感觉上没有家,我都是在旅行,今天到这一。 站,明天到那一站,换言之,什么都不是自己的,字。 挤什么都没有,连身都做不了住,身也没有了,才真。 正体会到金刚经上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一点不错,唯独到极乐世界,你有无量寿,你有。 真正永远常住的地方,那才是真正的家,现在的家值。 能住一天二天,是旅馆哪。 我到这里住十四天,到乡。 港住三天,再到台湾住一个月,然后到美国住一星期。 那里住几天,这一年就没有了。 到处都是住旅馆哪。 所以我感触跟你们不一样。 到西方世界,不但受命。 无量,智慧,神通,道力,一报正报,一正庄严,不。 但佛说法,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也说法,佛度众。 身,你也度众身,所有一切功德,没有一样不称性。 既称性了,一一无量,这才是阿弥陀名号内所的真意。 所以此名号,诸位要详细的知道就很难了,喂。 什么呢? 因为这不经的题目既然是这几个字,这是题。 目那。 经文是文章,文章是解释题目的,那就要将全。 经理解了,这名号的意思就可知道大概了,还够不够。 详细呢? 还不够,再要详细了解它,那你就去研究。 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还不够详细,因为大方。 广佛华言经是无量寿经的注解,那一部三藏。 经典又是大方广佛华言经的注解。 这无量寿的。 意思,是无有穷尽,无穷无尽的意思,就是自己的性。 得,就是自己真性里本来具足的,我们学佛想求的救。 是求这个,想证的就是证这个,想得到的就是这个。 今天诸佛以此法门,得号教我们,确实如佛祖所说。 诸佛如来将其清正究竟圆满的极果,即是到达顶点了。 这个果报给我们做修行的因缘。 应该果海,果彻因。 缘,所有一切法门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故此法门称。 为第一法门,道理在此。 再看末后这个经。 四经又称为弃经,经为中国字,泛与为。 修道罗,其含义甚多。 中国自古以来,对古圣先贤。 的教训,尊称卫经,像现代人讲的真理,意思相。 接近,性质超越时间,空间,才能用这称呼。 时间。 三千年前佛讲的东西,适合大众,大家依教奉行,都。 能破弥开悟,离苦得乐,三千年后的今天我们遇到了。 依教奉行,也能破弥开悟,离苦得乐,这是超越时。 时间。 空间呢? 古印度人学习,以后传到中国人学习。 由中国人传到外国,外国人也学习,依照理论方法去。 学习的,统统都可以得到破弥开悟,都能达到离苦的。 乐的目的,这是超越空间。 超越时空才能称之为经典。 佛经称为弃经意思更深,它必须要弃合真理,佛法。 讲的真理就是诸佛所证的的真如本性,诸法时相,一。 定要弃合,合理。 其次要弃姬,姬是众生的根基。 适合于我们的程度,适合于我们的意识形态,适合。 适合于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修学起来不困难,很容易就。 能达到目标,这样才能称之为弃经,上弃诸佛所。 正知理,下弃众生可渡之机,又具有贯涉常法者。 四个意思,在讲习当中常常介绍的,古经大德们注解。 佛经多半用这四字来解释。 贯贯穿的意思,就是它的文字理论有体系,有条。 不稳,我们今天所谓符合科学精神与方法。 射是射兽也,比贯的力量强大,射兽,是射兽人。 心,你不去接触它则已,接触之后会依依不舍,它有。 一股力量像磁铁一样,它把你吸住了。 换言之,经典。 越读越欢喜,越学越舍不得放下,从你今天开始学习。 一直到你成佛,兴趣永远是那样浓厚,不会使你咽卷。 这不像世间的书,世间的书也有好书,有设兽能。 力的,但念的变数太多就不想念了,就不觉有意思了。 念个十遍八遍,一百遍二百遍还有味道,再念就没。 有味道了,趣味不浓了。 报纸杂志看一遍,再看第二。 遍就无去了,射的能力完全没有。 看了还想看。 听了还想听,这就是射的意思。 此今我讲过很。 多遍,讲不厌哪。 诸位同修听我讲此今同样一步也听。 不厌,为何讲不倦听不厌呢? 因为便便都有新意思。 你要不信,把我刚才讲的和以前的比较,就知道不一。 痒的,便便不一样,那味道就浓了,如果便便相同。 就不要讲了,我讲也辛苦了。 也会厌倦了。 如老师在。 学校教书,年年教一年级,年年就拿这一个课本,拿。 这本笔记教了几年,枯燥无味,上课都受罪。 我们讲。 经同样一个经典,天天讲,年年讲,永远讲不厌,永。 远听不倦,这不得了,此教科书很特别呢。 从一年级。 到五十一年级都念这一本,真是很特别,这试舍。 常是真理。 永远不便为知常超越时空才是。 常。 法是方法原则,只要依照此方法,原则修学决定。 成就,一切菩萨如不依此法不能成佛。 也许同修听了。 觉得奇怪,你怎么敢这样武断,其实不是我武断,我。 也不够资格说此话,去念《华言经》就晓得了。 华言。 会上识的菩萨始终不离念佛,你们就明了了。 正道地。 上菩萨,从初得到等觉,十一个位次,这十一位次菩。 萨修什么法门? 修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我们才知道。 一切菩萨不修此法门不能成佛,所以文书,普贤尚且。 发愿求生净土,这还有什么话说? 这是介绍的贯赦。 常法之义。 除此四个意思外,还有诸多妙意,如华言书说,诸位。 再要看诸多的意思呢? 去看看华言经书抄,清凉大师。 解释甚多,甚透彻,除此上有大制度论内也说的。 详细,也说的很多,大制度论是摩赫班若波罗。 秘经的注解,是龙树菩萨所著。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的,把经题跟诸位介绍出来,明天。 就把本经内容概略介绍,就要介绍到经文了。 谢谢诸。 为,阿弥陀经要解研习报告第三,四卷新加坡党名。 比一年八月至三月四日。 请先开经本第十九面,从第二段看起。 二内容。 这一段就是简单介绍要解的五重悬议,首先我们看性。 直。 一性质是理论的依据,也就是说世尊当年为我们。 说这一部阿弥陀经,是根据什么而说的,如果理。 论确实,我们的信心才能坚定,故它为我们讲得极乐。 世界,绝对不是它的理想,不是它的推演,而是宇宙。 之间却确实实有此事实,确实有它理论依据,这样我。 我们才能深信不疑。 小祝言,圆蓉三帝法性十相。 偶艺大师在没有专。 修净土之前,他是学天台的,因此他老人家一身。 说法,注经都是依天台家的规矩,也就是用五重悬议。 来介绍佛经。 天台家建立三帝三观,三观是空观对真。 帝,甲观对俗帝,中观对第一异地。 三观三帝是智者。 大师的创建,虽然这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实在语音。 杜大佛顶首冷严经所讲完全相符合,故当时印度。 高森到中国来,见到智者大师讲词三第三观,非常配。 福,认为符合冷严经的宗旨,那时冷严经上。 未到中国,印度距中国非常遥远,不像现在交通如此。 方便,希望冷严能到中国来,于是智者大师就在天台。 山坐了一个拜经台,每天向西方礼拜,希望冷严经。 早一天传到中国,实在讲也很有感应,冷严经。 毕竟传到中国来了,但智者大师有生之年未曾见到。 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说明三观三帝是符合佛意。 空观是观一切法的本体,也是此的讲的性质。 佛加常。 讲万法皆空,是指空观,因为一切法是因缘所生,因。 缘也就是许多条件才现出现象,既然是原生的,当然。 就没有它的字体,所以一切法都没有字体。 这空。 不是说无,空是有,有,没有字体。 是因缘合合而现的象。 假观是观俗地,就是观现象,现象是有,虽有不是真。 有,如果真有,那是永恒的存在,才是真有。 我们这。 世间无一法是真有,我们人,包括所有动物,有生。 老,病,死,不能常住在世间。 植物有生,住,亦。 灭,也不是永远存在的。 乃至矿物,甚至于现在讲的。 求,现在研究地球物理学,研究太空物理学,知道星。 求也是刹那刹那在变化,正是佛所讲的矿物有成,住。 坏,空,故一切万物,无一永恒存在,其有也是假。 有,妙有。 妙有非有,真空不空,这是对本体现象的。 观察。 中观是既不偏空也不偏有。 真正得到受用,观第一以。 第。 念佛人在一念之中,就是这个诚心诚意,以这一。 据南无阿弥陀佛,空甲中三观统统具足,实在是妙不。 可言。 既具足三观,当然具足三帝。 圆容三帝。 帝就是真实的事理,这事确实一点无假,故佛说经一。 法性,依诸法实相给我们介绍。 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之。 尖的事实真相,可见这一点都不假。 下面哪。 也得略。 略介绍一些。 一大陈经皆以食相为体如来限量所出。 佛经里分有大陈经,小陈经。 小陈经方便说的多,有。 些是随我们世界人的常识而说的,随俗地而说。 这一。 些大陈经典可以说都是如来从自己清正的境界为我们。 宣讲的,许多事物,不要说他方世界,就是我们这个。 世界,有许多是我们还不知道,何况宇宙无量无边。 世界无量无边,佛与大菩萨对无尽时空内所包含的一。 切万法,确实魔所不知,魔所不见,因此,他给我们。 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没有见过,一直到今天科学。 虽然很发达了,科学家也没有探测到这一个星球。 佛。 清正的境界,限量就是清正的,不是推想的,不是比。 量。 实相者,平等一相也,这要特别介绍,平等。 一相才是真实相,换言之,所有一切差别相都不是实。 相,实相是平等一相。 二大方广佛华严经以一真法界位体,一。 是一相,真,是平等,这是华严经理论的依据。 妙法莲华经以十相位体,大佛顶首伦严经。 以如来藏位体,说法虽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明。 意义同。 到底实相是什么,不但初学的同修,对这个。 明词很迷惑,即使老同修,甚至深入经藏者都很难说。 得明白,实在说,确实不容易说明白,为什么呢? 嘴。 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亲自证的,那要说明白太难了。 自己果然真正证得实相了,那就不是凡夫了。 是大臣。 经理所讲的你就是法身大事了,在别教里就是初。 的以上菩萨,在原教是初诸以上的菩萨,远远超过了。 阿罗汉,辟之佛,全教菩萨,只要你真正证得实相。 我们既然没有未能清正,怎么说也是格靴骚痒,很难。 讲得清楚,讲都讲不清楚,你们诸位听清楚了那不久。 奇怪,所以听不清楚没有关系,慢慢来,等我们念佛。 功夫深了,念到李一心不乱的时候,就证得实相,是。 一心尚未证得,李一心就证得了,就可入此境界。 我 我们要知道,佛确实有正确理论的依据,绝对不是妄语。 不是理想和推论,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建立信心就。 可以了,这是我们真实的受用。 那么经论里面常讲。 三密之了不可得,你要找,找不到,但不。 可言其他无,他确实有,但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 哪? 因为他没有行机,我们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 手也摸不到,心也想不到,这是宇宙万法的本体。 一切万法都是这个东西变现出来的,故为无终身有。 这是佛教的名词,确实一切有,从哪里来? 从无终身。 来,这无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称它为空。 叫做真空。 据造百界千如,不可言其有,宇宙万法都是它。 变现出来的。 就好像做梦一样,我们每人都有做梦的。 经验,你说梦到底有没有呢? 你说没有,做梦时明明。 是有,你要说有,醒来时什么都找不到,不但醒来时。 找不到,正在做梦时也找不到,我们人生宇宙时在讲。 就是一场大梦呐。 平常我们做梦,时间很短,几分钟。 这梦做得长一点,要做几十年呐。 确实是如此,所。 以佛常常在经上比喻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这是事实的真相。 这二句话最重要的意思是叫我们。 不要执着,所以对于理不要执空,不要以为什么都没。 有,对一切现象不要执着它真有,有不是真有,空也。 不是什么都没有,只要对于一切法不执着,这就好办。 了,不执着的好处在哪里呢? 可以说你这一生非常幸福,快乐,美满,你想想大家要不要呢? 要,要喂食,摸得不到呢? 因为你执着,执着就生烦恼,死烦恼叫。 自身烦恼,自己给自己找来的苦难,本来你很幸福。 很快乐,那些苦难都是你自己迷惑颠倒自己找来的。 这就是执着,妄想,离开一切妄想执着就的大自在。 所谓大自在就是自由自在,真正快乐。 所以要晓得。 空有不二,性相亦如空与有是一件事情,不是二件。 事情。 新经理给我们讲的很明白,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不易空,空不易色。 不易就是一样的。 吗? 不是两样的。 我们再翻过来,再跟诸位介绍。 四十相略说,一切万法如果将它分成二大类,一。 是理,一是是,理与是是离不开的,是依理而起,换。 据话说,离开理就没有是,离开是则理什么作用也没。 有,它不发生作用。 理是空,是是有,二者为亦非二。 我们归纳成理是真相,是是真相,是是真。 是不是假的。 什么是理,是的真相呢? 从理,是变现。 出来,虚空,法界,宇宙,人生,一切万法由此变现。 就像做梦一样,梦中有自己,有人,有山和大地。 也有虚空,从哪里来的。 都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 当,我们做梦时,如果忽然觉悟,整个梦境就是自己,整。 各自己的心变成了梦境。 你要知自己的心像什么样。 那个梦中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心就是什么样,心已经现出相像了,心中有没有相呢? 心里没有相,如果心。 有相,那个相就不会变,做梦就会天天做一样的梦。 为何每天做的梦会不一样呢? 可见心里没有相,相是。 随缘变现出来的,所以体,能变得是心,为心所现。 现相,现相能现是我们的真心,相会起变化。 如前所。 说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柱,亦,灭。 旷物有成,柱,坏,空,会变化,为什么会变呢? 那,是时,为时所变,时是什么? 是分别执着,因为你有。 分别执着,它就起变化,你离开一切分别执着,没有。 变化,只现相而不变化,所以那个的法界叫一真法界。 起变化的我们叫它时法界,时法界就是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就是时法界,这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变出来。 是百界千如。 百界千如是法华经上所说,智者大。 诗将其展开,法华经里说时如是,如是。 的意思,就是这样。 如是相,我们六根所接触的一切。 静界相,就是这样。 相从那里来,为心所现,为时所。 变。 如是姓,姓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在那里。 相九。 是姓,姓就是相,离开相找不到本性,就好向我们做。 梦一样,梦中的境界相,就是自己做梦的心,心已经。 变成梦境了,梦境就是能做梦的心,心竟是亦不是耳。 性在那里。 静界就是心,我们的真如本性在那里呢? 六根接触这个境界相,原来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 你几时能真正肯定了,一点不怀疑了,那你就明心见。 性了,见性就成佛了。 如是体,体我们今天讲的本体。 如是力,力是能力。 像他都有能力,有能力他。 起作用。 如是作,如是因,如是元,如是果,如是报。 如是本末究竟,这是佛在《华言经》上用了十句。 把宇宙万有真相说出来,天台大师将其一展开成为百。 戒千如,这百戒千如是解释宇宙人生的真相,义是。 新经上讲的色不易空,空不易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一切经论里所说的言词不同,但是一理完。 全是相同的,却确实实是理事的实相。 下面一段要跟诸位解释,要比较深入的探讨,能现。 得是心之本体,是我们的真心,能变得是心的。 得用,心之本体是战绩佛在经上常用这二个字来。 形容。 像水,非常清净,一尘不染,即是不动。 一点波浪都没有,你看这水又平静又清净,一尘不染。 像一面镜子,比喻我们每个人的真心就是这样,你。 的心本来是干净的,没有污染,本来是不动的。 现在。 我们的心七上八下,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这个心坏了。 这心是不是真坏了呢? 如真的坏了,则心就不能说。 是真心了,叫忘心了。 一点都没有错,现在坏了的是。 忘心,不是真心,真心没有坏,忘心是盖在真心的上。 面,忘心在起作用,真心不起作用,这就叫凡夫。 诸。 佛菩萨将忘心去掉了,真心起作用,真心的作用像一。 面镜子一样,把外面镜介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所以叫照见,我们在心经里看到观自在菩萨,九。 是观世音菩萨,他观察宇宙人生与我们不一样,他是。 照见五蕴运皆空,把宇宙真相照见了,所以他离一切苦。 的大自在,我们今天对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一无所知。 迷惑颠倒,胡作忘卫,这才制造一些无谓的苦难,所。 以佛称我们叫可怜悯者,真可怜哪。 假如这苦难是真的,那不能说可怜,没有苦难偏偏找来的苦难,叫可怜。 譬如说晚上做梦,天天晚上做噩梦,吓得一身冷。 汗,大叫而惊醒,这个很可怜哪。 这不是外面的事情。 逼迫,是自己变现,自己制造的,这才叫可怜。 能现能变都是无香的,到所现所变就有香了,所以心。 肢体用是真正的因,这是信德,是真的因,到所现所。 便,这就是原,我们讲的修得原是修得,因是信德。 六祖大师说,和其自信,本来具足,本来具足的。 是信德,修得呢? 就看你如何修了。 使法界统统是我。 门修得的,使法界的因,我们各个具足,就看我们怎。 摩修,所以这是无不香,无不像是有像。 所现所变的。 就是使法界里一正庄严,一是活动的空间环境,正报。 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有身体,有活动的环境。 假如你。 觉悟了,这法界是一真,一级是十,十级是一。 一真法界。 如果要是迷了,那就会有佛,有菩萨。 有地狱,有天堂,迷了才有,悟了就没有。 勇家禅。 诗讲得很好,绝后空空无大千,大千世界就是六。 到轮回,觉悟以后就没有六道轮回了,所以他讲梦。 理明明有六趣,梦里是弥哪。 弥的时候明明有六道。 轮回,悟了之后没有了,悟了之后绝后空空无大千。 由此可知佛法所讲求的就是弥,悟,破弥开。 悟这才真正离苦得了。 人一定要觉悟,故修行的三大。 刚领昨天跟诸位报告过了,第一个是绝而不迷。 第二是震而不邪,第三是静而不染。 新地药。 清静,决定不受污染,这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悟了就。 是一真法界,绝了不耳。 法界,一真法界也好,实法。 戒也好,这是属于果报,修德有功,信德就完全显露。 了。 所以偶艺大师在注解里给我们说, 记照不耳。 生土不耳,信修不耳,真应不耳这些话统统讲得理。 是的真相,希望同修们要细心去研究。 我这是很不得已用研究这二个字,如果用参究。 二字,怕大家又听不懂了。 实在说是要参究,不能。 研究,研究是用分别心,参究不用分别执着那叫参究。 参究才能得真相,研究用心意识,就是分别执着。 是永远得不到真相。 换言之,一个是用清净心,就是。 参究一个是用不清净心,有成见有分别,有执着。 这个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的心是研究。 研究。 不清净,参是清净的,这是名词的含义,多少要辨别清楚。 知道这原理,就可知道佛在心中,本师释迦牟尼。 佛在心中,阿弥陀佛也在心中,就好像做梦一样,我。 梦到很多佛,都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不是心外佛。 跑到我们梦里面来的,没有这个道理。 佛在心中,所。 已称为自信弥陀,既然有自信弥陀了,那么本师释迦。 慕尼佛是不是自信释迦呢? 观世音菩萨,大是智菩萨。 是不是自信观音,自信释智呢? 没有错,一点都不。 错。 连坐在我对面的羊钉图团长,有是自信羊钉图。 也不是外面的。 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那一切法就是自信啊,离开自信,没有一法可得。 诸位要从这里体认,才晓得整个宇宙众生与我们的观。 系多密切,比一家人还要亲,还要密切,怎么会打架? 呢? 怎么有冲突呢? 这一有冲突打架就是迷惑颠倒。 迷在那里。 迷了自信。 佛在心中,上帝也在心中,我们与别的宗教不打架。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是自信上帝,这怎么会打架呢? 天堂在心中,地狱也在心中,我,人,诸法亦在心中。 没有一法不在心中,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依据这个理。 论,来给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一点都不假。 底下是华言经上两句话,应观法界信,一切为。 心造。 理具的,就是理里面本来具足的,就是六足。 所说的,本来具足。 是造的,也是六足所讲的。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它能生哪? 一切万法是自信。 深的。 今天在这个法门,这是无比殊胜第一法门,一巨难。 无阿弥陀佛,一念心中圆满具足,故知此念佛法门。 不可思议,此一念心把整个法界全体都包括了。 一法都不漏,所以你们讲修行用什么法门还用得着考。 绿吗? 一切法都不离这一句六字鸿明,这一句六字鸿。 明涵盖一切万法。 所以下偶异大师说。 五偶异大师云,是故具体,体就是自信,九。 是自己的清净心。 做一做正,一是一报,正是正。 报。 做法做报,法是法身,报是报身,佛菩萨的。 做自作他,自己与别人,都是自信变现出。 来的。 乃至能说所说,能说的,释迦牟尼佛,所。 说的这一本阿弥陀经。 能度所度,能度的是。 这一句万德鸿明,所度的是九法界的众生。 能信所。 信,能信是指我们的信心,所信的是佛在经上所讲。 的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 能愿所愿,我们自己。 发真正的大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与阿弥陀佛四十。 八愿普度众生,愿愿相应。 能持所持能持是身口。 一三页。 身每天礼拜阿弥陀佛,口称念阿弥陀佛,心。 理想阿弥陀佛,这是身口一三页。 所持的是一句万德。 鸿明。 能身所身,讲西方世界四土三倍九品。 能赞所赞,能赞的前面介绍过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所赞的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这也把尽虚空变法界。 是法,佛法全包括了,一样不漏。 无非实相正。 应之所应也实相正应就是真如本性,统统是性得所。 变现。 六无生论云,净土生无生论理说法界圆容体。 做我一念心,我今念佛心,全体及法界。 这两句话。 很重要,许多念佛人不知道,我们今天念佛这个心。 就是整个虚空法界,才知道念佛是无比殊胜。 答词。 这,答是通答,明了,明答词道理,晓得是实真相。 由持明念佛,而误入识相也,误入识相就是明。 心见性,就是见性成佛,所以用不着参禅,用不着言。 教,也用不着念咒,就用一句名号就能正的自信,所。 的成就绝对超过任何一种修学方法,所以一切诸佛才。 赞叹。 这是把性质简单介绍给出来,我们再看宗旨,性质小。 得了,知道它的好处,我们能够信得过,但是要如何? 修法。 宗旨就是教我们修法。 二宗旨是教我们如何修法,以性,愿,行三要位。 修法,这是一念圆满具足,并无想,修学净土的纲领。 就在这一小段。 第一个是讲性,性愿行,修习净土要。 具足这三个条件。 一性。 我们一般同修们常说,我们性佛啦。 真的。 性吗? 未必,自己以为性了,其实是不性,不知道。 性字的定义,性这个字的标准,我们有没有达到。 偶义大师给我们讲了六个字,这六个字就是性的标准。 第一要性字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佛法与宗教不。 一样,宗教要讲性。 我有一次在美国遇到一个基督教。 徒,他来拜访问我,他知道我们是修净土的,他说佛。 教的净土宗与基督教很接近,我说怎么接近法呢? 他。 说我们都是建立在信心上,你们要信阿弥陀佛。 我们要信上帝。 我,告诉他,你弄错啦。 不一样的,他。 说怎么样不一样呢? 我说你们第一个要信上帝,是不? 是。 他说是的。 我说我们第一个要信自已,这个完全。 不一样。 我们第一个要信自已。 信自已本来是佛,信。 自已依照此法门修学决定成佛,你要信自己,如不信。 自己,佛也帮不上忙,所以与宗教不一样,宗教是不。 信自己可以,一定要信上帝,信自己没有用处,信上帝才有用处,佛法是信自己才有用处,第一个要信自。 即,信自己绝对能成佛,佛也是人修成的,所以要相。 信自己,这一生决定可以往生,相信自己念佛一定可。 以念道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对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对自己如果没有信心,诸佛菩萨来救都救不了你,这。 一定是要搞清楚的,故佛称为无一道人。 我们学佛的。 人一个个都可以顶天立地,我们靠谁呢? 靠自己,此。 法门虽然为二立法门,还有佛可靠,但首先第一个要。 靠自己。 第二才信他。 他是什么? 他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 佛,他不会骗我,他讲的句句是真话,我们依照他。 的教训去做,我们绝对能够恢复自己的自信,决定自。 即也像他一样成佛作祖。 第三要信因,第四要信果。 要信因果,世间的事同统。 有因有果,人要真正信因果,心就清净,为什么呢? 不会打妄想,为什么不会打妄想? 因为知道怎么想都。 是空的,都不会变成事实,你这一年赚多少钱,再设。 会上达到什么地位,你家庭的生活状况,是命理注定。 的。 我教同修们,在新加坡,过去对你们一再也劝导。 过,学佛最好首先将了凡似训练三百遍,何故呢? 因为你相信因果了。 相信因果的人有福,真正有福。 心定了,不会去攀缘,不会非奋求取。 一饮一琢磨。 非前定,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众生畏惧果报。 果报来了逃得掉吗? 逃不掉。 我们要想好的果报,不。 要坏的果报,那你就要去种好因,修善因,不要去造。 恶,你就可以免掉不好的果报,这是因果的道理,因。 果的事实,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 这里讲的因果与事。 奸善恶因果又不同,不同在那里。 这里因果是第一书。 圣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我们念这句难无阿。 弥陀佛,一心称念,要知道这是我们一生中第一桩。 大事,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都在六稿道轮回,这。 个很可怜,太苦了。 无法超越。 这一生中机会难得。 我们得到了,遇到这个法门,只要相信,只要真正愿。 一修学,一定在这一生永托轮回,往生不退成佛,的。 这样殊胜的果报。 实实在在讲,十方世界一切菩萨们。 想求也求不到,我们今天无意中遇到了,遇到了要真。 惜他,要宝贵他,我们才能成就,才不至于辜负他。 这是因果奖的殊胜圆满。 第五要姓氏,第六要姓李。 事者事相,信了就会承认。 为什么呢? 一切现象会有理,理明白了,事也看清。 除了,换言之,无论是顺境逆境,心地坦然除之,没。 有恐惧,忧虑,顺境不必说,逆境是逆来顺受,他也。 过得自在快乐,也不会看作他是苦了。 为什么呢? 果。 暴如是,人家环境好也不羡慕,知道他种的好阴,阴。 当有此收获,果报,这些理语是弄清楚了。 然后再看。 西方极乐的是,他确实有理论依据,这个理,是一定。 要细细去研究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把西方极乐世界的事实,理论都讲得非常清楚,明白,我们对。 那世界认识清楚不怀疑了,想想我们自己想求生净土。 也不怀疑了,信心坚定了,这信心一坚定,自己就好。 像我有把握往生了。 确实有把握,确实的深。 这次给诸位讲要解大意,实在就是无量寿经的补。 充说明,也是无量寿经经要的重述,那么这是真。 正的性,必须要具备这六种性才是真正的性,才是三。 资量的标准。 二愿,愿者发愿,也是世间人讲的励志,我们者。 一生在世间有一个方向,目标,人一生中有他生活的。 方向,目标这个人一定会很快乐,如果这个人生活在。 这个世间,一生当中没有方向,目标,不知道怎么活。 的日子一天天糊里糊涂过下去,这很痛苦啊。 这很。 重要。 所以从佛经上反过来看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 会看得更清楚,更明白,得得受用就多,人不可以没。 有志向。 志向就是一生生活的目标和方向,立志之后。 就不能更改,你的志愿才能达到,常常改变就坏了。 将来一定一事无成,所以志愿立定之后,就决定不改。 进宗法门的大愿就是要宴离娑婆,心求极乐。 对。 我们现在的世间,决定不能留恋,世间的生活环境在。 好,再美满,再幸福,要觉悟,那是短暂的,没有急。 年好过的,寿命到了一样也带不去。 正是古德所说。 万般将不去,唯有夜随身所以世界不是真实的。 是短暂的,短暂就是苦,纵然你这一生过得再幸福。 快乐,美满,寿命到了一切带不走,称之为坏苦,是。 无常的,这个很可怕,所以要有高度的警觉心,我们。 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为时。 魔。 西方极乐世界,寿命长,是无量寿,大家读了无。 量寿经之道啊。 我们在此世间,每人都希望很美丽。 很年轻,不要衰老,这世间求不到,去西方极乐世。 戒统统得到了,西方世界的人永远不老,不生病,永。 远是那么样的美丽,佛法讲庄严,我们通常讲三十二。 相,八十众好,那是讲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美。 男子那。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比释迦牟尼佛那美的。 太多,不能比那。 带经上赞叹的,佛有无量相,相。 有无量好,不是三十二相八十众好,所以你要想自己。 相貌好,永远不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统统得到。 了,那才叫真实,必须以无量寿才叫真实,所以我们。 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西方极乐世界人生,真是精。 刚不坏之体,清虚之身,无极之体,永远不会衰老。 永远不会改变,不但西方极乐世界,人永远不会衰老。 植物也不会枯竭,花也不泄掉,那才奇妙,它哪里。 是真常不变化,不像此的变化很大,我们是无常,它。 我们是真常。 所以你要是把这事实搞清楚了,那我们就。 小什么事情最大,什么事情最重要,是往生西方极乐。 世界。 如何你呢? 要一心一意持念难无阿弥陀佛。 一切时,一切处,千万不要断,一中断就胡思乱。 想,就是制造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胡思乱想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是一心念阿弥陀佛来的,这事实要搞清楚。 所以佛号不能中断,也不能夹杂,要以清净心一。 心一意的称念。 我们要发此愿,将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弄得很清楚。 三行,就是念佛,支持佛号,一心不乱,一心一。 意念此佛号,其余一切事情随缘,不要去攀缘。 不但。 自以生活要随缘,不攀缘,为了佛法,即使是为弘法。 立身,也要随缘不能攀缘,此事之道的人不多,弘扬。 佛法本是好事,到处劝人募捐,建立道场,大家公认。 是应该做的好事情,我在年轻时也认为是好事情,结。 果我老师告诉我,这不是好事情,何故呢? 第一你心。 不清静,第二破坏了佛教形象,佛教形象是觉,整。 静,被破坏后便沉迷,邪,染,你做了好事。 吗? 结果没有做好事,还是不信因果报应,虚妄再造。 做,所以我们要明白。 好事,古时候旁居士告诉我们。 好事不如无事,无事心清净了,这句阿弥陀佛。 决定往生净土,这是最好的事情。 多做善事来弘扬。 佛法,等于是多做了一些善事,来生人再搞六道轮回。 如果做的不如法还会堕三恶道,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弘法立身还要堕三恶道,自古以来见得太多。 了,为什么呢? 不如法,弘法立身里面求自己的名文。 力养,增长自己的贪甜吃慢,当然堕三恶道。 因此诸。 为同修要牢牢记住,随缘不攀缘,决定保持自己心底。 清净光明,不受一丝毫染污,这样的好事来了,我们。 才做。 譬如我们要见到厂,有人送钱来,要我们见到。 厂,我们不能不做,没有人送来就不做,要到外面化。 缘,请人家捐钱是不可以的,人家主动送来了,那这。 个不做不行,没有人送来,决定不能问人要钱来做。 我的心就不清净了,人家送来我没有问他要,我心还。 是清净的,这一点希望同修们要记住,要不要做好事。 要做。 但再不妨害清净心,绝不攀缘,随喜功德。 恒顺众生,有一分钱做一分钱的事,有一块钱做一块。 钱的事情,绝不勉强,做得自在快乐,心安理的,这。 让一生过日子,就在世间内固然会老,老得慢,长保。 青春,这是养生之道,心长保清净就是养生之道。 一。 心仪一直持名号,这才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庄要紧的。 大事。 四连持大师云,这事而念能相继,不需入品之。 公,品是酒品,执着是执着六字鸿鸣,一句句的念。 念念相继而不中断,此人决定往生。 我这次来之前,还不到两个星期,南投有位老法师,也不出名,很。 少人认识他,八十六岁,念佛往生,欲知实质。 童主。 有位官员法师,今年七十岁,过年他来看我告诉我词。 是,是东北人,他人非常厚道老实,平常做些金颤佛。 是哪点单经过日子,生活辛苦,仍很守本分,过年来。 送来十万元,真是难得,不容易,他要存积好几年才。 得此数,来拜托我为他做些好事,我说你要做什么好。 是呢? 他要印金买录音贷流通,我为他换成美金送额。 千元去大陆,在大陆买录音贷在大陆流通,他是北方。 人,北方的佛教比较缺乏,我说你应该要报本,对家。 相父老要存报恩心,将佛法传到北方去,准备在大陆。 印无量寿经,在大陆印,在内地流通,不必要批。 准,也不必要运费就方便多了,我请个朋友带到大陆。 替他做去,非常之难得。 他告诉我他的同餐八十六。 所以,就是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临走时生了小病。 但是没有痛苦,病了十多天,走之前,将寺庙大众医。 各个请来告假,非常感谢,因为他年老,平日常被他。 门照顾,对他们非常感激。 还请了主持当家来,向他。 门道谢,谢完后当天晚上就往生了。 官员法师说,这。 为老法师念佛拿念珠,不是像我们念一身阿弥陀佛。 拨一颗珠,它是一把一把拉的,我说这没有关系。 一颗波的也可以,是一把波也可以,总而言之,只要。 静念相继就一定往生,他欲知实质,非常难得,这是。 最近往生的,你看真正往生的法师,都是很老实的。 没有钱的,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妙的,在人家挂单。 看人家脸色过日子的,他真能往生,做当家,做住持。 的反而不能往生。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自己要。 要小心谨慎。 直理而心识未明,反受落空之祸。 这就是讲,执着是老实念能往生,道理不懂没有关系。 像刚才讲的老法师他往生了,他不懂理,弥陀经。 什么意思他不知道,无量寿经也没有念过,他。 就是一句名号他真往生,真正通达道理不肯念佛不能。 往生,讲经说法也不能往生,只是修佛,与往生不相干。 所以往生一定要念佛,不念佛就不能往生,这很重要。 这一段是讲修行,这法门修学的三大要领之一。 这三个条件,缺义都不可,一定要相信,要发愿。 要认真念佛。 三得用就是他的利益,他的得好处,此经以往生畏。 公,以不退位德。 他的作用是能够帮助我们升到西方。 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世界修行最大的因难,就是退多。 尽少,会退步,十方世界修行与我们这世界差不多。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看到阿蛇王子与五百长者,佛。 告诉我们,他们在过去身中,驻菩萨道,可见过去身。 中曾经当过菩萨,这一身做王子,做长者,从菩萨退。 下来了,退转了,不但退转了,前身的事都不知道。 有退转,有隔音之谜,他们驻菩萨道曾经供养四百亿。 佛,还有退转,还有隔音之谜,你就想想这是多可怕。 的是,现在佛告诉我们,唯有西方世界永远不退转。 永远没有隔音之谜,故意伸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 能力都恢复,我们多生多劫的事情,统统都能知道。 都能记得起来,不但能记得起来,而且都能见到,能。 回忆到,生生世世的事情都能回忆到,这是西方世界的好处。 以极乐世界有四土,各论九品。 这四土再大。 经理给各位报告过,有凡圣同居土,方便有鱼土,十。 爆装盐土,长寄光土。 实在说每一个佛世界都有四土。 但四土不在一起,像我们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娑婆。 世界凡圣同居土,我们相处的都是凡夫,我们这世界。 有没有圣人? 有,虽有圣人,我们不易见到,圣人太。 少了,不容易要见到菩萨,罗汉都有,甚至我们见到。 面也不认识,这很苦恼的事,佛菩萨也不会告诉你。 我是什么佛菩萨在来的? 现在有哦。 有不少人说我是。 什么佛再来,什么菩萨再来,那些靠不住,那是假的。 因为自古以来有一个例子,他说出他的身份他立即。 走了,那是真的,说出还不走那是假的,说出了就走。 了这是真的,像弥勒菩萨就是不带和尚, 在宋朝时出。 现,他是在灵终时自己说出他是弥勒菩萨再来,说完。 就走了,大家没有话说。 这是自古以来,不会改变的。 例子,没有一个说出了还不走的,没这个道理,那绝。 定是骗人的。 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九品在一起,这非常特殊,所以我们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观音菩萨。 普贤菩萨,文书菩萨,他们住的是十堡庄严土,上。 上品,可是我们一道西方极乐世界,可以手拉手,排。 排座,是别的世界没有的,他四土九品在一起,生活。 在一起,所以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和诸上善人。 住在一起,这样就不会退转了,天天与大菩萨在一起。 他们照顾我们,怎会退转,怎会有隔音之谜呢? 那,理事实法界中修学最殊胜的环境。 我们再没有成就以。 前,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关系非常大,一切学佛环境是。 以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最好,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修行。 故说戴业易得,消业易得。 这一段是因为在前些。 年有一些人查佛经,说佛经里没有讲戴业往生,只说。 消业往生,所以他们主张消业才能往生,戴业不能往。 生,修净土的人起了非常大的震撼,连美国周宣德老。 居士,周老居士在台中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的,也。 是专修净土,老实念佛的。 纽约的沈家增居士都震动。 了,都恐惧了,说我们戴业不能往生,那我们念了这。 摩多年,那没有指望了,不一切都完了吗? 非常沮丧。 我到洛杉矶,老居士在飞机场迎接我,见了面第一。 句话就问,怎么办? 戴业不能往生,我告诉他。 戴业往生虽然经上没有这字样,西方极乐世界伺图。 三倍九品有没有? 他说,有,无量寿经上有。 观无量寿经上有,是佛说的没有错,我就问。 他,我说,假如不带业,那来的四吐三倍九品呢? 他一听就扔住了。 四吐三倍九品是带业带的多少啊? 带的少品位高,带的多品位低,如果不带业就是品。 等的,不可能有四吐三倍九品。 他听我说后点头认。 未有道理。 我说,如果真的不带业,消带往生,西方世界不要去了。 他问为什么呢? 我说,只有阿。 弥陀佛一个人了,只有他一人不带业吗?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大士智菩萨士等觉菩萨,他们。 还带一品生香无名,那是不是业? 他说,是带业。 连观音菩萨、文殊、普贤都要带业,他带的最少。 所以他品位最高。 如果都不带业,他们都不要去了。 西方极乐世界只剩阿弥陀佛一个人,你还去干什么? 他笑了,这问题就解决了。 诸位同修要知道,佛虽。 然没有说带业,说了四土三贝九品,那就是明明告诉。 你是带业往生的,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到十报庄严土。 上上品,统统带业,没有不带业的,可是那个讲销业。 得人在美国势力很大,我们不愿得罪他,得罪他不好。 热,免得红法有障碍,所以我认为他讲销业也有道理。 是要叫你多销一点,可以少带一点,到西方极乐是。 戒品位可高一点,也是不错的。 戴业说是莲池大。 诗,偶艺大师古大德的解释,旨在令人发心求生。 人人有份。 却实尽宗法门是三根仆辈,力顿全收。 人人有份。 消夜说,只是在令人精进修学,增上品。 为。 所以说,消夜说说得很好,戴业说,也说得很。 好,没有冲突。 二戴业身同居净土,正位不退,皆与不处聚。 一皆一身必补佛处。 这是说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一身成佛,故此法门是当身成就的佛法。 这句。 画台中李老师提出来的,但是当身成就,究竟是什么? 样的成就呢? 没有说清楚,我在此的补充,这成就。 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就是我们现在这一身就能震的无。 上震等震觉,我们就能震的与阿弥陀佛完全相等。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才去。 没有死呀。 就像刚才讲最近往生的老法师,八十岁。 他到处给人慈行,到处感谢你们照顾,他要走了,说。 的清楚,头脑清楚,没死呀。 活着告诉你,统统感谢。 完了,他走了,活着走的,没有死呀。 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西方极乐世界。 借旧无量寿,你看这不是一身成就吗? 经过一次生死。 那是二世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世不是二世,凡是。 往生的人都没有死呀,死了就不能往生,就搞六道轮。 回了,那能再往生,往生是不死的法门,故此法门是。 当生成就,究竟圆满的成就,真正不可思议,任何法。 门你到那去找去。 你找不到的。 三上善一处,是身同居,即以横身上三土,一。 身不处,是魏不退,即以元正三不退,如私利用,乃千。 今万论所未曾有。 这是真的,句句实话,上善。 是指什么人呢? 是指等觉菩萨,西方世界的等觉菩萨。 太多太多了,等觉菩萨就是后补佛,我们这世界的。 后补佛弥勒菩萨,他在哪里呢? 他住在兜律内院,他。 天天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上班,他办公在西方极乐世界。 戒,也说明他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时间多,在自已加十。 尖少,你们看无量寿经就知道了,所以十方世界。 得后补佛,统统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不可思议。 我们,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与他们天天在一起,这多幸。 运,所以生同居土及恒生上三土方便土里的阿。 罗汉,十报土里的菩萨,统统聚会在一处,每天生活。 在一起,一生一切生。 一生不处就是说为不退就。 原正三不退了,身西方极乐世界才是为不退,但是行。 不退,念不退统统同时得到,这不可思议。 这平常讲。 为不退,小圣事须佗还,出果才正得。 行不退菩萨才。 正得,不会再退到小城。 念不退是要法身大事才正的。 别叫世出的菩萨才正的,但我们凡夫念佛往生净土。 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三不退也同时正得。 所以如私利用,像这样的势力,这样的作用。 千经万论佛没有这样说,千经万论里没有的,所以。 偶异大师感慨地说,宗教之事,如何福思? 宗士。 宗门,修禅的,教,是学教的,向天台,弦首,法乡。 三论,你们为何不多想呢? 想明白了,一切放下了。 实念佛,这是我们真正在一生中可以得到的,参禅言。 教,一生当中未必能成就,这法门是确实能成就的。 四,教相教是教学,像是仪式形象,这一个法门叫。 学的形象是大臣圆顿三根仆被。 一大臣菩萨社,本经在一切经里分类,它是。 属大臣法,是属于菩萨法,不是小臣人修学的,在识。 二分教理就是佛讲经的方式,是属于无问自说。 这世世尊彻底大词之所加持,能令末法多障有情依。 司径登不退,此经世世尊彻底的悲心,不同于讲其。 他一切法门,甚至这种悲心恐到了极处,还在无量。 受经之上,为什么呢? 因为无量受经还有啊。 男尊者起请,弥勒菩萨起请才说,是有人请才说的。 这法门没有人请佛自己说的,无问自说这才是真。 正彻底的大慈大悲,佛说出这不经是普遍加持一切重。 身,我们将此经念一遍,就是佛给我们加持一次,如。 果用密宗话来讲,此经念一遍,就是诸佛如来给我们。 灌顶一次,这是诸位同修一定要知道的,他的功德。 他的好处,是能叫末法多障,就是我们现在有情依。 撕进登不退。 我们现在多障,染污可说到了最严重。 的时候,我过去读经读到五浊二世,念念就过去了。 没有很深的感触,现在念此经文感触甚深,浊世染污。 我们今天看世界的人,心里的染污,精神的染污。 身里的染污,那里像正常的人,不像正常人,这太苦。 太可怜了,这是浊娜。 饿是造恶业,身造沙道淫,习以为常,以为这是正常。 你,不造沙道淫,你看。 这是什么年头? 什么世界? 口望语,饿舌,饿口,起语,也是习以为常,心事。 贪甜吃,造十二叶,如果不造十二叶,他看这个人说。 神经有问题,不正常,这是我现在读此经语从前的感。 处不一样的地方,着恶到了极处。 多障友情,这。 这样的染着还能得救,就不可思议了,什么方法可以得救呢? 这个法门能得救,从此的来看这法门,真是书。 甚无比,真正是诸佛如来彻底的慈悲救度这些苦难众。 深,说老实话,除此没有任何法门能够救得了我们。 你想想我们这个染着,天天造恶业,怎么办呢? 而且,他的功德不仅令我们得救,还是彻底的救拔,令我们。 永离六道,一身圆满成佛,这利益,功德,好处何处? 找啊! 如错过机会,你这一生再也找不到,生生世世。 也找不到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就这向清朝捧击。 清居士讲,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 我们今天,遇到了。 二方便门中,求其至直截。 至世到了极。 处,所有一切方便门里要想一个最直截的,最圆满的。 最快速的,顿及快速,顿超。 莫若念佛求生。 净土。 就是这一门,念佛法门,求其最简易最稳。 当的,莫若信,愿,专持名号。 这是将此法门为我。 门显示的清楚明白,所有法门内最直截圆满快速的。 是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的修学有持名念佛,观想念佛。 观相念佛,实相念佛等各种不同修行的方法,但锁。 有方法理最简单,容易,稳当,靠得住的就是信、愿。 持名,是弥陀经理教给我们的方法,无量寿。 经理教给我们的方法,都是讲一项专念阿弥陀佛。 三偶艺大师特别开导我们提示我们,华言傲藏。 华言是大方广佛华言经,奥是奥妙之处。 藏是寒藏在内,不轻易被人看出来的,奥秘的。 宝藏。 法华密碎妙法莲华经的精髓。 一切。 诸佛心药,十方三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心药,菩萨。 万行思南,菩萨所修六度万行只归皆不出于此意。 都不超出这本经,故它是华言经的奥藏。 法华经的精华,是一切诸佛所说一切经典的心药。 心药就是心经。 此阿弥陀经是一切诸佛如来。 所讲一切佛法的忠心,所有菩萨修行的指南,不修学。 此法门不能圆成佛道。 这是华言经说的,欲广探数。 穷劫莫尽,智者自当知之。 如果要详细解释介绍。 即赞叹,穷劫都称叹不尽。 一个有智慧的人,真正聪。 明的,要多想想,应当要晓得,要明了。 那么回过头。 来,我们再看,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实在是罪业。 深重,不遇到此法门,纵然修一点福报,人天中享受。 都难,为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把握来生还能得人生? 呢? 来生再得人生的条件,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定。 要修五戒十善。 五戒十善我们为自己打个分数。 能不能达到七、八十分? 五戒十善每一条都可以达到。 七、八十分,来生还的人生,如果六十分都不够,来。 生就去了三图,这怎么得了? 我们自己凭着良心给自。 几大分数,几个人五戒十善够的上七,八十分的标准。 如此一想,人天是没有份了,修得福报,福是有。 到那去想。 在三恶道中想,此三恶道中,地狱道是无。 福可想,都去受罪,畜生到有福,你看富贵人家养的。 宠物它享福,你愿意做宠物吗? 不愿也不行啊。 你早。 得那个夜,应当要去受果报,就变成这个了,我们在。 美国看到人家养的小猫、小狗,照顾的真是无为不至。 死了以后还送到动物公墓里面安葬,主人有的时候。 经过,还在他的墓地前面插个花,纪念纪念,宠物呢。 是畜生到里头的福报。 鬼道里的福报就做土地公。 成皇爷,千岁鬼王一类,到初一,十五有很多人去拜。 去供养,鬼道里面的福报。 一身修福,到处身道,道。 鬼道想,太可怜了。 如果我们不愿这样干,那你就得。 认真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恶道的福布。 想,人天的福报也不想,这才是真正聪明人,真正有智慧的人。 要讲到究竟方便。 这四字做标准,是加木尼佛寺。 十九年所讲的一切经,唯独这一部是究竟方便,何故? 哪? 像华言,法华是究竟,但不方便,不容易修学。 像一些小城经典,方等经典是方便,容易修学,但不。 能成菩萨,不能成佛,不能保证你一生可以证得三部。 退,所以方便不究竟,故在一切经理,你究竟的就不。 方便,方便的却不究竟,如果说既究竟又方便只有这。 一部,值得我们珍惜。 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 自古以来,许多祖师大德,他们在以前,实在讲。 涉猎非常多,如莲池大师,偶艺大师,是我们最尊敬。 的,他们在年轻时,通宗通教,到晚年时,全部舍弃。 了,就一句阿弥陀佛,为什么呢? 到晚年才真正识获。 真正认识了究竟方便唯独这一部,所以才放下万元。 连佛法也放下,这一部就成就了,所以莲池大师在。 晚年说,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物他老人家就是一。 不阿弥陀经,一声阿弥陀佛。 他念四个字,不念。 六个字,四个字比六个字简单容易, 弥陀经上讲指词。 名号,名号只有四个号字, 南无是恭敬的意思。 是归一的意思,那是加上去的, 莲池大师教给别人念。 南无阿弥陀佛,自己念阿弥陀佛不念南无。 有人问为何你自己念的与教别人念的不同,他说。 我自己这一生决定往生净土,所有一切客气的统。 统去掉了,不必客气了。 我劝别人,他未必发愿求生。 净土,他对世界还留恋,还舍不得去,加各南无。 与阿弥陀佛结各法缘,是恭敬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 佛,归依阿弥陀佛,还不想去见阿弥陀佛,所以加南无二字。 所以同修们如果下了决定心,一定要往生。 南无也可以不要了,也不用客气了,如果还不。 想去,这个南无一定要加,一定要客气,恭敬一。 点,这有道理,这有礼貌,这个才对。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明天呢?我们就入经文了。 阿弥陀佛今要解研习报告第五、六卷新加坡党名。 比一年八月至五月六日。请翻开经本第二十三页,看第二讲。 在这一讲里面要。跟大家介绍经续的启示。 佛经同修们听多了都知道。 经开三分续分,正宗分,流通分,我们先说续分。 经文我们省略了,经文从如是我闻,一直到。 现在说法就是这一段。 首先我们把这些重要的名词。 术语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二讲经续的启示。 一,是明义。 经文,如是我闻,经现在说法。 以佛经一开端都用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处所。 与那些人聚会,就像开会会议记录一样。 但是会议记。 路上没有如是我闻,佛教加了这一句,这一句的。 用意非常深广,如是是信顺,凡是我们对他相信。 不怀疑了我们就说如是。 我闻是说诗成。 我是阿南尊者自称,是尊当年在世,只是口述一。 切经法,并无有写成文字流传后世,经典之由来,是。 佛灭度之后,佛的学生们将从前老师所说的教训,打。 加集合在一起,以开会方式把它结集起来,再写成书。 本,流传给后世成之为佛经,最初主持集结的人是阿。 南尊者,阿南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跟随佛陀的时间。 最久,可说是朝夕不离,佛一生所讲的经,阿南都曾。 听过,他在同学中是以多文著称,称之为多文第一。 同时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这是一个特殊天才,他听。 过一次之后就可永远不忘,他有此能力,故请他将佛。 当年在世所讲的一切经,重复讲一遍,大家同学来做。 证明,证明,证明他讲的没错,确实佛是如此说,这才记录。 下来。 经典的来源。 所以我文就阿南自称亲自听。 佛所说的,不是传文,可取信于大众。 一时是表迹感,经上说的一时并没有记载年。 月日,因为那时印度这个国家没有统一,与我们周朝。 一样,于是每一地区,部落所用的立法不相同,佛讲。 今不是在一处,在许多国家及都会,要是记年月日时。 确实不方便,何况年月日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 师资道合,就是老师与学生同心同德,这才重要,故。 一时标准的说法是基感相应,学生有感,老师有。 应,感应道教,称之为一时,非常恰当。 佛。 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是说法主,也是我们今天所讲主。 讲人。 舍卫国指数给孤独原是讲堂所在处,佛在。 此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讲过不少经典,这是讲处。 所。 舍利福这些人是属于听众。 这是简单吧。 六种成就给诸位说出来。 下面还要将这一丝详细深入。 做一报告。 二如是偶艺大师在注解里告诉我们石香庙里。 古今不变名儒,儒者时为不变,永远不变,用现。 代话讲,是超越时空,超越时间。 古今不变,超越空间。 中外不变,在中国外国,此里都讲得通,甚至在地球。 外太空,他方星球上也讲得通,也不会变,这才是。 真正的真理,真理实相妙理,实是真实,此极。 如。 一石香里,根据此道理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约是。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佛给我们讲。 这一部经,为我们说此法门,它确实有真理的依据。 依据此理告诉我们念佛求生西方阿弥陀佛的净土,决。 对不会错,这就叫是。 这是如是两字旧本经。 的意思来说。 又万法俱计,一心不乱为如,是心是佛,是心。 做佛为是。 这一说法比前面的意思要广,前面。 是就本经而说,这里是以本宗而说,以净土宗来说。 说得非常好,非常重要。 万法俱计是真实的境界,我。 们凡夫见不到,因这一境界是佛在大臣经里所说的。 一真法界,佛与大菩萨们的生活环境,为何我们见? 不到。 他们的心不乱,是一心,我们是乱心,乱心就。 见不了真实的法界,乱心所见的事实法界。 佛在戴经。 理常告诉我们,静随心转,静者环境。 环境,小的环。 静,我们身上穿的贴身衣服是最近的,大环境是世界。 虚空,整个宇宙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环境是随着心。 再转,心清净,环境就清净,心染污,环境就染污。 佛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仔细去想,越想越有道理。 佛确实没有讲错,句句实话,一心不乱见到真实境界。 一真法界这是如,这是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所见的是妄像,妄心见的是妄像。 是心是佛,佛是什么,学佛的同学总得要搞清楚。 佛就是心,心就是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华言,圆。 绝经上都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怎么本来成佛呢? 因为佛就是心,心即是佛,你有没有心? 你当然。 有心,心就是佛呢。 只可惜现在的心不悟,心迷了。 换句话说,你是迷惑颠倒的佛。 像是迦牟尼佛,阿弥。 佛,他是觉悟了的佛,心地清净,一点染污都没有。 成佛与不成佛的差别在此。 我们这一宗派净土宗。 这一部经典阿弥陀经,他所主张的就是修清。 净心,修一心不乱,只要修到一心不乱,境界就现前。 换言之,一心不乱到了极处就成佛了,正的佛果。 所以说是心是佛,心本来是佛,这一句讲的是性。 得,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就是根据此理而说。 是心做佛是修得,我们迷了,迷了不修,信得就。 透不出来,必须要靠修得有功,信得才能显入。 是。 心做佛,我们今天到此讲堂来是什么心? 是来求做。 佛的心,我们今天的心愿是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 退成佛,我们的心就是做佛的心。 你想做佛就一定成。 佛,问题你是不是真想,真想做佛,你要把其他拉拉。 杂杂统统放下,专心念佛,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 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是是心做佛的意思,这是。 是,是就是决定没错。 从这两句话来看,我们凡。 夫依照这不经典的理论方法来学习,这一生中决定成。 旧,无可怀疑,所以它是属于性成就,建立我们。 坚定的信心,清净的信心,相信我们自己一生中可以。 成佛,决定成佛。 三技遇粮食,师资道和,约以时。 以时,以现。 待遇讲,是机缘,机会,我们确确实实是可以一生成。 佛的,假如没有机会遇不到此经典,没有老师说明。 虽然有资格成佛也成不了,不懂如何修法。 这是机会。 好呢。 遇到老师将成佛的方法教给我们。 老师就是事。 加木尼佛,方法就在这部经典当中,他把这个方法教给我们。 历代的祖师大德,代代相传,今天我们也有机会遇到了。 过去人。 过去人遇到此法门,依照此法修,他们。 已经往生成佛了,我们现在遇到,照此方法修学,我。 我们这一生必定也会像他们一样成就,乃至将来此经典。 流传下去,将来的众生遇到了,依照此法修学,必然。 也能成就。 这叫做一时,能够遇到,遇到后能信。 能怨,能解,能行,能往生。 底下解释佛这个。 字。 四字觉,觉他,觉行圆满,人天大师,明佛。 字觉是不迷,觉他是充满了慈悲,没有慈悲心就不肯。 帮助别人,能帮别人觉悟,修学,这就是觉他,自己。 觉悟后要帮助别人觉悟,这是菩萨。 在佛门里常说。 小臣阿罗汉只有字觉不肯觉他,绝对不是说阿罗汉字。 私自立不肯教化众生,我们要这样说呢? 那真是冤枉。 他还是乐意教化众生的,不过他不主动教化,你去。 找他,他教你,不找他,他不会来找你,所以他仁乡。 当是慈悲的,菩萨就不一样,所以称之为大慈大悲。 待在哪里呢? 你不找他,他会来找你,所以菩萨是主动。 教化众生,阿罗汉是被动的,菩萨虽然自行化他,但。 没有圆满,什么叫圆满呢? 必须自已的妄想执着争断。 尽了,才叫圆满,阿罗汉,菩萨都没有圆满。 但诸位,要知道,在教学中是教学相长,真正得到利益多者是。 教的人,因为在教学中有研究有讨论,就能发现问题。 增长智慧,别人不问不晓得,这一问就明了,智慧。 就现前,故教学相长。 智慧福德圆满了,这就是天。 人师。 到这时自己修行圆满,工作呢? 完全是教化。 众生,所以佛的事业是教化众生。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 世间,是现成到那一天开始,一直到圆寂,没有一天。 休息,每天为大家讲经说法,这是佛的事业,菩萨事。 业也是如此。 这是说法主。 下面呢? 这介绍场地。 舍卫国指数给孤独源。 五舍卫是泛语,因译过来的,译成文物。 现代语是,文者是文化水准很高,这个地方有学。 问者,有道德者,有修行者,有正果者慎重。 五。 是物质生活水准很高,物产理负,实在讲,那这国土。 确实是在当时那个世界,我们今天讲文化经济中心。 佛选择此的讲经说法,这才有影响力,一定要知道。 二大众同文。 移生文属首这些人,经上讲都是比丘,比丘。 是泛语,简单说有三个意思,其第一意是启事。 启者启时未生,出家人无积蓄,不要钱财,生活怎么? 维持。 是启时,每天出去脱波启时,现在泰国小成人。 然如此,习兰也是启时,大乘国家制度废弃了,实在。 说可惜,江卫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内,对这一段有痕。 详细的发挥,他觉得如果真正要佛法兴旺,最好还是。 实行启时制度,见解甚未正确,我很赞成。 出家人有。 学问有道德,生活依赖大众,唯有启时,心地才会真。 正清净,为什么呢? 心里头毫无牵挂,心地清净于道。 就相应了。 第二意识破恶,他情修戒定会,洗灭。 贪甜吃,再尽踪一句佛号就是元修元正。 第三意识。 破魔,魔是魔王,魔王不愿意别人出家,出家呢? 好像他人口减少了,看了很不愿意,不愿意人出家修。 行政果他还想办法来障碍。 魔很多,有天魔,烦恼魔。 五音魔等等,实在说那些魔还不太可怕,最可怕的。 魔,恐怕每个人都脱离不了魔掌,是财色名利。 你们谁能够脱离这四大魔王的掌心,财色名利你脱补。 了,这四大魔王的掌心,则道也不能成就,不容易。 能不受财色名利的诱惑,此人就不是普通人了,这个。 有资格学到,红法利生。 所以我选学生,昨天还有两。 各同修来想跟我出家,说了一大堆的理由,我告诉他。 都不是出家的理由,在家修就好。 出家理由是什么? 呢? 出家是要红法利生,要讲经说法,他说,我,我。 希望讲经说法,我要学那。 我说,好。 从哪学起呢? 首先要背书,我给他这么厚一大本的书,回去背去。 他就吓倒了,这个做不到,那好好在家学吧。 背书目。 得再修静心,那段烦恼,丢掉贪甜吃慢,外部受诱惑。 才有能力将是慕尼佛的事业担负起来,故不可将出。 家当做儿戏。 在国家里做各总统总理是为一国人造福。 很了不起,出家人是为天下一切众生造福,责任大。 得多了,自己愿意担这个担子吗? 这个担子担负起来。 所吃的苦头,比世间所有一切行业所吃的苦还要多。 你愿意吗? 所以要将目标,目的认识清楚。 绝对不。 视而戏,佛门有句俗话地狱门前僧道多,谁堕的。 欲。 都是出家人堕地狱,为何? 出家人为尽本分,内。 为断贪甜吃,外又受诱惑, 道业荒废了,所作所为都。 是罪业,何苦来? 为何不在家修? 在家修行没有此责。 认,度自己。 出家修行责任非常重, 这事一定要清楚。 明了。 故不可随便出家,出家就要传法、弘法、法。 佛陀教育的工作肩负起来。 二,不菩萨居中菩萨排在中间,因为乡不定。 有在家,有出家,不像声闻绝对是出家乡,而且在家。 菩萨多。 中国四大名山,四大菩萨,标榜的四大菩萨。 中指有的藏菩萨县的出家乡,其余观音、文书、普贤。 都是在家乡,在家多,出家少。 不常随故,他们。 自己因为修学有相当程度,可以离开老师,带老师教。 学,故而不常随老师。 表中道故,菩萨排在中间。 也是中道的意思,两边都不偏。 三天人列后,世间相顾,天人都是在家人,在家世。 护法的,所以凡圣品杂固,外护职固,他们是护。 持佛法的,他们列在后面,是道场,佛教事业的支援。 者。 这是排列顺序简单的介绍。 僧家大众中僧众非常重要,因为是传法者。 僧家为。 范育,译成中文称为和合众。 佛法四人就是一团体。 四人以上在一起修行,住在一起遵守基本戒条,为之。 僧团,三个人不能称僧团。 僧团要内修五德,外修六。 和,五德就不必说了,我们先讲要处众,跟四个人在。 一块,大家要相处呢。 要遵守这六个基本的戒条,这。 旧教六合井。 一个和合僧团里有理有事,理同正一。 心不乱无上菩提,说明一个道场是和合众,故所修。 学依据的理论方法要完全相同,不同则会有真论。 井。 土绝对是净土道场,禅宗绝对是禅宗道场,不可能禅。 宗道场还掺杂有几个念佛的,念佛道场还有几个坐禅。 的,这个道场就破坏了,这是不许可的。 所以佛法的。 寺院,可以讲都是专科大学,它是专门的。 同样是井。 土宗,有修观想念佛的,有修持明念佛的,这还不能。 在一起,会有意见。 所以修观想的,完全修观想,修。 持明念佛的,完全是持明,这样才是真正的和合僧团。 这是诸位一定要知道的。 不同的法门我们决定尊重。 但是不能在一块共修,所依据的经典,理论方法统。 统不一样,这是礼合。 在试上试讲痛注的规约。 一定要遵守第一见和统解,见解要相同,见解不。 痛就闹意见,就生烦恼,见解要根据主修的经典,大。 家才能建立共识。 第二戒和同修,戒是守法,团。 体一定要立一个共住的公约,人人遵守,守规局守法。 在小团体里守自已定的法,在大社会里守国家宪法。 国家的法律,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统统要。 遵守,这些全在戒字里,学佛的人一定要守法守。 规局。 第三身和同住,大家住在一个道场,生同。 住。 同住还不是像现在一人住一房间,一人住一间部。 容易成就,这是我讲老实话,为什么呢? 因为在别人。 面前会很规矩装模作样像各样子,房间一关无人见识。 就不晓得成什么样子了,毛病习气全都出来了,所以。 佛法里的常住,大家睡在一起,睡广单通谱。 晚上睡。 在一起一个看着一个,也得规矩老实,这样才能将字。 挤的毛病习气慢慢断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 绝对不是说学佛的人为什么不能舒服一点,一个人。 一个房间,我们学佛的人要断烦恼,断习气,烦恼习。 气太重,那个气断不掉啊。 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来对质。 那。 学校像学生,我们在抗战期间,念书的时候,小。 学,中学都住在学校里,睡通谱,一个大寝室一个老。 师看着,每个学生都乖乖的,睡觉也守规矩啊。 军队。 你看一个班,班长管着,如果一个人一个房间,那。 各军队要步了三天就造反啦。 学校也如此。 出家人的。 训练比军队还要严格,因为出家人要断烦恼啊。 军队。 没有啊。 第四口和无证,没有真论,但是可以辩。 论,在研究讨论时可辩论。 第五意和同月,修行。 有进步有成就,法系充满,真是满心的欢喜。 破弥开。 悟,离苦得乐,学佛如果学的一天比一天苦,谁愿意。 学呢? 学的一天比一天快乐,一年比一年快乐,你们。 看我这次比上次来快乐多了,有进步吗? 不然学这做。 什么? 佛法的目标,一个人来讲是终身幸福,家庭儿。 言是幸福美满,使社会能和谐,至天下大同,这是佛。 法修学的目标。 这样美好的教育,我们能不学吗? 能。 舍弃吗? 不学佛的人有二种,一种是愚痴,一种是对。 佛法误会,不知佛法究竟是什么,真正明了认识它。 没有一个不欢喜修学的,连外国人都如此。 第六例。 合同军,物质上的享受一定平等,所以出家人没有。 私财,十方供养都要归功,自己需要的由供奖分配。 所以我在中国大陆对他们说,佛教是真正的共产党。 共产党再不修佛就错了呀。 我们也很能接受,所。 以我给他们讲的佛法,他们能接受,没有迷信,没有。 积蓄,没有私财。 其次是同结模,是泛语,用线。 带话讲是民主,佛教是共产,是民主,不是规定。 那些人必须听命,那些人是指挥者。 结模就是开。 会,无论大小事情都要会议通过,少数服从多数,者。 没话说,会议很多,但简单。 可不拘行事,例如早晚。 客或吃饭时宣布,小事说一遍有意见提出,无意见末。 认通过。 大事说二遍三遍,最重要说四遍,四读通过。 所以一定要得大众承认,譬如说,有一个新的人想。 到我们这儿来共修,想住进来,这是大事,至少要说。 三遍,让大家很冷静的去思考,我们接受不接受这个。 人,接受呢? 就不要说话,通过了。 你看他的会议虽然多,但是很简单,不浪费时间,也不浪费你的精神。 这就是同结魔。 所以森家以洪宣佛法为天职,积极帮助一切众生破弥。 开悟离苦得乐,为自己职责。 所以他以立身为事业。 洪法为家务,因此一个出家人不能不深入精脏,不能。 不研修经典。 这样佛教才能常住世间,才能进到出家。 人本分的责任。 但是僧团有二种人,僧团就是学校。 学校里工作人员并不是各个是教员,有教员也有职员。 所以出家人也分二类,一类是教员,天天要讲经说。 法,教学的,一种是不讲经说法做职员称内户,道场。 内一切杂物要管,厨房烧饭,打扫环境等,这些事情。 他们做,他们照顾护持道场,让教学者不为杂物分心。 专心研究经典,执行教学工作。 此二种人,一是红。 法,一是护法,绝对不去外面化缘募捐,化缘募捐是。 外户的事情,是在家信徒的事情,每人能尽自己的职。 则,此一僧团就非常健全,所以出家人无论从事讲经,或从事于工作,心都是清净的,与道决定相应。 佛法。 今日衰败至此,就是每个人将自己的职责舍弃掉了。 这是我们对佛教明白了,真正依照佛法修行的好处后。 我们应当做出一点供,要建立如法的道场,利益一。 方众生。 下面再给诸位介绍,经典里所列的这些人。 他们代表的什么意思? 一开头列了十六位出家比丘森。 在二十五页列了一个表。 四十六尊者明德大义,皆群伦首领,社会贤达。 代表各行各界,意思是说,这法门是大家普遍可以。 学习,都能得平等成就,含义在此。 现在将其归纳成。 六大类,这是从前离禀南老居士归纳的。 第一类,得慧才能。 第二类,愚昧顿根。 第三类,险。 是因果。 第四类,善葬养晦。 第五类,是法方便。 第六类,精进破障。 这说明我很聪明,有德行有智慧,大概可以不必学词。 一句阿弥陀佛这老太婆教,我应该学特别的法门。 那么你看看这个地方的德慧,智慧我们能跟涉利福。 相比吗? 我们的能力能够跟木间连相比吗? 他们都学。 这个法门,把我们供高我慢的心压下去。 也许有人自。 觉我太笨了,这法门恐怕不能学,底下讲有个很笨的。 周立潘陀佳,他笨到什么程度呢? 释迦牟尼佛叫他俩。 各自,念上字望下字,念下字望上字,你难道比他还笨吗? 他能学,你为何不能学呢? 这里说出什么样性? 根德人都能学,所以力出这些人,他代表三根普贝力。 顿全收,在古书佛经里记载着这些弟子们各代表的德。 能。 设立福智慧第一哲学家。 摩喝木间连神通第一科学家。 摩喝家夜头陀第一苦行僧。 摩喝家瞻眼议论第一评论家。 摩喝句子罗达问第一博学才艺。 离婆多无道乱第一评绝不迷。 周立盘陀嘉义池第一困学成功。 南陀怡荣深妙第一佛之胞弟,貌美。 阿南陀多文第一博文强记,佛的堂弟。 罗罗密行第一佛子时行家,最小,最年轻,在。 玩耍中修行。 焦饭波提寿天工第一宗教家。 冰头卢婆罗多福田第一应工人天福。 佳流陀一教化第一教育家。 摩喝杰冰那之心秀第一天文学家。 薄居罗寿命第一善因善果。 阿楼陀天眼第一福德困学。 此等大众,本是法身大事,是做身文,正此不思义。 法。 释迦牟尼佛这些学生中,有许多都是古佛在来。 换言之,这是演戏呢。 在前台有老师有学生,在后。 台说不定学生是老师,是在表演的,真所谓是异佛。 出世,千佛拥护,做佛的学生要常提出问题研究套。 论,你自己没有学问功夫,问题就提不出来,必须内。 行人才能提出来。 所以这些人都是古佛大菩萨们在来。 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他们来做影响众,同。 样也给我们后人做典范,我们今天从事于教学,大家。 不要真名真地位真权利,只要我们合和把事情办好。 目的达到,功德就圆满。 学校里谁当校长都一样,谁。 做教务主任也一样,只要担负他自己的一部分责任。 我们从中拥护他就好,明理,心清净,审视,人生醉。 大的幸福给诸位说是身心无事这人最幸福。 有事。 情就辛苦,要操心。 没事多快乐。 事情谁愿意做。 就叫谁去做,这多好。 我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线。 在才开工一个多星期,要到五月底六月初才落成,落。 成之后,我就叫学生做主持,我把学生派成主持,当。 家,他们统统去做去,我在旁边看到,只要你不做错。 就行了,你看我多自在呢。 要我去做主持,那要应付。 那才忙死了,那不叫自找苦吃吗? 学生们不能不做。 为什么? 练习办事,轮流做,一年轮流一次,职位。 调换一次。 他们有困难来问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 我在台北两个道场,一个图书馆,请一个馆长,他。 去做去,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请一个总干事他去做。 去,我没事,两桩事情要问我,得我同意才行。 我只管两件事,第一,有人要到我这儿常住,要我同意。 临时挂单,管事可以做主,要常住必须我同意。 第二,要在我道场讲经说法,要得我同意,我只管此二事。 其余你们全权处理可以。 因为我这个道场是纯净宗道。 场,如果要说禅说密,将人心搞乱了是不可以的,我。 要对大众负责任。 人家看着我很忙,实在是什么事也。 没有,我是无事忙,忙无事。 多自在呢。 晚上说。 说经典,白天一些同修带我到处旅游观光,非常自在。 所以千万不要把事物绑在身上,那就很苦了。 一个。 道场,自己做主持,永远不肯放弃,想尽方法来保持。 权位,就大错特错,身心自在什么事都没有,是世界。 上帝依有福报的人。 故僧团礼不争,推选,推选出来。 得人为大家服务,期限是一年,第二年就换人,换下。 来就可以享福了,没有人服务到那享福。 所以先修。 福造福,然后才有福想,修福造福是一部分人轮流造。 轮流修,大家来想,所以佛法道场称为福田,福田。 神真正有福啊,不是假的。 佛出现在世间,这些弟子。 我们都是古佛大菩萨在来,视线告诉我们团体,只要答。 到目标,任何方式都可以,绝对没有一丝毫的真值。 从佛转伦广利人天,经文净土设受功德,信受奉行。 实乃以身作则,劝无人深信莫以也。 这十六个人。 在这里可以明白的看出来,他们是劝信,要真正信此。 法门,无论什么根信,都有资格修此法门,殊胜就在。 此,无论何人都能修,都能修得成功。 五四大菩萨是劝愿行第一是文书菩萨,第二是谜。 乐菩萨,第三是甘陀喝啤菩萨,第四是长经敬菩萨。 参加大会的菩萨很多,为何单单说这四个呢? 一定有。 用意,因为此法门修行的刚领是信,愿,行前面十六。 各表性,这四个菩萨是表愿,行。 以文书菩萨,是表无上正等正觉。 菩萨重礼,文。 书菩萨是表智慧第一,而且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文书。 菩萨是七佛之师,就是最近七尊佛的老师。 学生已在。 做佛了,他还在做菩萨,他也不着急成佛,可见他对。 名称地位不重视,要紧的是如何帮助大家破弥开物财。 重要,所以文书菩萨在此代表我们所求,我学佛求实。 摩。 是求无上正等正觉,用现代话说,就是究竟圆满。 的智慧。 而弥勒菩萨,是表一身补处。 文书是从理上讲。 弥勒是从事上讲,在名位上讲是补处菩萨,将来是。 现成佛,他是现在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等于一个国。 家的副总统一样。 我们在理上要想成就的究竟圆满的。 智慧,在世上形象上我们也想做佛,这是讲我们的愿。 望,怎样才能真正达到愿望呢?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 达到了。 这两个菩萨是劝愿,愿生净土,就是愿成无。 上正等正觉,愿做后补佛。 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是。 造布袋和上像,四尿里都将布袋和上像攻在大门口。 这是中国佛教真正知道佛法教育的意趣,不带和上的。 形象教人看了就生欢喜心,他满脸笑容,肚皮很大。 代表一切都能包容,不与人计较,不分别不执着不济。 教材快乐,所以他代表身平等心,晨喜乐像。 要想学。 佛心要平等,要欢欢喜喜带人皆悟,才有资格入佛门。 什么条件可以进佛门呢? 像弥勒菩萨一样就可入门。 了,其含义甚深有极乐之意。 三甘陀佛提菩萨,是梵音,亦成中文是不修。 习。 四常精进菩萨,是进步不退转,精是唇而不杂。 我们现在不少同修也很认真很努力,但并不是精进。 他是杂进,乱进,吃力不讨好,多年来亦无成就。 原因在不精不专,太多太杂了。 所以我的教学是采取。 古老传统的方法,一门深入,要求学生学一步精,要。 用十年功夫,真学成,成专家。 如果十年学十步精的。 话,仅能平常普通,勉强能拿出去,十年学一步就是。 世界权威,我的学生只可以学一步精,不能学两步精。 学两步精不可能有成就,要长精进。 此两位菩萨是,劝行。 如善才参学,一身修正寂光净土,这就是究竟。 圆满的成就。 在续分里也是性愿行三个条件,者。 是弥陀经正宗分里劝性,劝愿,劝行流通分里也。 是劝性,劝愿,劝行。 我们回过来看,前面续分,阿。 罗汉,菩萨表法也是劝性,劝愿,劝行,才晓得此经。 续,正,流通三分,确实是平等。 古人言,如人事。 密,中边皆田,这很难得,与无量寿经对照看。 浓厚的趣味完全相同。 念佛究竟要怎样念法才得利? 第一决定不怀疑,第二不能间断,第三不能夹杂。 不夹杂是经,不间断是净,不怀疑是智慧,所以要以。 四大菩萨来讲的话,文书,弥勒代表不怀疑,干陀喝。 提示不间断,长经竟是不夹杂,把念佛的方法也显示。 出来了,这样的修学那有不成就的道理。 六,凡众劝修这是天人众,他们代表了洪护,把佛。 陀的教学发扬光大,护持不衰,这是在加二众弟子的。 责任。 仪式提环英,是刀利天主,中国人称他为玉皇。 大地。 二无量诸天,包括了色界天及无色界天,他们。 代表的是我们所讲的宗教,表一切宗教知识意应修学。 所以我不论在台湾,在国外遇到一些外教徒,天主。 教徒,基督教徒很多,尤其是天主教徒,我劝他们念。 佛求生净土,其中有些能接受。 我告诉他念佛求生净。 土,皈依佛法不是叛教,是求学,何故呢? 因为信仰。 宗教者,与上帝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称上帝为天上之。 父,是主仆关系,今天到佛门里跟释迦牟尼佛学,是。 师生关系,不冲突。 在家有父母,到学校有老师,怎。 会冲突呢? 所以信天主教的还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要。 可以认真学佛这才对,如果不学佛, 上帝看到你也叹。 喜,是好孩子,不错。 可惜没有受过教育。 这多难过。 呢? 释迦牟尼佛是最有学问的人,最有智慧的人,你。 要跟他学了,上帝不但不生气,欢喜,认为我的小孩。 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我在府人大学讲演的时候,我。 就劝府大学升级神父,修女,我说你们看。 学校的学。 身在家有父母,到学校有师长,没有冲突,在天上有。 父,在这里有释迦牟尼佛,也不冲突,不是叛教,如。 果叛教了,释迦牟尼佛也不收你这个学生了,释迦牟。 尼佛收的学生要校亲尊师,所以你们对天上的父要校。 尽,释迦牟尼佛才会收你做学生,要背叛上帝,释迦牟尼佛不收。 任何宗教都应该学佛,信宗教是一桩事。 情,受教育又是一件事,不能说信了宗教可以不受教。 玉梅这回事,连上帝本身都受教育,他能叫他的子弟。 不受教育吗?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要多想一想,所。 以佛教不是宗教,如果是宗教,就与他们对立了,佛。 教士教育,与所有宗教都不会对立,你看宗教徒一样。 到学校去念书吗? 故佛教士教育,明正才言顺,明不。 正则言不顺,我们今天佛弟子,认为佛教也是宗教。 就冤枉了,你把佛教看成宗教,你一开头就错了,错。 到底了,这样就得不到佛法的好处了,何故呢? 因为,你迷信,佛教教育是破除迷信。 一定要弄清楚,我们,才能得到真实受用,才能恢复自己究竟圆满的智慧。 这是指宗教。 三大众,是表一切众生,不管中国,外国,果。 去,现在,未来,欲想离苦得乐,那你就应当要修学。 唯有此教学,确实可以帮助你离苦得乐,一点都不。 假,假如你要真的依照理论方法来修学,多久能产生。 效果,真正如理如法合乎道理修行,三个月就得到效。 果,离苦得乐,就能得到,你修的时间越久,你的的。 快乐越多,越深,越广,随你修学功夫不断增进,一。 点都不能假,如果学佛还是这么痛苦,烦恼,一定方。 法错了,与经典所讲的理论方法有错误偏差,所以你,才得不到。 我相信在新加坡,依照这方法理论修行。 真正得到利益的,一定有人,如果上次我给你们讲的。 你们依照此法修,要是得不到好处,今天我再来的。 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坐在此的了,现在有这么多人。 在这里继续听,可见已经有不少人得到好处了,觉得。 有效果,希望再进修,再多明白一点,苦难可以继续。 不断的了断,快乐幸福年年在增长,这是佛法教学的。 目标。 七不问自说,此经是无问自说。 此敏深切,极度。 重顾,一里玄秘男性,无人启情。 前面说过,本经。 是无问自说,虽然没有人问,是加木尼佛说了,也得。 等待机缘成熟了,大家愿成熟了,说出来才能信能愿。 能行。 但是他问不出来,所以佛不需要大家发问了。 主动就说出来,这是大慈大悲,希望众生快快成就。 希望大家早一天离开苦难,早一天得到幸福圆满。 其。 四,这法门一里太深,胜过一切经,一切法门,所以。 连菩萨都问不出来,显示这法门一里的今生。 道次吧。 通序介绍过去,所谓通序是一切经里面统统有的,是。 表法之意。 八别序三纲别序是此经发起的因缘。 刚才说了。 一发起因缘是佛自己说的,但自己说也有。 因缘。 经文不常只有三句,有世界名曰极乐,企图。 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 这是本经的别序,吧? 全经纲领没有说之前先提示出来,这就是三纲,净土。 的三纲,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三大纲领。 第一是衣报庄严,衣报就是生活环境,庄严是美好道。 极触,一丝毫的缺陷都找不出来。 生活环境好啊。 我。 你们在这世界生活太苦了,西方极乐世界生活非常幸福。 美满而容易,不要操心也不要劳力,非常自在。 有。 世界名曰极乐,这居住的环境确实有,不是假的。 第二是正报庄严,是讲人世环境,其土有佛号阿弥陀。 佛。 正报以阿弥陀佛为代表,为何不说其他人呢? 因。 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美人的身体,颜色,体型,色。 相都与阿弥陀佛一样,所以就用阿弥陀佛做代表了。 这是在《无量寿经》里看到的。 不但身体与阿弥陀佛一样。 永远不老,永远不生病,永远不死。 这是我们这世。 奸人最担心的是,西方世界没有。 到那里是化身,身。 体之形,相貌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同。 身有无量相,相。 有无量好,十方世界的果报都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问,为什么原因? 其原因都在《无量寿经》上。 细读就明白了。 一切庄严中寿命第一,到了那里就是。 无量寿。 第三说法,是事业庄严,那里的人没有其他工作,不。 要做工也不要上班,甚至也不要烧饭烧水,多自在哪。 连扫地,抹桌子也不用,因为那儿的世界是七宝尘。 旧的,没有灰尘,用不到擦洗,一切受用随面而生。 想要什么,面头一动,东西已经在面前了,不要去惊。 赢,不要去造作,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 我们的科学。 家,天天在动脑筋,希望有一天也成这样。 我们拿个。 东西,不必到那里去拿,动个面头,那东西自然就来。 了。 现在科学家动脑筋,希望用电脑来控制做得到。 西方极乐世界早就做到了,所以我劝那些科学家要道。 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 我们这里的科学是幼稚。 原的科学,人家那个科学才是研究所的科学,学科学。 的人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们的工作是天天讲经说。 法研究讨论,除此没有做别的事,那就是游历十方。 到十方世界去观光旅游,去供佛,去教化众生,这是。 他们的事业,除这,他们没有其他事情。 这章要注意的是,有,今现在,这是劝信,有事。 真有不是假有,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 真的往生,这不是假的。 世界,极乐,这是劝愿。 一定要发愿,阿弥陀佛是劝持明妙行,你就念。 佛的名号就行,阿弥陀佛就用这名号来接引十方。 有缘的众生。 有缘即是你肯到他那里去。 那里时。 实在在讲是一所佛教大学,阿弥陀佛如校长一样。 到,那里就去接受他究竟圆满的教育,所以到极乐是。 借是去念书去求学的。 偶艺大师在结论里告诉我们。 西方世界是绝对圆融,不可思议,但都在这句名号。 里面。 所以一句阿弥陀佛是唯心卫宗,唯佛。 卫宗。 绝对圆融卫宗,超勤离间卫宗。 后。 面二句话是冷眼睛上说的,前面二句是一切大乘佛法。 里说的,一句佛号统统包设尽了,才知道这句佛号真。 正不可思议。 巨族三学三会一切法门,三学世界定会,三会。 世文思修,既然具足三学三会,佛法里无量无边的。 法门也都在这一句名号之中。 你只要用清净心,虔诚。 心念这一身佛号,你就把无量无边的法门统统都修到。 了,正是华言里所讲的一级是多,多级是一,一切。 万法都归到这一句佛号。 这句佛号就是我们自己真。 心本性的名号,所以古德说这一句佛号就是我们自己。 德性的全体。 古云,八万门中念佛第一。 八万法门也就是一切,在一切法门里,念佛位第一,这。 是诸佛以他自己最高修行的成就传授给我们,给我们。 做因地修行的法门,一定要知道,要认识清楚,所以。 一句弘明,能与词的直接通达西方极乐世界,稳稳等。 当保证我们圆满正德三不退一身成佛,所以称为妙门。 确实像佛所说这法门为佛与佛方能究竟,非久借有。 情,包括菩萨,凭他自立所能治者,就是菩萨要没有。 佛加持,他也不能知道。 因此我们体会到,我们今天。 能遇到此经本,能说能听能懂,又何尝不是一切诸佛。 如来明明中加持,没有佛加持做不到哪。 讲,听都要。 靠佛加持,这一世实在无量寿经里说的,尤其清楚。 我们大家过去身中的善根成熟,十方诸佛如来为神家。 迟,我们才能信,能愿,能行,所以佛在无量寿经。 尚说,这就不是凡人凡夫瓦。 善根无比的深厚,这,是不可思议。 连池大师过去非常感慨地说过,他说是。 加穆尼佛当年在世,我们在六道轮回,不晓得轮到哪。 一道,没有机会遇到佛,现在这一生幸运得到人生。 佛又不在世了,但佛的经典还没有失传,我们还能遇。 道,这是不幸中的大幸,自己应当庆幸,应当尊重。 应当宝贵,这一机缘非常稀有,非常难得,如错过了。 再要想遇到,不知又要到那一生,那一节了,太难了。 死法门真难信。 下连居老居士说,佛说男性真难。 信,亿万人中一二知。 此话说的一点不过分,确实。 亿万人中难得有一二人知道。 我自己修学,我自己是。 过来人,我对这法门最初就不信,我跟李炳南老师时。 年,李老师是印光大师的学生,我们还是一个体系的。 他怎么劝我,我也是没有法子接受,到最后说的那。 些话,我们听了,实在令人感动,他说,就是释迦。 他,慕尼佛骗人,自古以来多少聪明智慧的人都被他骗了。 我们被他骗一次有什么关系? 李老师用这话来劝。 我,说的这样恳切,我虽然不敢反驳老师,心里还是。 不甘心被受骗,一直到我民国六十年开讲《华严经》。 讲了十七年,我在《华严经》上恍然大悟,才真正。 认识此法门是世尊出现在世间弘法利生的第一法门。 我才肯定,我才承认他,这样才把其他的统统放下。 专修专学专讲此法门,这是得利于三部戴经,华严。 经法华经人严经,我这才产生了坚定的信。 心,无比的信心,对古人说的男性之法,我完全承认。 完全同意。 实在不容易,因为学教的人多半自负。 认为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把这法门都看成老态。 佛教,不甘心不情愿一生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什么意思吗? 念久了就感觉无聊了吗? 不能接受。 所以看到那些经典,好如烟海,那诱惑力量太强。 里面有无尽的智慧。 所以说教,古人讲教是网那。 迷宫那,进去之后,能够跑出来的太少太少了,所。 以我很庆幸自己,在那个网里还能跑出来,相当不容。 一,很难,我是从教往里,迷宫里跑出来。 把这一条第一书圣无比大道找到了,找到之后我自己。 很庆幸,我非常感谢老师,老师过去苦口婆心的教学。 那时虽然不愿意接受,现在想到老师恩德真正事态。 大太大了,所以我对同修们介绍这法门。 你们要学齐。 他法门,法师大德很多在讲,你们可以跟他们学去。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如果肯相信此法门,我教你不单。 勿时间,也不浪费我自己时间,我们用人生很短而保。 贵的光阴,成就无上第一法门,这才是我们修学的目。 标,我们修学努力的方向。 今天就介绍到此地。 阿弥陀经要解研习报告第七,八卷新加坡党名。 比一年八月至七月八日。 请先开经本第二十九面,第三讲正宗分第二段,广成。 彼土依正妙果以其性。 经文,摄利福,彼土何故名为极乐,诸菩萨众义。 父如是,摄利福,彼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这,一段的大义,这是正宗分,前面跟诸位介绍的是本经。 第一个大段,续分,第二段是正宗分,正宗分里面有。 分三段,这是第一段。 此段主要在劝信,也就是说明。 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的果报,使我们升起信心向往。 想求生极乐。 依信愿持名,异经要指,信愿未会行,持名为行。 偶义大师几句话说得非常圆满。 在一些未能深入经。 藏,对于静宗法门没有深入的探讨,往往会误会,以。 为宗只有一点定而没有会,不知道静宗不但。 有甚深禅定,同时具足圆满的大会。 偶义大师为我们。 说出,我们应当不怀疑。 这一不经的宗旨是信,愿。 行三大纲领,信与愿是慧,却实是智慧,怎么见。 的。 旭分里看到声文表法大众当中,第一位是设立福。 尊者。 菩萨众里,以文书菩萨来表辞法门,两位都是。 智。 智慧第一,没有真智慧对此法门不能够相信,也不可。 能发怨,所以真正深信切怨,确实是智慧,这个智慧。 语文书菩萨。 语文书菩萨可说是无二无别。 华言会上四十一位法生。 大事,都同愿求生净土,如果没有智慧,他们怎么能。 接受,所以这是无比的智慧,第一圆满的智慧,才能。 信受这一法门。 也许有同修说,我自己没有智慧,平。 常在生活中处世待人接物都很笨拙,可是这法门我乡。 信,难道我也算有智慧吗? 确实有智慧,如果说你在。 生活中应付社会不够伶俐,那是是智变聪,你是不如。 人,你能相信此法门,接受此法门,你的智慧超人。 智慧与聪明不一样,两回事,不可错会的。 我们的智,会从何处来呢? 是无量节中所培养的善根福德,在这。 一生中现行,如果不是多生多节的善根福德因缘,我。 们这一生实在很难接受。 另外是十方如来暗中加持。 是我们对此法门,能信能怨能解,所以确实是会行。 持名为福行,我们想修福,不知道这句六字红名南。 无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常讲的,这乃是万德庄严。 故这句佛号是无上福田,我们能一心称念,这就。 是修福。 在看底下,偶艺大师有许多精彩的绝论,绝。 妙的理论,得身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 全由持名之深浅。 这句话古大德注解阿弥陀经。 从未有人说过,确实是称佛本怀,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能不能去,决定的因素是你有没有信愿,你果。 然身性,一丝毫都不怀疑,愿心肯切,你决定的身。 这是往生的条件。 生到西方世界,四图三倍九品,品。 位高下,那是你念佛功夫的深浅,不是说你念佛号多。 少,换句话你念佛号多少没有关系,假如一天念十万。 生佛号,没有功夫就白念了。 这人一天念十句阿弥陀佛,十念法,他有功夫,这个人品位就增高。 不! 在乎佛号念的多少,在乎功夫的深浅,什么叫功夫? 功夫是你能够断妄想,断烦恼,能呛自己的妄想,分。 别,执着,烦恼都用这句佛号,使他们不发生作用。 这念佛就有功夫了。 诸位要知,妄念就是业障的根源。 我会打妄想,还有贪甜吃慢,还有是非人我,动一。 念头就造一个业,什么业呢? 这就是六道轮回业,这可怕的事情要认清楚阿。 我们如果不是深深事事学佛。 诸位同修在这一身当中就遇不到此经典,遇不到这法会。 能够参与到此法会,能够读诵到此经典,证明。 你过去深中深深事事在修持,那时为何没有往生呢? 也就是说你的信愿行三个条件不得利,或者说是有幸。 有愿,但烦恼业障太重了,不是不能往生,而是烦恼。 业障障碍着你往生,你无法往生。 经论说得很好,足。 师大德也恳切地教育我们心静则途径,这点不可。 以不留意。 一个往生的人,心地是真正清静,真正平。 等,真正慈悲。 慈悲就是要给一切众生真实的利益者。 叫慈悲,最真实的利益,莫过于劝人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第一慈悲,没有比这更慈悲的。 所以古来的大德。 净土宗的不算,其他宗的祖师大德们,多半到了晚。 年,真正参透了此法门,几乎都把一切法放下,专修。 专红,禅宗里有名言寿大师就是榜样,禅宗里大彻大。 悟之后回过头来专修净土,禅舍弃掉了,天台宗的志。 这大师,是交下了不起的一位圣人,晚年也是专念阿。 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近代的更不必说了,的。 弦法师,弹虚法师,保镜法师,都是近代天台的祖师。 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念佛求生净土的,偶艺大师早年。 是学天台的,连池大师那真是宗教人俱通,晚年专学。 专红,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所以功夫最低限度要能。 扶住烦恼,烦恼就是妄想,杂念,扶住后才能带夜网。 生,生凡胜同居土,这是功夫最浅的,中等功夫事事。 一心不乱,见思烦恼断了,上等功夫事理一心不乱。 破异品无名,正义分法身。 功夫越深品位越高,功夫。 越浅品位越下,但是记住,最低的功夫是要将烦恼扶。 住,烦恼没有断,但确实控制住了,用什么方法来控? 智呢? 用这一句佛号,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不管这。 念头是善是恶,只要起心动念,就是妄念,就是妄想。 就是造业,善念是三善道果报,恶念是三恶道的果。 报,换言之,有妄念就出不了三界,多可怕,所以念。 起,古得常说,不怕念起,只怕绝持。 念头。 起不怕,为什么呢? 因为无始结以来妄想习气他当然。 会起来,他要不起来,那你就是圣人了,你不是凡夫。 了,你是凡夫决定有念头,所以念起来不怕,就怕绝。 迟,怕你觉悟得太迟。 什么叫觉悟呢? 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觉悟,我第一个妄念起来了,第二个念头就是阿。 弥陀佛把妄念压下去了,所以念佛虽然不讲求多少。 但初学者还需要多念,因为不念就会打妄想,专心念。 十,妄想就没有了,你心里专注在佛号,专注在佛号。 古人教给我们,佛号从心里伸出来,口里念出来。 耳朵听进去,全部精神灌注了,就不会有妄想,如果。 是口念耳朵不听,还会打妄想,一面念佛号一面打妄。 想,那没有用处,古人云,你喊破喉咙也枉然。 念十万声都没用处,最重要是专注在佛号上,将妄想。 去掉,这种念佛教功夫,这样念法功夫得利,得利者。 借定会三学,三会,六度,无量法门都在其中,因为。 无量无边的法门,统统是帮助我们断除妄想的,我者。 法门叫妄念不深,一切法门统统具足了,道理在此。 所以真正修行人,禅宗讲是照顾话头,静宗虽不教你。 照顾话头,但静宗告诉你不夹杂,不间断,与禅宗理。 的照顾话头没有两样。 不间断是佛号不间断,一句皆。 一句,不夹杂事不起一妄念,这很要紧。 道场里的执事是修福,什么才是真正福呢? 建立道场。 接引许多同修念佛往生净土,是第一福报。 一个往生。 就有一个成佛,二个往生有二个成佛,这道场有十个。 八个成佛了,这还了得。 这福报大了。 虽然修福,可。 不能忘了自己还要修会,为什么呢? 因为我劝你们往。 生了,我却还在六道轮回,真不好意思,这是大错误。 那。 这种福报只能在人天理想,假如心术不振,内心。 还有嫉妒傲慢,那就是三徒或阿修罗道中去享福,非。 常可怕。 阿修罗福报虽然大,造业比任何人都重,福。 暴想尽了,必堕地狱,这些事实的真相,统统要认清。 楚,所以修福还要修会。 真正的道场固然对大家有共。 现,自己的道业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这才叫道场。 我前次曾经对诸位说过要建立道封,要建立学封这才。 是道场,如果没有道没有学只有场,就不能称之位道。 场,这是修行,如何修,如何用功。 自己要知道,功。 夫得利不得利自己很清楚,不必去问别人。 信愿为前导,持名为正修。 可见得佛在本经语。 无量寿经理特别重视持名修行的方法。 直持名号。 在无量寿经理讲的是一心细念,将此两。 经合起来看,本宗修行的方法,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 了。 信愿是领导我们,我们的修学有方向,有目标。 那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人生就有意义和价值,在这一。 身中永托轮回,将宇宙人生真相弄清楚了,选择西方。 极乐世界作为我们的归宿,作为我们进修的场所,我。 门在那完成学业,完成道业,这是第一智慧,是文书。 普贤所选择的,有方向有目标,就要努力精进,一。 新称念阿弥陀佛,这才要紧,其他都是假的。 这世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 有位法如梦幻泡影。 此话说的非常真实,诸位如果。 冷静去想,我们是不是生活在梦中,人生这几十年寒。 数刹那就过去了,要觉悟。 如果说不是梦,我问你。 你昨天所做的那些事与晚上所做的梦,有什么两样呢? 昨天再也不存在了,到明天,今天也不存在了,你。 去想想,是不是个梦,从生下来长到这么大了,想想。 过去全是一场梦,既然晓得过去是一场梦,今天何尝? 不是一场梦,未来又何尝不是一场梦呢? 确实是梦呐。 只是在做梦,不知道,这可怜呐。 。 佛给你们说的这吗? 清楚,你还不信,在梦中什么都得不到,你想想是不。 是。 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东西还能得到吗? 今天已。 经到了晚上,一天快要过去了,你得到了什么? 没有。 一样得到,这样悠悠呼呼过了这一生,这有什么? 意义,有什么价值吗? 能把事实弄清楚了,这有意义。 有假值。 像这些地方我们就要多想多思考,然后对。 这世界才能真正做到与世无求,与人无真,为什么? 因为求与真是造与那。 那才冤枉,假如真能求得到。 真能真得到,佛菩萨也会拜你做师父,跟你学习了。 假的,造与那。 造与必定受报,自作自受谁都救不了。 你。 一切法门里实在讲,此法门最容易最简单,最稳。 当最靠得住,不是说别的法门不好,适合我们这样的。 根性,修学此法门决定成就。 持名时,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则依。 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佛。 持名时是念佛的时。 后,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心如佛,我们的心跟佛心一样。 佛心是什么心呢? 是清净心,平等心,觉心,觉耳。 不迷,所以我们念佛时,心要清净,心要平等,心要。 想佛,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是法当中随缘就好,不要。 攀缘,攀缘,心就不清净不平等。 好事不如无事,这。 要记住,世间第一等好事是有功夫念佛,真能把身心。 世界一切放下,老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人即是天。 天在做好事,做第一等的好事。 昨晚上你们老团长来。 告诉我,他将团长执辞掉,在家老实念佛,此人很聪。 明,不容易,不简单,过去念多年来修佛替佛教做事。 夜,现在要求生净土,把一切放下,专念阿弥陀佛。 这叫真正觉悟,看得破,放得下,修第一符会的大事。 心要如佛。 愿要如佛,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里,发的四。 十八愿,那段经文非常重要。 我在台湾及美国的道场。 我们的早晚课诵,早课因为大众在一起共修,所以。 有一事,早呢。 世相赞,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 即,三称莲池海会佛菩萨,接着念大臣无量寿经。 第六品四十八愿,之后赞佛记,念佛,回向,三归一。 晚课念无量寿经第三十三至三十七品,一共五。 品,仪式一样。 早课念四十八愿是希望我们的愿如。 佛愿我们与佛同样发愿,晚课三十三到三十七品。 希望我们的行与佛同行。 我们早晚课的标准在此。 的,这是共修,除共修之外,无量寿经一天大概。 至少念五遍,多的人可以念十二遍,除了念经之外就。 念佛号,这样妄想就减少,心就清净,每个人妄想减。 少了,心清净了,僧团里面大众在一块相处,比一家。 人还要亲密,还要和睦,我们看到很欢喜呢,这是一。 各合合的僧团,为什么呢? 不会闹意见了,移动念头。 马上就转成阿弥陀佛了,就没有意见了。 今天朝野大。 家都讲要建立共识,这是最高的共识呢,每个人都修。 清净心,慈悲心,没有意见,没有真执,同修在一起。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僧团是斗争到场,那要造罪。 业的,所以一定要修六合净,每人必须先修清净心。 平等心,最好的方法用无量寿经做修学依据。 心向阿弥陀佛,愿如阿弥陀佛,解如阿弥陀佛,得如。 阿弥陀佛,行如阿弥陀佛,就行了,所以解如佛。 行如佛,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 用这方法来修行。 念佛的秘诀是不怕一再重复,不怀疑,不间断,不佳。 咋,一向专念决定往生。 我们既然晓得人生是个梦。 什么都是假的,一样也得不到,只有往生是真实的。 假的要舍弃,真实的要抓住,决定不能放松,我们这。 一生就有成就了。 故经云,一佛念佛,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这是冷言经上所说,大事至菩萨念佛缘。 通章,这一章经文文字不多,只有二百四十四个字。 比班若新经还少,班若新经二百六十字。 从前我们对。 此经没有留意,为求圣解,含糊笼统就念过去了。 冷言经我过去至少讲过七八遍,实在讲,大事至圆。 通章我没有讲清楚,因为自己没有搞清楚,不是故意。 现在才明白,真正认识他,他不但是净土宗的心经。 可以说是整个大藏经的心经,班若新经是班若不得。 心经。 整个一大藏交的心经却是大事至圆通章,当之。 无愧哪。 经文里明白的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 来,必定见佛。 亦是心理想口里念,心想口念,我。 我们学佛时间久一点的同修都知道,佛法里常讲一报。 随着正报转。 华言经上讲一切法为心所限,为实。 所辨。 实是什么呢? 实是意念,一佛念佛就是实在。 起作用,所以你想佛的时候,想久了你就像一个佛。 想什么就像什么,看像的人常说,相随心转,心。 理常想什么,相会变,因此,我们一个人,四十岁已。 前相貌是你这一生从投胎的时候起,投胎是与你父母。 有缘分,你喜欢他们,不喜欢绝对不会来,很喜欢他。 就想看他那个相貌,变自己的相貌,所以儿女相父。 母,原因在此,跟遗传没关,是投胎时一念心想,不。 是说什么遗传的,那个讲不通的,生下后再幼年时。 非常喜爱父母。 成年踏入社会,见与父母疏远不再去。 想,相貌就会变,小时候像到中年以后会不像了,所。 以四十岁以后相貌要自己负责,心善就是慈悲善良的。 相,心凶险恶,那相叫人一看就害怕,那就是恶像。 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想久了不知不觉相貌就变成阿。 阿弥陀佛,这是相随心转哪。 世界算命的也常说,我们。 希望自己相貌好,阿弥陀佛的相貌最好,天天想他乡。 帽就漂亮啦,虽会老,也老得慢啦。 不会快,念佛想。 佛的好处太多太多。 现前是我们没有往生到西方世界。 见佛,但诸位要记住,不要心里常常想着见佛,你常。 常想着见佛,佛来了不见得是真佛,为什么? 会有妖。 魔鬼怪变佛的样子来骗你,来诱惑你,你就上当了。 我们不想见佛,佛现前了,这是感应,实在讲见不见。 佛并没有关系,我们中国禁宗出祖会远大师,他在身。 前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状况就像经典所讲的一样,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 那是现前见佛,他临终时佛来接引,西方极乐又现前。 了,他才向大家告别,说他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佛来。 迎接了,我现在跟佛去了,同时对大家讲,这个境界。 过去曾经见过三次。 向远公大师的境界,从历代直。 到现在还有,我在台北有个童修告诉我,他见到佛像。 是白天见到的,佛像显在虚空中,他说就像山一样。 好几分钟才消失。 我们在达拉斯佛教会,以前的懂。 是常蔡文雄居士,他是见到了阿弥陀佛才发心学佛的。 什么时候见到的呢? 是他父亲临终病为时,他从美。 国回台湾去照顾父亲,当他病重走的时候,在病房的。 窗户上,阿弥陀佛现险,至少有念分钟,绝对没有看。 错,金色深,但不是站着的像,是坐着的像,他看呆。 了,从此以后他相信阿弥陀佛,他才发心专修净土。 我也曾经与同修们报告过,在美国就金山有一位女童。 修,他竟作念佛,看到面前莲花,莲花之美,无法行。 荣,莲花上有他的名字,亲眼见到,他来告诉我,要。 我为他做证明,也从不告诉人,前年华盛顿D.C.州。 广大居士往生,见到西方三圣自云层而下接引他,主。 念的大众都见到了。 现前见佛。 当来是你往生道。 西方极乐,那当然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可见这话。 不是假的,确实有许多证据证明是实在的。 二一报庙。 一报是生活环境,同居土的众生。 西方。 有四种净土,经上所讲种种庄严,全都讲的同居土。 换言之,我们要想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 是决定有把握的,决定能得到的,他是以持明、善根。 福德同佛,希望同修们注意到,持明、善根、福德。 同佛,那你就晓得我们信、愿、解、行,得如果不同。 佛就难了。 同佛就一定要依照无量寿经与阿弥。 陀佛经作为依据,来修正我们的信愿解行,样样都。 要符合经典所讲的标准,这才叫修行,所以他信愿解。 行同佛,这才原正似土,原寿诸乐,原是圆满,没有。 一丝毫缺失。 换言之,阿弥陀佛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你的生活状况也一样。 我是凡夫,见思烦恼未断,身。 到西方极乐世界,我的智慧,得能,享受都与佛一样。 凭什么呢? 是心同佛,愿同佛,解同佛,得同佛。 行同佛,所以一切生活受用同佛,由此可知修净土的。 人也不是一天到晚单单这一句阿弥陀佛啦,这一句阿弥陀佛,如果不能把心愿解行都符合经典所说的标准。 我们能不能往生还事有问号,果然能照着标准去做。 那就决定往生。 以总说无重苦。 金云,其国重生,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顾名极乐。 就是这四句经文,先说重。 生。 西方极乐无重苦,我们现在住的世间,苦难太多。 了,佛在教学的时候,把一切苦归纳三大类,称作三。 苦,是苦苦,坏苦,行苦。 以苦苦,分为八类,称为八苦,八苦是三苦中的一。 条。 三大类,第一类又分为八类。 这是六道众生无可。 避免的,人人都要受。 一,生苦,细说二小时八个字也讲不完,佛在今。 典礼分析得看了不能不佩服。 从何处讲起呢? 从你头。 胎讲起,你头胎了住在你母亲肚子里,佛将这十个月。 其间,形容未地狱,母亲喝一杯热水就好像在八热地。 欲,难过,痛苦。 喝一杯冰水就像在八寒地狱,苦不。 勘言,出生时皮肤接触外界空气,佛形容,有如利刀。 歌夫,风刀解体那样痛苦,所以小孩出世就哭,苦啊。 苦啊。 苦啊。 苦一辈子,没有小孩生出来就笑咪咪的现出。 快乐样,没有。 我们每人都经过,只是忘了。 想想着。 状况,真苦啊。 所以不能再来。 不得了呀。 二,老苦,老人多半被人嫌弃,讨厌,从前中国。 社会还好,由于古来儒家教育尽老尊贤,老了在社会。 上人被尊重,还能得些精神上的安慰,现在是风便了。 故有的道德文化全被推翻了。 在西洋人讲,老人是。 人生的坟墓,中国老人现在也是坟墓。 子女不孝养父。 母,社会不尊重老人,嫌弃老人,是可悲的现象,如。 果不想老苦,那只有短命,要想长命非受老苦不可。 你看人生多难过呢。 凡事都有因果,我们今天如果对。 但老人给予尊重,给予帮助,常种这个因,你自己老。 了会有很多年轻人会来照顾你,因缘果报吗? 你不孝。 顺父母,想儿女孝顺你,不可能,为什么呢? 因果就。 颠倒了,这样才知道孝敬父母的重要,同时做给自己。 儿女看,儿女将来会学你的样子,你孝顺父母,儿女。 一定孝顺你,你尊敬老人,到你老一定有人尊敬你。 这种因果定律永远不会改变,我们要别人如何对我们。 你就应该如何待别人,先不失先种因,后来自然的。 果报。 这是老,任何人无法避免的。 三,病苦,特别是这个时代,奇奇怪怪的病比从。 钱多了很多倍,原因在那里呢? 是受了染污的关系。 不但物质的染污,更严重的是心理染污,精神染污。 情绪染污,生理染污,这能不生病吗? 所以奇奇怪怪的病就多了,病苦,我相信每个同修都有生病的经验。 知道病的滋味,要想远离一切病苦,要从根本上至。 聊,讲求,根本是什么呢? 是心清净,如果心清净了。 身就清净,身清净了,境界就清净,清净身心决定。 减少一切病苦。 饮食要注意,要简单,不能复杂,够。 营养就好,千万不要吃补的东西,本来身体很好。 一,补就补坏了,因为那是染污呢。 不是补呢。 明贵的补。 要是染污,不是好东西,我在外面讲经,最怕人加工。 养这些东西来,供养之后,大多数我都送别人吃,分。 开大家吃,一人吃一点,那就不太多影响。 我是什么? 都不要补,平常我就是青菜,豆腐,青菜吃的多,人。 工作的食品,我统统不吃,做的素鸡,素鸭,我是补。 粘的,我只吃一些天然的,吃那些人工的不如吃黄豆。 比那个更好。 所以吃的越简单越有营养,对身体健康。 越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心清净,这要懂得养生之道。 四,死苦,死是真苦,我们没有死过,不知死的。 滋味,佛在经上形容死之苦,讲我们的神识,俗话讲。 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那种痛苦就像生龟脱壳,僵。 活的乌龟壳包下来,死的痛苦就像这样,所以灵命中。 时那口气很难咽,不容易断,非常痛苦。 但是念佛网,生的人不死,他是活着看到阿弥陀佛来了,欢欢喜喜。 跟阿弥陀佛去了,身体不要了,那个不是死,那没有。 死,是活着去的,清清楚楚去的。 这身老病死是内苦。 本身的,凡人统统不能避免,古人常说,上字帝王下。 致乞丐,人人都逃不了身老病死,另外几种是身外的。 五,求不得苦,众生都有欲望,都有希求,就是。 求不得,求不得就感觉痛苦,但是求得了还是苦,苦。 什么? 是怕丢掉呐。 所以患得患失,没有不苦的呐。 实实在在,如果你明白了,你有没有得失呢? 没有。 实在是一样也得不到,既然得不到,那里会失掉呢? 所以我们要把得失心舍掉,你人生的烦恼至少去吊摆。 分之七十,绝大数的烦恼是患得患失,这是妄念啊。 绝对不是事实,鱼痴颠倒,佛说可怜悯者,没有一样。 东西是自己的,没有一样是你得到的,所以一切摆在。 你面前,看看就可以了,何必一定巨位己有呢? 巨位。 既有是不是真有了呢? 还是没有。 我在1977年在。 香港奖金,有位女居士她发心供养,请我到香港奖。 人眼睛,有一天,她看到我没有手表,实在是我不。 喜欢戴手表,好像手料一样,很难过,不戴多自在。 自由,何必自己拘束呢? 她见我没有要替我买个表。 带我到银行去提款,之后又带我去银行保险库,她有。 二个箱子内装金银珠宝,让我参观,我见后说,你。 只有这一点哪。 她听了之后很不高兴,因为她是要。 在我面前炫耀一下的,结果我却冷淡的说只有一点点。 太少了。 她说,法师,你有吗? 我说我太多太。 多了,说不进哪,她就呆了,我说等一下我带你去看。 我们买表之后,旁边有家银楼,我带她去看,我说。 你看,这都是我的,她呆了,我又说,你的。 一些金银财宝,你也不敢拿回家去,怕抢,不敢带手。 上,怕人家砍你的手,放在保险柜里,只一星期去看。 一下,一下,就是你的。 那银楼的这些,我叫她拿来我看一。 下,不也是我的了吗? 这有什么两样呢? 你那些怕丢。 掉,我还不怕丢掉,你为何这么愚痴,可怜哪。 人,就这么愚痴,认为那个就是自己的。 她那天送了我衣。 支表,我给了她一点教训,真正可怜悯者,所以求不。 的苦是迷惑颠倒。 六,爱别离苦,你所喜欢的,无论是人,无论是。 五,会常常告别,不能常常聚会,是多痛苦啊,这是。 人之常情,越是亲爱的越要别离。 七,愿增会苦,越是讨厌的不喜欢见到的人,天。 天看到,不喜欢的环境想离也离不开,所以想想佛给。 我们讲的,仔细想想,没有一件事假的,是真的哪。 以上七种是苦果。 八,五因赤肾,这是苦的因,是里面的烦恼,你。 的妄想,烦恼,忧虑,牵挂,在里面像火烧一样哪。 人生的真正面目无非是如此而已,有什么意义,有时。 魔价值,这些我们总要认识清楚,认识自己。 二,坏苦,乐是坏苦,不久住故。 我们人生实在。 是苦多乐少,有时偶然苦中断了一段时期,觉得很乐。 乐,其实那不是乐,是苦暂停,你就感觉到乐了,这。 是迷惑颠倒,事实真相未搞清楚,怎么说乐是苦呢? 佛法里通常讲真旺,它的标准,真是永远不变。 凡事会变的就是假,比喻讲苦,我一天不吃饭很。 苦,二天不吃饭更苦,三天不吃饭还苦,绝对不会说。 四天不吃饭会快乐起来,没有此事的,这是真的。 不会变的。 不会变的。 乐呢,如饮食,喜欢吃的东西,吃。 一碗好吃呢,吃得很快乐,再吃一碗还可以,让你连。 续吃个十碗二十碗,苦了,它会变苦的,越会变。 苦,乐就不是真的,是假的。 你们跳舞很快乐,叫你。 连着跳七天七夜,那苦不堪言了,苦死了。 越会变成。 苦,但是苦不会变成乐,所以那个是真。 那个是假。 要弄清楚,乐是坏苦啊。 是暂时片刻的,苦随在后面。 乐即深悲,为不久住故,乐不会长久,终得要觉悟。 三,辛苦,是非苦非乐。 这境界很好,如果能长。 愿保持,这就叫定,不能长远保持就是辛苦,能长远。 保持这事定,心地清净,没有苦乐,这境界很好。 为,何叫辛苦呢? 因为不能永远保存保持,道理在此。 性迁流故,刹那刹那在变化,譬如我们以人生来说。 我们的青春不能永远保持,这事辛苦,一天天生理都在。 起变化,虽起变化,我们不觉察,这一类叫做辛苦。 行者不住,不能停止,我十八岁不能永远停止十八岁。 毕竟一年年会衰老,这叫辛苦。 欲戒众生这三类苦。 统统要受,每个人苦苦,坏苦,行苦这三大类,统统。 具足,谁都不能避免。 色戒天人,色戒天,这是四禅。 真正从禅里得到禅定的,升到四禅天,超越了欲戒。 欲是有男女,饮食之欲,就是你有才色名十岁无欲。 你还有欲望。 人心在定中就没有欲望,所以升到色。 戒,色戒天人前面八种苦没有,苦苦没有,但是有坏。 苦又辛苦,所以色戒天人比我们快乐。 境戒更高的是,无色戒天,连身体都不要了,我们称之为灵戒,精神。 的世界,因为他没有身体,他就没有坏苦,但是他有。 辛苦,换言之他不能永远保持这境戒。 无色戒天最高。 的飞翔,飞飞翔触天,寿命八万大劫,时间到了,他。 会往下退堕,换句话说,他不是永恒的,他不能超越。 六道轮回。 这是佛在经典里面常讲的三界通苦,三界。 六道理统统都是苦,只有苦没有乐,所有一切乐是坏。 苦,这是真相,佛已为我们说清楚了。 总说受诸乐,西方世界无有重苦但受诸乐。 无苦。 就是乐,这是西方世界原特别殊胜。 已无罪报之苦。 西方世界没有三图六道,西方世界只有一法界,没。 有时法界,确实是一真法界,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 往生也入了一真法界,这不可思议,这是男性之法。 没有人能相信的,但这是佛给我们讲的,佛决定没有。 妄语,决定是真实语。 二无享受而造恶业之极。 极就是造业,造阴。 西方世界,在前面略略报告过,那边人生活中所造作。 的,都是讲经说法,研究讨论,除这没别的事,其他。 的事就是道十方世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所以他不。 造业,不但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心真正清净。 9.像金刚经上讲的无助身心,无助是心理不执着。 不着相,身心是身大慈大悲心救护一切众生,身最疾。 公敬心上供诸佛,生的是这个心,一切造作我们不得。 以示称之为敬业,它不是染业,不是像我们造作的染。 业,没有苦因,没有苦果。 三无求寂灭之退转。 这寂灭就是清净心,心清。 净到极处,也就是成佛了,这是说西方世界原阵三不。 退,只要伸到西方,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 也是圆满正得三不退,未不退,行不退,念不退,缓。 据话说几乎等于圆教八的以上的菩萨境界,这不可思。 1.四无修道之障碍。 在菩萨道上一个是自己善根。 福德身后,再得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菩萨道上一番。 丰顺,没有障碍,不像他方世界,所以西方世界的人。 可以说是永离众苦瓦,受用同佛,这是诸位在无。 量寿经里面,可以肯定见到的,受用根阿弥陀佛梅。 有两样。 2.地利之乐,居住环境。 经文,又设利福。 极乐国土,七重蓝水,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事讲。 西方极乐世界生活环境,当然最重要是居住环境。 经。 天新加坡这个国家,在居住环境上,可以说在全世界。 都很难得找到,这样清洁整齐美化的都市不容易,多。 少国家对新加坡都非常羡慕,台湾虽富足,但是台湾。 没有一个地区能赶得上新加坡,这里是福地呢。 俗话。 说,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看看你们的确是有福。 为什么? 有这么多人来念无量寿经,来念阿弥。 。 陀佛,有福瓦。 三,重宝蓝树,这是讲地利之乐,从中国人观念。 当中说天时地利人和。 一七重表七颗道品,又表圆满之意。 四宝表长乐。 我近四得。 经上讲的统统用七,这个七不是数字。 如果七是数目字,我想大家对西方极乐世界就很冷淡。 了,为什么? 因为没有什么好看的,什么都一样的。 太单调了。 七是代表圆满,什么叫圆满? 随心如意叫。 圆满,没有一样不称心如意的,称每个人的心,如美。 个人的意。 我居住在那地方,希望房子大,房子就大。 些,不希望大就小一点,喜欢白色的就白色,喜欢金。 色的就是金色,一切随心所欲变化,这叫做如,自在。 这才是圆满。 蓝笋形术,愿意七重就七重,愿意十。 重就十重,愿意一重就一重,这才叫圆满,七的意思。 是讲四方上下,中间,是这个意思,所以七不是代表。 数字,是表圆满的意思。 华言用时代表圆满,他也不。 是数字,我们在无量寿经里看到十六,念一,那。 都不是数字,都是代表圆满的意思,这是佛门用数字。 来表圆满之意,表法的意思。 大师又说七重是表七科。 道品,七科是三十七道品,那是佛所说一切法归那起。 来七大类的意思,这说法也很好。 四宝,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是无量重宝所成,决定不是四,用。 四是表真如本性里的四宝,是长乐我尽,常是用。 远不变,不生不灭,乐,是一切苦都没有,一切染污。 都不受,心如太虚,亮周杀戒,多快乐,自在,心里。 无疑妄念,无忧虑,更没有得失,没有贪甜吃,这叫。 学佛。 是本来有的受用,你今天心里期望想,生许多。 忧虑牵挂,是自己伤害自己,不是别人,所以佛不能。 救你,菩萨不能度你,谁度呢? 自己度自己,佛只是。 把真相告诉你,告诉你之后,还是要你自己度自己。 所以佛不度众生,这是佛说的一句老老实实的话,指。 能把事实真相告诉你。 佛不受一切染着,的真正快乐。 自信之乐,他告诉我们,我们也有,为什么自己跟。 自己过不去。 为什么自己找自己麻烦。 佛叫我们要自。 觉,自悟,自度,自证,你才能与他一样。 我是。 主在,所以佛说一切法无我,我要自己真正做的。 了主,我希望我年年十八,果然年年十八,才是我。 做得了主,他偏偏要老有什么办法呢? 这就做不了。 主吗? 这例子说明自己做不了主。 没有我呀。 可是明。 新见性之后,我就真的现前了,自己确实做得了。 主,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自己就做得了主,为什么? 我不要老就可以永远不老,我不要死就永远。 不死,可无量寿,自己真正做得了主,这事情确实在。 我们一生中能做到,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静视。 清静,心清静,身清静,境界清静,不但是法不染。 佛法也不染,那才是真静,世间法不染,染着佛法。 还是被染污呢? 还是被染污呢? 是法不净,佛法也不净,所以佛在。 金刚经理给我们说得很好,法上硬舍,何况非法。 那个法是佛法,佛法也要舍,也不能染着,佛法。 好像是要治病的,对谁有用呢? 对病人,如果病好。 了还吃药,不是又吃出病来了吗? 所以身体很健康。 为何天天吃补药呢? 身体很健康天天去补,一定会补。 出病来,这是没有病找病啊,这是最不聪明的人。 如。 果钱很多,把这些钱财去救济贫苦人,你所得的果报。 是长生不老,你能帮助病人,自己就不害病。 我再过。 去对诸位说过,你常常不失病人,把自己的医药费捅。 捅不失掉,就不会生病,为什么不生病呢? 没有钱生。 病了,生病要有钱哪? 医药费统统统不失掉了,别人带。 我生病,我就不生病了。 如果你要准备医药费在那里。 天天想着我要生病,天天想,当然会生病,一切法。 从心想生,天天想生病,一定会生病,如其把那些钱。 用在医药上,不如不失掉,我不生病多痛快呢,这些。 帐药算清楚,你自己才能真正得到自在快乐。 所以美。 月把你的收入拨出一部分不失医药,你就不会生病了。 也不要吃不要,把吃不要的钱也不失掉,杀生,酒。 既,病苦,这样自在哪。 四保释表这个意思尝了我。 净,外还有一层生意也是事实,西方世界的人字。 得生,自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依照经典理论方法。 境界来修学,成就自己的智慧得能,这是自己修行的。 功夫。 他闲便,自己以外都是大圣大闲,经上讲。 得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上善是指等觉菩萨,像。 观音,世智,文书,普贤,弥勒,这些大菩萨,天天。 与他们在一起,怎么会退转? 是极乐之真实因缘。 极乐世界就好在这里。 十方诸佛世界,如果讲物质。 即其他的,的确是有不少世界比西方极乐世界还要殊胜。 还要庄严,但要讲到凡夫往生就能与等觉菩萨聚会。 在一处,那是十方世界都没有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 观察,西方世界是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当中独一无二。 这一点一定要认识清楚,否则人家问,还有比西方。 极乐更好更殊胜的,你为什么不求生? 我们要能说,得出道理来。 二此等庄严,同居是增上善业念佛所感,一。 原五品观以小随喜,二读诵,三解说,四。 肩形六度,五阵形六度所感。 这是讲西方极乐。 世界一阵庄严之所以然。 他为什么这么庄严? 当然是。 阿弥陀佛无量节中,大愿大行修得的成果,这是从佛。 那一边说。 往生这些人呢? 往生这些人也了不起,也。 不是平常人,我们讲往生最下等的,凡圣同居土下下。 平往生的,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增上善业所感,增上。 善业是什么呢? 就是一心持明,所以持明这个方法是。 成佛的清因缘,不但是成佛的清因缘,也是成佛的所。 缘缘,是成佛的无间缘,成佛的增上缘,这一句佛号。 四缘都具足了,这不可思议。 他亦是缘教五品观所。 感,是天台智者大师所说,智者大师在我们中国佛教。 实力,可说是圣名为众所周知,特别是日本人对智者。 大师非常崇拜,原因大概是在唐朝,日本的留学生。 出家人到中国来求佛法的,其中许多是智者大师学。 深,所以在今天,日本一般寺庙都还供养智者大师的。 塑像,很普遍,他们对于智者大师及善导大师非常崇。 静,这两位都是唐朝时候人。 他老人家往生西方世界。 的时候,他是欲知实质,往生时,学生问他,你老。 人家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味。 他说,五品味。 他说因为领众,要做助持,事物要操心。 所以只得到五品味往生。 这就是说如果不需领众不作。 杂事,一心念佛,品味就高。 五品味是身凡甚同居土。 这是天台家所说。 五品味内第一是随喜,即随缘,与一切法不要攀缘。 由此我们能体会到,大师当年在世,虽然在一个寺庙。 那座住持,要同理大众,是什么态度呢? 是随缘而不。 攀缘,确实符合十大院王里所说的横顺众生,随喜功。 得。 古圣先贤,都遵守经典的教训,不敢违背,所以。 有成就。 第二是读诵,天台式属于教下,其修学的方法大多数。 着重在读诵,所以从前人学佛和现代人学佛,方法就。 不一样,以前人学佛有成就,现代人学佛,学了一身。 未得成就,原因在方法错了。 古人修学移入佛门第一。 各就修定,戒定会三学,这是佛法最基本的修养,功。 夫同统用在这里,移入佛门其他的都不学,修戒,定。 会,戒是什么? 戒是守法,老师怎样教,你就怎样。 做,要守老师的教诫,这是诗诚。 在新加坡眼陪法师。 是有诗诚的,他老人家对我讲过,是他在做小沙迷的。 时后,在关宗寺接受帝贤老法师的教导,他的根基从。 那里奠定的,很不容易,非常难得。 我受的教育,与。 他讲讲,他可为我印证,我过去跟李老师,拜他做老。 诗诗,他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是崇拜他为诗之日起。 只可听他一个人讲经说法,除他之外,任何人的讲经。 说法,一律不准听其二,从今日起,不管看什么书。 连佛经在内,一定要得到他的同意,否则不准看其三。 你从前所学的,他都不承认,一律作废,今日从头。 学起。 我想了一想还是接受了,他的期限是五年。 三。 各条件绝对遵守五年。 原先我听了这话,觉得这老师。 很专制跋扈,表面上是浮了,心上人是不甘心,但无。 有法子。 可是跟他一年之后,自己真正得到好处,非。 常感激,虽然给我的是五年,我自动又加五年,我跟。 他一共是十年,遵守他这三条规定十年,我讲给眼公。 老和尚听,眼公拉着我的手说,我在关宗寺那里也。 是这三条件啊。 第显老法师给他约法三章,当时他。 也觉得不服,但以后真正的好处,真正的利益,学佛。 的根基从这里奠定。 老师这样教学的目的在哪里呢? 就是修戒定会,戒定会三学在五年中完成,要用现代。 的话呢是洗脑呢,将头脑里所有的染污,统统洗。 的干干净净,五年以后,身心清净,才能接受如来大。 法,是这个道理。 现在人为什么没有成就,就是一开头什么都要学,脑。 自立染污没有洗掉,佛法装进去以后,全部变成毒药。 了,原来这杯子剩的毒药,没有洗干净,提壶灌进去。 也变成毒药,道理就在此。 古人教学有很深的理论作。 根据,不是落伍,不是不科学。 读读诵就是静心的,酒。 是修戒定会的一种手段。 初学佛的人进入佛门,常住。 理一些粗众的事,分配给你做,讲堂里讲经不准你听。 你没有资格,念佛堂里念佛也不准你进去,你没有。 资格去念佛,什么你都没有资格,你只能老老实实做。 功,其意是什么呢? 是修佛,然后叫你念经,经是实。 摩意思你不用管,没有意思,这是老实话,经典确实。 没有意思,你要以为经典有意思,那你是棒佛,精美。 有意思,所以你不要求解义,如果却有意思,意思指。 有一个,那就变成死的,正因为他没有意思,所以他有无量意。 同样一部经,我们如果一遍一遍讲,讲一。 辈子,讲不厌,听不厌,何故呢? 辨辨不一样,你就。 知道他无量意了,他不是死的是活的,这是不同于事。 尖的书本啊,世间的书本只有一个意思,没有第二个。 意思,看一遍就不想看第二遍了。 经典为何? 经典为何永远看不? 厌呢,因为他有无量意,所以先不求解义,就是念。 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字没有念错,句子没有念颠。 道,目的在求定心,将妄想,分别,执着,烦恼念掉。 了,心清静了,他用这种方法来修定。 定里面就有戒。 即定共戒,既然的定了,定就生智慧,所以定。 是修学的枢纽,找到这个了,前面的戒,后面的会统。 统有了,用念经的方法来修戒定会。 我交给你们念。 无量寿经,其目的也在此的,使戒定会三学一次完。 成,目的在此的,你不能去想一丝,一面去背诵经典。 一面去研究其中的意思,那你就变成世间的读书了。 成了世间法,为什么? 戒定会三学统统没有了,全。 都破坏了,这是世间念书,这是佛法里面不许的,的。 不到效果,所以要晓得,只是去念,老实去念,用轻。 静心去念,恭敬心去念,不要打一个妄想,不求解义。 我念只是修定,我念一小时就修一小时的定,念二。 小时就修二小时的定,再扩大起来,就是借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故读诵非常要紧,念久了以后心清净了。 心清净了就开悟了,不要人家讲解就开悟。 我们中国。 古人也说,读书千遍,奇异自尽。 什么道理? 心清净了,作者的意思自然明了,佛经也是如此,只要。 你心清净,经典的意思就涌现出来,不要去求解,不。 必去研究,自自然然就往上涌,所以你读经的时候。 忽然意思自己现前,那个不要紧,不要去打妄想,不。 要去研究这是怎么讲法的,那就错了,虽然在念诵的。 时候,这意思忽然现前,不要去理会它,也不要去生。 欢喜心,也不要怕忘掉,有时候有很好的意思现前。 赶快记下来怕忘掉,这没有必要,为什么呢? 因为已。 后还会现前,用不着去强记,根本不要理它,继续往。 下念,着重在定会。 所以到定开会了,精益理解了。 那你要解说,要给别人介绍,把佛法介绍给别人。 我得好处,也希望别人也得好处,有福大家同享。 不要一个人独享,大家有福了,自己才真正有福,我。 有福大家没有福,你的福决定想不长久,为什么? 中。 国俗话说,一家保暖千家院,别人看到记度,记。 度就要障碍,就得找你麻烦,你就不会平安,你的日。 子就不好过,我好要大家统统好,大家都好了,我当。 然也好,所以一定要解说,研究,讨论为人宣讲。 奸行六度是自己修行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不。 诗,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父代修,是以毒。 送为主,到自己心地清净,智慧现前了,那就要正。 行六度。 换言之,自己修行的时间可以减少,帮助。 别人的时间要增加,所以这是有先后次第的。 有很多。 年轻的同修,急于要去度众,是一件好事情,好心哪。 但是并不如法,为什么? 因为自己到业学业没有缘。 满的成熟,就出去教话了,就像在学校读书一样,你。 在学校念大学,念了一年还没有毕业,急着要去教书。 一生的成就很有限,你不能有大成就,最好你自己。 学业完成,然后再踏进社会,全心全力去教学才对。 所以不一定急着要很快的去弘法立生。 诗在讲,我过。 去在老师的会下,老师限定40岁以前不可以出去讲。 经说法,我跟李老师时是33岁,只可以在自己讲。 唐里讲,有老师看着,老师在底下听,不容易出毛病。 老师在看着,不可以出去。 同时还有很大的因素。 40岁以前没有定力,容易受外境诱惑,许多年轻的。 法师出去讲经,讲了几次之后,跟信徒结婚了,与他。 的归依弟子反过来归依了,归依他的徒弟去了,原因。 在那。 太年轻了,不讲经不容易与大家接触,一讲经。 与听众接触多了,尤其是年轻女孩,问题特别多。 与法师的接近机会也多,所谓一次生二次熟,三次就轻。 热了,麻烦也来了,多少年轻的法师由这里退转了。 回去了。 所以老和尚对于这些旧防范,没有定力,还。 会受诱惑,还有贪甜吃一慢,都不准出。 从前老和尚。 对学生负责任的,真正有道痕,内烦恼就轻了,外部。 受诱惑了,才可以派出去,派出去弘法还要观察,在。 外面发现不对劲,下次就不能再去了。 所以你们请罚。 诗讲经,最好请年老的,不要请年轻的。 Till the 返邪县。 阿弥陀经要解研习报告第九,十卷新加坡当明。 比一年八月至九月十日。 诸位同修,请先开经本第三十四念,第三行。 三人名表音缘身法,身文表集空,菩萨表集甲。 佛表集中,圆容无碍也。 这是偶艺大师以天台的教。 一,为我们解释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经上虽然给我。 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有身文,有菩萨,有天人,有佛。 但是在无量寿经内所看到的,西方世界是绝对平等的世界,因此在西方世界里,实际上没这些称呼。 这些称呼是佛对我们方便说法而已,但也有道理和理论依据。 正如同无量寿经上讲的,往生到西方。 极乐世界,品味确实是有,四土三倍九平,但它的智。 慧,神通,道力,德能,受用,几乎大家都完全相同。 所以它是平等的世界。 说身文,天人是有两个意思。 第一是它没有往生之前的身份,向我们念佛往生的。 是人的身份去的,有诸天的身份去的,也有小城人。 去的,小城从初果到四果都有,也有一些全教菩萨们。 念佛往生的,这是说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的身份。 一种说法。 第二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它断阵。 功夫浅身次第不同,譬如见思烦恼没断,完全带夜网。 生的,等于他方世界的人天。 见思烦恼断了,成沙无。 明媒有破,等于他方世界的身份,并不是西方极乐世。 戒真的有人天,有身份,那就错了,西方世界是唇一。 菩萨法界,这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是普贤菩萨,因为。 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是修普贤行,我们在华言。 经上看到菩萨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成佛道,可见。 这是很殊胜很庄严的一个世界。 偶艺大师在此的用它,来表天台教义,也相当圆满,那就是表三帝圆荣,所。 以他的人名,是因缘身法。 身文表集空,身文是正真。 空之理,成一切总智。 菩萨是正患有之理,成道总智。 佛是成一切总智,表中道第一异地,这是从西方式。 借一念三帝圆荣无碍。 这是总结居住环境,地利之乐。 四,保持得水,这是无老病苦,西方世界有七宝。 莲池,莲花特别多,所以经典里也称它为莲花世界。 莲花国土,这都是讲阿弥陀佛住处。 七,保持里的水。 是八功德水,它的水与我们世界的水不同,有八种书。 圣的功德好处。 简略八种名称,第一,澄清,水干净衣。 澄不染。 第二,清冷,像澄清,清冷,我们这世界有些。 地方的水也有此好处。 第三,干美,水的味道是甜的。 尝到水味使身心舒畅,我们这世界不多见,有甘泉。 也有甜的水,但很少,不普遍,像海水是咸的,井水。 湿色的,现在河川都被染污了,水味当然不好。 第四,清软,我们世界的水很重,水往下流,它们的很轻。 可以上流,所以很特别。 第五润泽,我们世界的水也有此功能。 第六,安河,我们没有的。 第七,除饥渴,我,我们只能解渴不能除饥。 第八,长养猪根。 因为能除饥渴。 何尝养猪根,所以那边的大众决定没有老病之苦,不。 老不病,每天在七宝池里沐浴,饮用七宝池中的八宫。 得水,所以这是最好的养分,能养我们的六根。 移上明住处,此节明深处,前面一段是说明居住的。 环境,此段是讲脱身的环境。 包括底下一小段。 二次土同居是有漏,也或所感,彼土乃无漏尽也。 所臣,又为阿弥陀愿行之所庄严。 这是一定要知道。 我们这世界是怎么来的,总要搞清楚。 是一切众生。 烦恼,贪,甜,吃,慢,邪见,不正确的思想见解。 所谓是共业所感。 有些初学佛者,往往读了佛经,看。 到我们的社会现象,就有许多怀疑,最大的怀疑是。 我们世界的众生,到底从那里来的,从前人少,现在。 人太多了,这些灵魂到底从哪里来? 什么地方来投胎? 的。 佛法里讲的是共业,如果你与这世间人不共业。 你决定不会来,你既然来了,就与大众有共同的业。 为共业所感。 我们有许许多多人,过去身中从天人到。 来的,也有从畜生到来的,从恶鬼到来的,还有一些。 从他方世界来的,我们今天讲的外星人,你前身是别。 的星球上的,这一身到这儿来投胎的,十方世界来来。 去去没有一定,有缘大家聚会在一起,缘散了缘尽了。 大家又散开了,缘聚缘散而已。 世界无量无边,不。 住的聚散,这也是轮回的现象,这个轮回是大的轮回。 现象。 西方极乐世界呢,是清净心所感,凡是深到西。 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身心清净,所以他是。 敬业所感,与我们的世界不相同,我们的世界是染液。 所感的,烦恼所感的,所以苦啊。 同时西方世界又是。 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大院大行所建立的,这是无比的。 书胜庄严,接引一切有缘众生。 所谓有缘是身心清净。 的众生,到西方去大家一起共修,也就是说阿弥陀佛。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修学环境,这是我们对他非。 常感激,也是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恩得最大最深之处。 他为我们提供了环境。 五,四色莲花,莲花才是我们真正的深处,西方。 世界是莲花化身,无胎生苦,无爱别离苦,我们。 这世界亲爱的是家亲眷属,莲花化身没有家亲眷属。 没有这些关系,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是平等的,没有亲疏。 以莲花大小光色不同,晶云,众生发心信愿持名。 持中极深意连蕊,标明于上,若今尽念佛,花则日。 大,光色日仙,如中途退心或改席他法门,则花见枯。 这一段,诸位同修要特别注意,我再此多次向诸。 未报告,是出世间一切法,只有西方净土是真实的。 其他都是假的,其他一切法,你决定不可能保有,你。 也决定不可能得到,唯独西方极乐是真实的,我们却。 确实实会永远得到。 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就要。 好好的培植自己这一朵莲花。 莲花从哪里来的? 不是。 阿弥陀佛栽种后给我们来用的,阿弥陀佛不操这个心。 也不会去照顾这些,莲花是十方世界的众生,他心。 理动各念头,我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 七宝池里,就生了一个莲花的花包出来,只要你真正。 相信,真正发愿念佛,七宝池就尝一朵花,这朵花的。 大小,光色,与你自己修行的功夫成正比,你非常精。 尽认真努力修学,这花就越来越大,光色也越来越好。 这花是决定错不了的,花的养分是靠我们的念力。 我们念佛的力量。 每一朵花上都有名字,不会磨灭。 标明于上,你要知道这一事实,想想看,我们这一生。 钟什么是最重要呢? 培养莲花最重要。 如何培养法呢? 是清净心,虔诚心,专念一句阿弥陀佛,真的是不。 间断,不夹杂,不怀疑,你的这朵莲花越来越大,光。 色越来越美,这是真的。 所以我劝同修,在这世间不。 要与人真,真来的也带不去,何必呢? 要与人真的是。 比莲花的大小和光色,我们要比这个,这就对了。 你。 只要一心老老实实去念佛,培养自己的连胎才重要。 经上说的很清楚,一个念佛人假如中途退心了,或者。 学禅去了,学教,学密去了,不念佛了,这朵莲花就。 慢慢枯萎死了,就没有了,所以七宝池中莲花的容枯。 你就看到十方世界众生,它是在精进或是退转,统。 统见道。 二信心坚固,一身不改,则灵命忠实,佛持此花。 皆引往生,即生此连中,名为脱直连胎,清净受生。 花开见佛。 我们在回向祭里常念道花开见佛物无。 生,无生就是无生法人。 在人王经上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地位才正的无生法人呢? 是七的菩萨,七的。 菩萨所正的的是下品的无生法人。 八的正的的是中品。 九的正的的是上品。 由此可知,花一开,你就确实。 正的圆教七的以上,到这果位。 我们要问,花什么时? 后开呢? 观无量寿经理讲得很清楚,上品上身的。 人,一到那里花就开了,那真正是圆满的顿钞,真是。 从凡夫一下成佛,没有彼此更快速的了,上品终身的。 要隔一天,上品下身要七天。 品味越下时间越长,十。 坚长不怕,花没有开,你在莲花里也不会寂寞。 莲花。 有多大呢? 最小的莲花,小的不能再小了也比新加坡。 大,怎么知道呢? 因为佛经上说的最小的莲花,它的。 直径一游巡,一游巡是四十里,新加坡从东到西最长。 位置有没有四十里,四十里是直径,你们想这莲花有。 多大。 大的有百游巡,千游巡,地球放在那里才占一。 点地方,你就知道大莲花有多大。 莲花大小不等,花。 没有开始,你在莲花里面,佛还是与你讲经说法,还。 是有大众围绕与你共修。 那些是什么人呢? 那是化身。 阿弥陀佛诸上善人的化身,在莲花里帮助你,绝对。 不会你一人在里面很孤独,没意思,你在莲花里会绝。 的你根本不在莲花里。 这些情形,你必须细读三经一。 论,你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概况就明了了,所以这是。 清净瘦身,花开见佛。 三光色时无量,略言四色耳。 经理讲青色清光。 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说了四种颜色是。 略说,其实光色无量无边,的确是美不胜收,四色是。 表法的意思。 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弥陀因地,以。 四十八愿,摄取二百一十亿佛叉,清净之行,称姓功。 得知成就也。 详细的情形都在无量寿经里,阿。 弥陀佛确实发了无上广大的弘愿,这愿就是他要诚心。 诚意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他发了如此。 的大愿心,然后跟他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学习。 老师。 认真的教导他,他也肯发奋求学,老师为他说了十方。 无量无边诸佛的沙土,里面的因缘果报,一切是理都。 讲得很明白,不但说给他听,而且把十方世界,彤彤。 视线出来给他看到,他听了看了以后,取十方世界的。 长处,那个世界有优点,好的地方他吸收,缺点不好。 的地方他舍弃,这样建造成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 不是他凭空想象的,他实在是极诸佛刹土美好之大臣。 这是很聪明的做法,他的四十八愿不是一次发的。 不是观在家里自己想象中发的,是观察十方诸佛刹土。 如现代人讲的观光考察,你这里有那些好处我要学。 那些缺点我要改进,使我的国家建设一定超过你们。 阿弥陀佛是这样做的。 所以四十八愿是不断修学过。 成当中所累积成就圆满的愿心。 那二百一十亿,不是。 数字,是表法,代表圆满的意思,因为这一部经典部。 但包括了宗门教下,同时也含设了显教,密教,所以。 替陀佛经的表法前面十六尊者,十六位阿罗汉。 无量寿经贤护等十六正式,十六和二十一式密宗理。 代表大圆满的数字 所以它不是数目字 它是代表大 圆满 一个也不漏 是这意思 不能把它看作二百一 十一 它是代表圆满无量无边诸佛刹土 统统阿弥陀 佛在阴地都去观光过 都去考察过 都去仔细看过 好的统统要 不好的改进 这样造成极乐世界 所以 很符合我们今天所讲的科学的精神 科学的方法 却 是如此 读经史摄取古人之经验 参学摄取经人之成果 是 读万卷书 行万礼录 施法弥陀行也 阿弥陀佛志 会功德的成就 即使现在的科学家 听到了也佩服的 无体投地 他确实符合科学的精神 至于读书 至于读书 众生遭到这么大的苦难 是不读书之过 我们中国古 圣先贤 对后世子孙设想的真正是无为不至 想的太 周到了 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没有的 我们 才知道自己祖宗恩德之大 祖先们一代一代把他们的 智慧 把他们的经验 把他们的教训 流传给后世 希望后人从这基础上 在发扬光大 一代超过一代 这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思想 理念 希望一代比一代好 那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把他们的智慧 经验传给后 人 这就要有工具 在过去没有电视 也没有录音机 怎样把这东西留给后人 语言 不能传久远 因为 它会变 常常有新的术语流行 后人不能了解前人的 意思 文字也会随着言语变迁 所以中国古人就想了 一个绝妙的方法 与语文走两条路 不走同一条路 所以叫做文言文 跟语文走两条路 语文会随着 时代变 文言文永远不变 这问题就解决了 永远不 变的工具 才能把几千年前 古人的智慧 经验 宝 存下来传给后世 这是全世界任何国家 民族所没有 得 现在我们中国子孙 真是大不孝瓦 把祖宗这样疯 付的资产舍弃掉了 否定掉了 不要他了 这才糟大 劫难 针对不起祖宗啊 文言文难学吗 不难学 我 门看民国初年 我在台湾过去 还收集了几十本民国初 年小学生的作文 以后人家借去了 都不还给我了 不 知谁借了 还剩三本 什么年龄呢 大概十一 二岁 是小学四年级的作文 现在大学文学院毕业的学生 都做不出来 非但做不出来 恐怕念都念不懂 为时 磨那个时候十一 二岁的儿童能做得出来 现在大学 身做不出来 由此可知 文言文不难哪 小孩都能做的 出来 难什么吗 中国古时候不满念碎 中近世的人 很多 近世是国家最高学位 相当于现在的博士 怎 磨会有困难呢 困难是 现在人根本不愿意念他 就难 了 学习文言文 没有别的诀窍 就是读诵 看着本子 叫读 不看本子叫诵 诵是背诵 我过去在台中 随 李炳南老师学佛 他告诉我们 佛经最晚的翻译在诵 朝 佛经典式古文 古文中最浅显的 诵以后翻译的 太少太少 因此对文言文 必须要学习 怎么学习法呢 一定要熟读 五十篇古文 取材古文 观止 在其中选 五十篇 五十篇能背诵 你就有能力 看文言文了 想 现在台湾印的四库全书 你就有能力阅读 你能熟背 一百篇古文 就能写文言文 一星期背一篇 一年的 时间也可以背五十篇 我们文言文的钥匙就拿到了 四库全书 三藏经典 在我来讲 文字的障碍破除了 就有能力阅读了 这是古圣先贤智慧经验的宝藏 都提供我们做参考 读经史 摄取古人的经验 你要说 古书没有价值 古人东西没有价值 你看最近伊拉克 打仗的时候 我看报纸上还常常引用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 他们是不是真的念通了呢 决定没有念通 不过是懂得一两句而已 懂得一两句就能打胜仗了 不起 科学发达到这样程度了 还离不开孙子兵法 你就晓得中国古圣先贤智慧经验的丰富 不是我们能 想象得到的 所以要念古书呢 要读历史呢 读历史 可以摄取到史时 你看东西可以看得很深很远 你就 有历史的眼光 你的判断力与别人绝对不一样 所以 经语史是一定要读的 这是纵的学说 集成几千年的 道统 智慧 经验 教训 恒的方面呢 佛法讲参学 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是观光考察 你到每一个国家 地区去看 看看他们怎么做法 取长舍短 这样来见 设自己的国家 成世界第一等国家 没有任何国家可 以相比 这是真正的智慧 绝对不是闭门造车 所以 读万卷书是摄取古人的经验 行万里路是考察 吸收 现代的知识 博古通经 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 学问 阿弥陀佛就是这么学来的 实在讲 他给我们做了 榜样 中国古圣先贤也是这样教给我们的 当时我们 中国古圣与西方印度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开过会 梗 没有对过话 他们的讲法 看法 做法 完全相同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 英雄所见略同 真正有智慧的人 见解很接近 这是我们读了以后 要知道学习 像阿 弥陀佛学习 那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才是真正 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 学问 六 天乐与花 是讲天时之乐 在经文里是 比佛国土 常做天乐 黄金位地 昼夜六时 与天 曼陀罗华 饭食精行 是说明 描绘西方极乐事 借大众 他们日常生活的状况 一经上给我们说 依该该圣花 依该是圣花的花 蓝 即圣花的工具 圣这花做什么呢 世道他方世界 去供佛 拜佛 拜佛要带礼物吗 什么呢 拜佛的礼 物是花 香花供佛 佛一定给你说法 给你开示 美 天都去供养 无量无边的诸佛 这美尊佛不要多 只开 是一句吧 你像每天可闻多少佛法 是无量无边 这 样的人怎么还会颠倒 退转 不成佛呢 这是修学环 净之好呢 到西方极乐世界 老师是十方诸佛 不是 普通人 等觉菩萨与我们是同学 观音 是智 文书 普贤 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同学 地位平等 诸佛 是我们的老师 这样的修学环境 确实是十方一切诸 佛差土里所没有的 第一殊胜 无比殊胜 一该胜 花与饭时经行事 一时行了 他方共佛式的 神通乐和是多佛乐 你要没有神通 你就不可能每一 天去供养十方诸佛 西方世界人的神族通在前面像诸 未报告过 等于八的以上的菩萨 所以他的大自在 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 他只动个念头 人就到达了 速度这么快 不是普通的阿罗汉 菩萨神通可以相比 的 饭时经行事 无求不得苦 二经上有一句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 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 此句特 为此土众生而说 是特为我们讲的 因为我们这世界 众生感情很重 感情是什么呢 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 本 如果你要说这个人没有感情了 大家又不高兴了 这人无情无义 那要备受社会的责备 他不晓得感 情真正是坏东西 不是好东西呀 让我们深深事事托 不了生死轮回 天天受苦受难 都是为了情所累 我 们对此世界上的许多亲属朋友 都念念不舍 佛对你 讲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与此世界距离十万亿佛国 土 这句话是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要回来很容易 美 天都可以回来看看 等于没有离开 这是对我们情直 深重的人 劝导我们 如果你要想真正不离开你的家 清眷属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做到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在恩爱的夫妻眷属 死 了之后 还是个人走个人的 永远不会再见面了 总 然再见面也不认识了 唯独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有 天眼 你的家清眷属 不管到那一道 你都会看得到 你都认识他 不但这一生的父母能认识 过去生中 深深世世的父母眷属 统统认识 我要帮助他 要 去度他 就容易了 所以这一句的含义很深 特别说 十万亿佛国土 实际上他的能力是无量无边 横 杀诸佛国土 这十万亿是很小的数字 亦显往生之 后 有能力随时返来 供养本师 弥勒 超度怨亲 皆不难尔 意思在此 所以要是真正想照顾家清眷 属 这是一个好办法 这是真实有效的办法 供养他 方式借诸佛 这也是表真因必定得到究竟圆满的佛果 天天不离佛 天天与佛在一起 成佛就容易了 三十时 即清淡 顾约即已 名其神族不可思议 不离彼途 常变十方 不假于十回海也 这一段 是形容飞行速度之快 显示他变化的神通广大 他怎 要去供养十方世界 无量无边诸佛呢 给诸位说 不 是一尊一尊佛的拜会 那样是不可能 那有这么多识 间 他是同时去拜会 他能分身 在无量虚空中 有 多少世界 多少佛 他就有能力分多少身 同时到达 每一尊佛前有他 他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在这说婆事 借修行 修到这能力不容易 我们在传记里 曾经看到 不止一次 在外国和中国都有 神僧传里记载的 随唐时候的高森 印度来的高森 确实有分身之数 有一位法师在中国红法一段时期 他要回去 再回去 的头一天 有很多同修要请法师来供养吃饭 凡是去 请法师的 他统统都答应了 到吃饭的时候 果然法 师都来了 到第二天 法师要离开长安 那时的首都 大家到十里掌庭去送行 每个人都非常欢喜说 法 师很赏光 昨天到我家里来吃饭 大家听了 不对呢 大家说法师在我家吃饭呢 明明在我家吃饭 结果大 家一对 他分五百生 五百家 他每家都到了 统一 时间 大家才知道这一法师是神僧 不是普通人 他 有这一能力分身 西方世界的人 分身能力就广大无 边 他能变化 无量无边生 这的大字在哪 四次文显极乐 一身 一尘 一刹那 乃至跨步 弹指 西语十方三宝 贯彻无碍 偶艺大师这一段 的开示很重要 这是显示出西方极乐世界 真实无比 的庄严 这一种庄严实在化 就是我们自信本身的庄严 如果说了我们得不到 与我们没有份 这就说得过 分 毫无意义了 经上所讲的我们都有份 我们统统 可以得到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得到它 愿意得到它指 要相信 发愿意心专念阿弥陀佛 你这一生决定得到 你想这世间值得留恋些什么 经上讲的清清楚楚 西方世界天乐迎空 我们喜欢音乐的 还得许多仪器 和设备 西方世界不要 天乐是自然的 想听什么就 演奏什么 这妙瓦 随念就献钱 动个念头想吃 这 饭菜已摆在面前了 不想吃时就没有了 用不着喜叠 收碗 多自在 一切不需要工作 造作 我们这礼谱 马路 西方是流离的 我们是杀石头 流离中国人讲 是翡翠 绿色的玉 宝玉 大地是这个 以黄金用来 铺成马路 我们今天看到的翡翠 是用来镶个戒子 做个镯子 戴在手上很美 但是西方世界地上挖个泥 土 镶在身上 这多难为情 那个世界好啊 都是 并不是说佛用这种富裕享受来诱惑我 那你就错了 西方世界是信德变现成的 他自然就是那样 不是人 为的 是清净心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庄严 不是造作 我们一定要知道 事实状况了解清楚了 要向往 我们这一生就能够得到 为什么不取 不取就真于吃 了 李老师讲的 不是于吃就是狂妄哪 换言之 如 果是正常有智慧的聪明人 一定会取西方净土 因为 这是你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得到的 五又显在梭婆 则着重恶障 与极乐不格而隔 在 极乐则功德圣身 与梭婆隔而不隔 思意及生意 这是讲两个世界交往的状况 两个世界当中有没有 障碍呢 没有 实在讲 真的没有 但在我们眼前却 实有障碍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看不到 阿弥陀佛说 法 我们也听不到 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明 我们怎会晓得 这就是障碍呢 障碍怎么产生的呢 障碍在我们自己这一边 我们的心不清净 产生障 爱 不格而隔 所以我告诉同修们 佛法的修学三大 纲领要记住 修觉 修正 修静 我们净土宗这一法 门是在三大纲领内 偏重在静 静而不染 冷言经 上告诉我们 静即光通达 静到极处忽然大悟 是 出世间一切明了通达 静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就开悟了 所以这法门是修清静心的 你念佛是修清静心 念 今也是修清静心 拜佛还是修清静心 不思乱想 这个完全错误 要晓得 一切修学的方法是修自己的清静心 心静则途径 心 静了就与佛感应道交了 是这么一个道理 他们没有障碍了 动身 起心动 念 他能知道 你的一举一动 他看得清楚 你在说 情悄悄话 他也听得到 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状况 真 是汉毛植树哪 我们不能做一点亏心事 人家全晓得 我们自以为别人不知道 那里晓得 西方世界的大 众没有一个不知道 经典念熟了 却使我们自己起心 动念 一举一动 一言一笑 自己都会谨慎 何故呢 知道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 都看得清楚 我一举一动 都瞒不了人 心里打妄想 动个念头 他都知道 有 什么法子 只好乖乖老老实实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 佛他也知道 也清楚 所以他方那些大众 对我们是格 而不格 此意很深 要是将无量寿精对照 起来看 确实提高我们甚深的警觉 也会自己鞭策自己 警 替自己要认真修行 这装饰情是真实法 不能骗人 更不能骗自己 是一切真实 这是最殊胜的诸道因缘 所以西方世界没有仗道的因缘 这样他一生才能顺 立得圆满 我们修净土的人 了解这事实真 说 老实话 一切仗道的因缘也都破掉了 功夫一定能够 上柜道 下面一段经文虽不长 但解释的较多 七 说法庄严 前面说过西方极乐世界 佛语大 众每天做些什么 首先你要晓得 它是一个学校 极乐世界是佛教大学 学校里面这些老师与学生 坐实 我呢 天天上课 讲经说法研究讨论 学校的生活 每位同修回忆起来 是一生最美的 但是有很多人觉得 得在学校念书念得很苦 枯燥无味 不念又不行 那 是真的 学校生活并不见得很快乐 可是我跟诸位同 修说 我的童年学校生活是最快乐的 为什么呢 因 为我是念自己喜欢念的书 有些学生为什么不快乐呢 是不喜欢念的强迫他念 就会不快乐 我年轻的时 后继意力比较好 就靠这一点小聪明 童年很快乐 为什么呢 很会骗老师 学校读了十年 整整完了十 年 白天看小说故事 晚上去听戏 过这样的生活 学校的功课 由于记忆好 听课很认真 听了后从不 复习 所以我时间很多 注意听 我听的那个就听很 受用 应付考试够了 考之前十分钟书翻一翻 一回 及格 所以到考试的时候 考卷拿来了赶紧做 做一 做 算一算 有六十分了就脚卷 第一个胶卷 我不 要第一名 及格就行了 所以老师对我很气 但又无 可奈何 我及格我年年升级 对老师对家人都打发过 去了 所有的事时间念我喜欢念的书 这就快乐了 玩我喜欢玩的东西 太快乐了 到达西方世界每个人 都念自己喜欢念的书 快乐呢 一点压力都没有 轻 松愉快 这样学习就非常幸福 人生日子很好过 人 家看到很羡慕 非常自在幸福 西方世界是念自己喜 欢念的书 想听什么法就听什么法 有一些志同道合 的同学来与你互相气搓 琢磨研究讨论 我们看 内容大意 一众鸟画机 经上给我们说了西方世界有很多 鸟 鸟会说法 鸟虽畜生道 但它不是畜生 它是阿 弥陀佛变化所作 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 人也会造鸟 叫出的声音与鸟一样 造的兽类也会叫 西方世界 科学发达到最尖锋 看不出是假的 那里的鸟就象征 的 是阿弥陀佛造的 这些鸟给你说法 这是阿弥陀 佛大慈大悲 因为我们要所求的是我们的功夫 不见 断步夹杂 如果每天听佛说法 佛在讲堂上端坐 我 门在下规规矩矩的听 时间坐久了很累 佛坐在说法 你总不可以躺在下面听吧 太不礼貌 佛便小鸟在 树上说法 我们可以躺在那里听 很舒服的 我们可 以轻松一点 放逸一点 没有关系 这样可以不间断 了 你看阿弥陀佛多慈悲 就怕你见到佛要受约束寿 规矩 所以不现佛身 用鸟的声音 用树的声音 用 风的声音 用水的声音 你可以躺扬在大自然当中 无拘无束 你的功夫不间断 不夹杂 这了不起呀 这样的学校 这样的教学方式 他方世界所没有 七 方世界第一 到那里去找啊 不必到讲堂去听法 随 十随地都可以听到说法的声音 六十眼法 是说法不间断 文正法乐 七 念三宝 听了以后 都念三宝 念三宝是广义的不 是狭义的 不是说听了法以后就归依佛 归依法 归 依森 那这个人就呆掉了 念三宝是听了法之后 绝 而不迷 这是念佛 正而不邪 这是念法 静而不染 这是念僧 你的心地视觉 正尽天天增长 这才叫念 三宝 得正念乐 名无三图 经上特别为你 说明 西方世界没有三恶道 这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西方世界不但没有三恶道 连六道都没有 连生文 原觉 全教菩萨也没有 绝对没有退转之苦 没有 堕落的苦 原念三宝 原正三不退 所以念三宝 是念 绝正尽 这是我们自信三宝 二极乐普社法界众生 根臣一一元妙 知此文 亦特为此土众生而说 这段经文与前面所说的供养他 方十万亿佛 那意思是相同的 是特别为我们说婆事 借众生而说的 针对我们的烦恼习气 或是一律牵挂 而讲 三大制度论云 三十七品 魔所不设 及无量道 品 意在其中 这里给我们说出说法的内容 内容 经上只讲了四句五根 五力 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 这四句是三十七道品后面的四颗 三十七道品总共 有七颗 只说后面四颗 前面三颗没有说 何故呢 前面三颗必须在我们现在这阶段完成 这才能到西方 极乐世界 这点同修们都应知道 我们念此一句阿弥 陀佛 陀佛 是功夫得力 得力呢 就是一句佛号要完成前 念基础的修学 五根 五力往后到西方极乐世界 还可以继续不断的再修 这是念佛要小的功夫得力不得 力 我们在此把三十七品统统列出来了 按照顺序排 列 由浅到深 它是整个佛法的归纳 是一切佛法的 总纲领 都不出此原则 一 四念处 是智慧 以智观境 敬畏境界 要以智慧来观察 看人看事看物 要用智慧 这一 据实在就是看得破 看破世界 所以四念处是破 谜 是属于智慧 它的作用是破谜开悟 第一是观深不尽 六道凡夫 没有例外 没有一人不爱 习自己的身体 身体需不需要爱习呢 要爱习 爱习 要如理如法 不能过分爱习 过分了就错了 身体要 保养 但要符合生理的需要 这是最好的保养 如果 身体不需要你去过分保养 反而将身体弄坏了 那就 不是养生之道 身体是工具 不是我 是属于我 所有的 要记住这点 我是主宰之意 如果是我 我 这身体就永远不能坏 永远不能老 永远不生病 那才是真正的我 我们对身体不能控制 可见得它不 是我 好像我们穿的衣服 穿的时间 久了会坏掉 坏了就要换一件 再做一件新的 身体也是如此 是我 所 它坏了就换个新的身体 这是事实的真 像 所以要晓得身是不尽之物 它不干净 不可贪念 人要真正把这一条弄清楚了 观身不尽 给诸位说 爱欲就会断掉 身体就像花瓶 但它里面盛装的是 大份哪 有何可爱 所以要好好利用此身体来修道 修清静心 这是最高明的 不可以将此身体去造业 过分爱惜身体就是造业 第二是观寿是苦 寿是享受 一切享受是苦啊 前面 说过 不是苦苦 就是坏苦 或是辛苦 三界统苦 没有乐呀 你要以为在此世界有乐 那是迷惑颠倒 这世界哪有乐呀 乐是坏苦 一定要觉悟我们所受的 一切都是苦 第三是观心无常 此心是妄念 你去观察这念头 一 各念头起 一个念头灭 从早到晚不晓得多少念头都 在身灭 这是无常 妄心 第四是观法无我 我是自体 一切万法没有自信 一 切万法没有本体 一切万法是什么呢 是因缘所生 它是很多条件聚合 陷起一个形状 这条件失掉了 像就散了 没有了 原聚则有 原散则灭 实际上有 没有生灭呢 没有 只是原聚原散而已 现在我们科 学也发现这事实 物质不灭 精神不灭 只是聚散而 一 这一切法 在佛菩萨眼里是平等的 统统是基本 的物质 排列的方程是不一样 是排出来的 其实是 一样的东西 没有两样 这是金刚经上讲的一盒箱 一是基本的物质 今天我们所讲的电子 粒子 那个就是一 一切万法都是这一种物质组合起来的 现代科学明了这道理 佛在金刚经上已讲的那么 透彻 那么清楚 所有一切物相 都是同一种物质组 合的 只是排列的样子不同而已 你千万不要被骗了 所以一切万法是平等的 佛从这里观察万法平等 当体皆空 是从这里看的 这时才看到一切现象的真 实相 所以佛法里确实有现代自然科学在其中 这是 无我 这是没有主宰 一切法是因缘所生 这是讲词 土 我们在看西方极乐世界 与我们不一样 我们这 世界与十方诸佛世界 差不多是一样的 西方世界与十 方世界不相同 其一是莲花化身 他的身真正清净 我们的身不净 所以他永远不衰 永远不老 永远不变 那才是真正 的身 其二是但受诸乐 我们这里一切的受都是苦 他那里 但受诸乐 没有苦 因为没有苦的因 就没有苦的缘 苦的果当然更没有了 其三是一心不乱 西方世界的大众 每个人都是一心 不乱 一心是常 不像我们的乱心 乱心无常 一心 旧是常 常旧是定 心永远在大定之中 其四是自在主宰 比土的大自在 他确实自己做得了 主 样样都是自己做主 在整个生活环境里 他做的 了主宰 思一的一 思十的十 一切受用应念而生 自己做得了主宰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要修思念 处啦 从五根武力上来讲 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中国 祖师大德常说 爱不重不生缩婆 念不依不生净土 六道轮回当然原因很多 许许多多原因里 最重 要的原因 就是情爱 说得浅显明白是男女之爱 这 是六道生死轮回第一个因素 有几人能把他看破 能 把他放下 果然看破放下了 决定超越六道轮回 念 佛一天十万身佛号 如果这衣冠看不破 还是不能枉 身 这条绳索捆着你呀 阿弥陀佛拉都拉不动 没法 子 一定要把这情爱断掉 绝对不是绝情无意 现在 与诸位讲穿了 你那些爱情是假的 是骗自己又骗别 人 是虚情假意 怎么知道是假的呢 今天爱了 明 天又吵架了 后天又离婚了 这不是假的吗 所以你 门诸位冷静去想一想 那爱情到底是真是假 你就会 觉悟 所以结婚两次 在中国祖先造的这个字 我反 对简体字 简体字将中国文字破坏掉了 中国文字是 智慧的文字 叫你看了字就开智慧 结婚结事集 想 旁边乱七八糟给你绕了多少层 婚事件到女人头 就婚了 所以头脑清醒就不会做这事 你看中国祖先 造字叫你看了就觉悟哪 你不要婚了 不要被缠绕了 中国古圣先贤对子孙的爱护教训 真是无为不至 外国文字没有 所以中国文字充满智慧 不能改那 改不得那 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爱欲不断 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佛这四句记的 教训 常常念 常常想 自自然然对爱欲就冷淡了 我 我们的心才能专一 出离三界六道轮回 往生极乐世界 才真正有把握 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所以佛法的确 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 我们今天讲的理智 它不是敢 情 希望同修们很冷静地去体会此意 佛以及我们中 国圣人 并不是完全反对男女不可以结婚 何故呢 你不愿意出三界 就行世间法 但是世间法 也要不 婚 这是圣贤对我们的教训和期望 所以夫妻的结合 在古代不是爱情 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先生语 太太从来没见过面的 怎么谈恋爱 结婚有共同生活 的目标 这是正确的 为了要达到共同生活的理想目 标 爱情是其次 不是重要 现在民主开放 如果还 能保持古圣先贤的理念 你的家庭一定非常幸福美满 所以要以一生生活目标 为思考的第一标准 不可迷 在感情上 产生痛苦 因为感情变化太大 一个人早 晚情绪都不一样 那保得了明天是什么心态呢 靠步 住啊 真正永远不变的爱是谁呢 是佛与大菩萨 那 是理性的爱 永远不变 是大慈大悲 是坚人讲爱 就是迷惑颠倒的慈悲 慈悲与爱是一个意思 一个是 从感情里深的 一个是从理性里深的 二 四正情 情是情分 正是正当 我相信我们 的世间人 每一人每一天都非常情分的在工作 你这 情分是否正当呢 那是另当别论 佛教给我们的情分 是有标准的 这标准是善恶 对一切恶要断掉 以 生恶令断 已经造的恶自己知道 所做的一切错事 如身体所造 口里言语 其心动恶念 要断掉改掉 为生恶不生 佛给我们讲的许多恶念恶行 我 们虽然没有 永远不要叫它发生 这是断恶 其次是 身善 以身善增长 将已做的善事 善行 善心 善念 要叫它增长 为身善令身 佛在经上给 我们讲许多善法 如果现在还没有做到 要把这些善 念善行升起来 这叫正情 所以正情是以善恶做标准 我们要先谈一谈 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善恶本身的 标准在那里 善恶有许多不同的标准 有绝对的标准 有相对的标准 佛法里大致来说 讲五圣佛法 人 天有人天的标准 小圣是小成的标准 菩萨是菩萨的 标准 不相同 我们要清楚明白 才知如何做法 人 天里有个绝对的标准 那就是凡与众生有利益的 这 叫善 如果利益大众 使大众献钱的利益 来生不得 利益 这就不是善 这生得不到利益 来生得利益 这是善 生生世世都得利益 这才是善的真实义 所 以善恶的标准从这里建立 凡是为自己的都叫恶 也 许同修们听了 那一个人不为自己呢 为什么说为自 己就是恶呢 诸位要晓得 一切众生所以迷失自信 不能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最大的障碍有两种 一个 是人我值 一个是法我值 起心动念都为自己 你的 我值天天都在增长 你修得再好 也见不了性 这种 障碍你永远不能通过 这是恶 所以佛教给我们 起 心动念不想自己 只想别人 把自己渐渐淡掉 忘掉 我直破掉了 决定超越三界 我直破了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是身方便有余土 不是凡胜同居土 那的 位就高了很多 佛家讲一切 起心动念 为自己是恶 是 从这方面来说的 一点都不错 所以学佛的人要觉悟 身是不尽之物 身也不是我 何必起心动念 为他造 做一切罪业呢 我既然没有 是假的 那有什么 我所有呢 更是虚妄的 这才是一个 真正觉悟的人 真正看破了 看破之后 才能放得下 西方世界为善无 恶 没有恶元 恶因 恶果 竟念相继乐 无上菩提 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 我们的心要和 阿弥陀佛的心一 样 阿弥陀佛的心量 是包含着 尽虚空变法界 所有意 切众生 我们都要以智慧 能力 全心全意去帮助他 帮助他破迷开悟 帮助他求生净土 帮助他不退尘 佛 这是阿弥陀佛的心愿 我们的心要与他一样 这 才叫学佛 众生对我有误会 我要包含 不要记挂在 心里 因为他是凡夫瓦 我觉悟了 他还没有觉悟 觉悟的人与没有觉悟的人 不能吵架 不能记恨在心 如记恨吵架 那就大错特错了 所以要包含谅解 他是我的冤家队友 我还要用善心善意去度他 帮助 他 果然这样存心形式 你的冤家队友渐渐被你感化 不但佛法如此 我们中国儒家也讲 人者无敌 人 慈仁爱之人 他心里没有敌人 没有冤家队友 在佛 法讲是大慈大悲 心里还有恨的人 讨厌的人 那里有慈悲心 慈悲没有 当然心也不清静 不平等 绝症净完全没有 你天天学佛 学的是什么呢 学的是 迷 学的是邪 学的是染 迷邪染一天比一天加重 这叫颠倒呢 那样学佛不能成就 真正学佛的人 迷 邪染一天比一天少 一天比一天轻 绝症净一天比一 天增长 这就对了 绝症净是善 迷邪染是恶 我们 要断恶修善 三 四如意足 如意是称心自在的意思 归纳为 四大类 他真正的意思 我们浅显的说 就是放下 放下了就如意 就自在 所以中国从前有福的人 做 大观的人 手上拿一个如意 多半是欲做的 称为欲 如意 很贵重 那如意头是弯过来的 意思表回头 回头就如意 手上拿着东西 是表法 比喻做官做得很 大了 不必要再往上爬了 可以回头了 发财的人 财发得够了 不要再发了 回头吧 最近玩股票 转 了一点钱 不要再赚了 回头就如意了 不回头 则悟 极必反 乐极深悲 劝你回头 所以如意头是回过来 的 回首如意 也就是佛家常讲的 回头是按 你才 的真正如意 这是定是福 所以它是戒行 定行 福 行 前面讲的四正情 是慧行 那是智慧 一个人真正 去断恶修闪 断迷斜染 修觉镇静 这是上上智慧 在日常生活中 处世待人皆悟 要修四如意族 第一是欲 欲是欲望 欲望如何如意呢 知足就如意 了 知足则常乐 心安理的就是四如意族的意思 欲 欲望是物质上的生活和精神上的生活 要知足 小 的回头 不必月份的去希求 最好不去求 一切顺其 自然 那福报是最大的 因为心里无贪求 有希望就 有失望 很苦 所以只要有愿望 不要有希望 愿望 与希望不一样 愿望里面没有望心去求 是让它自然 圆满 希望中有望念在求 求它赶快现前 很痛苦 是求不得之苦 凡有希望的人就有求不得苦 希望越 多 求不得苦越多 所以要无求 知足 无求则欲如 一 生活自在 第二是精进 精进 人一定常乐 不快乐就无法精进 精进的 人一定快乐 快乐就是精进 常乐的乐 不是从外面来 的 是从内心里发的 《论语》里第一章就说 学而识 习之 不易说乎 说是从内心伸出的 说者月也 喜月也 佛门讲法喜充满 是你自己修行有进步 有 收获 内心产生的喜悦 俗话常说 人逢喜是精神爽 每天心情快乐 爽朗 就是不老不病的秘诀 你们 要想不老不病 天天要快快乐乐 欢欢喜喜 这人就 不会老 又能使人老 论语第二句说 有 彭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 这是外面的境界 彭 是什么呢 是 志同道合 到这里来拜访 来做什么呢 来气搓学问 来研究讨论 这真快乐呢 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缓 言之 这彭是什么呢 是学生 老师把学生 看作朋友 看作最好的 同参道友 学生尊重老师 彼此互相尊 重 所以这彭 是学生 自己真的道德学问 成就了 自然有仰慕 来求学的 那是学生来的 所谓得天下音 才而乐与之 这是人生一大乐事 这是论语的两句话 精进则的常乐 常乐就是精进 第三是念 也叫心如一族 念是心安 心要不安心就 乱了 是烦恼的根源 第四是会 是理明白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是实 清 楚明白了 理得到了 这世会如一族 心安定了十年 如一族 实在讲 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学 佛菩萨 的教导 目的都在此地 成就一心 不退菩提 我吧 这一段看作戒行 定行 会行 就是戒定会三学 欲 精进是属于戒 念是属于定 加上会 三学的基础在此的 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做到知足常 乐 心安理的 就没有办法踏进佛门 这是佛门的地 一到门槛 到这里才进去 如果我们讲净土 西方极 乐世界的四如一族 欲求极乐 我们一心一意 只希望 往生净土 就是欲如一族 一心称念阿弥陀佛 不佳 杂不间断 就是精进如一族 一心称念心 不散乱 不悲 外境所迁 就是念如一族 这一句佛号念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从心里伸出来 口里念出来 耳朵里听 进去 那就是会如一族 这是讲我们修净土的人 如 和运用此一原则成就敬业 前面所讲的是我们学佛的 人 如何在生活中 在社会里 真正得到幸福美满 你要修四如一族 你的家庭 工作 一定得到幸福美 满 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阿弥陀经要解研习报告 第十一 二卷新加坡当明 比一年八月至十一月十二日 诸位同修请先开经本第三十五面 看四五根 五五粒 五是树木 共有五条 根是用植物做 比喻 植物有根就能生 能成长 故根有能持之意 持是保持而不会丧失掉 生是成长 力是五根成长到 相当的程度 它就有能力 这种能力可以断移 断移 之后的性才叫真性 我们今天信心不坚固 容易受还 净影响 原因在我们一根未断 虽然学佛了 但对佛 法力许多的怀疑 使信心不能坚定 如果有根有力 信心就能清净坚固 其次是成德 根有力量它能开花 结果 成就万得万能 有此大用 五条中列得很清楚 信 敬 念 定 会 五根五粒的明目 都是这 五个 信 信什么呢 简单的说 信正道 信助道 下 面的静 念 定 会 都是对正道 助道而说的 信 是深信不疑 对他不疑惑了才叫信 可是信 实在讲 是有等级的 我们初学佛的 只能称为勉强信 还没 弄清楚 只听人家说学佛很好 就来学了 佛究竟是 什么 没有搞清楚 甚至同修听说这里讲净土 净土 很好 我们要来修净土 净土是什么 也没有搞清楚 这是勉强性 几时将理论搞清楚了 明白了 有了 理论的依据 此信心称为正信 正信是有理论根 具 真正道破仪之后的信 才叫真信 正信还比不少 真信 真信后面一定是真修 真信没有不修的道理了 正信还未必肯修 真信才真修 所以信 所以信要有根 短 一了就有根 能生一切善法 在净土说 能帮助我们 往生不退成佛 净是进步 如果每天有进步 我们的精神才能提 得起来 才能真正得到法系充满 假如学佛没有进步 时间久了 必定产生厌倦 退堕 甚至完全舍弃 觉得没有意义 得不到利益 所以进步是要求的 念事记得住 学了之后念念不忘 定事定在 所信所学的事情上 会是对它清清楚楚 明明白 白 什么是正道 什么是诸道 正道 诸道内容非常广泛 在佛法里 每一宗有每一宗的正道 每个法门有每 各法门的诸道 可见这两个名词是通明 不是别名 在净土宗的正道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讲净土宗的经典 宣扬净土 修学净土 净土的正道就是持明念佛 在一切时 一切处 一切环境里 我们牢牢指持 一句难无阿弥陀佛 往生不退成佛 就靠这一句 佛号 而且是一生中成佛 的成就 就能办得妥善缘 满 这是正道当中的正道 我们要认清楚 为什么呢 其他一切法门不是不好 不是不殊胜 而是我们的 根性不利 我们的环境不善 因此在一生中不容易修 成功 是这一个道理 佛法 我们在过去 一再对同 修提起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无论修学那依法门 如 想成就 必须以门深入 弘法团明非常称广大 顾名 思义 是要弘扬世尊四十九年说的一切佛法 但是求 学的人 可不能每一个法都学 那是不会有成就的 学佛一定要一门深入 学境要一门深入 学禅也要一 门深入 学教还是要一门深入 绝对不能说同时学二 各三个法门 甚至更多的法门 这就很难成就 所以 大家要想真正有成就 要在所有的法门里 选择一门 例如 红法团一星期七天都有活动 讲各种不同的法 门经典 你只能在里面选择一门 一星期只来一次 这样 你才得到受用 如果说七天都来 七种法门都 学 那你一生中一样都学不成 为什么 学杂了 学 乱了 开无量无边的法门 是要接引不同根性的众生 我的根性属那一门 则选择那一门 如此才有根 才有力 才能开花结果 诸位同修一定要知道 静宗的祝道 在前一次红法团成立 静宗学会 团长要 我做简短讲演 我提出静宗学会修行的五个科目 很 好记 第一科目是观无量寿经上 佛告诉我们要修三福 学佛的人不能无福 成佛要福会二族尊 所以要修 福 观经理为提西尊者 在佛没有教他修净土之前 先教他修三福 以三福作为修学的基础 我们才知道 三福非常重要 三福内 第一条是孝养父母 奉是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所以佛的学生一定是孝子 怎样才能尽孝呢 要让 父母精神生活充沛 物质生活不缺乏 尽心尽力供养 就是圆满 精神的生活一定要一家和睦 兄弟姐妹 多了 兄弟不合 父母就忧心 心里难过 那就不笑 同样 佛弟子 佛门大众不合 就是对佛不恭敬 不尊敬 佛见了难过 这些学生天天吵架 闹事 简 直不像样 所以佛与父母是一样的 我们同学中要同 心同德 同愿同行 佛看到就欢喜了 那才称为奉事 师长 要依教修行 将佛的教训认真做到 不但佛欢 喜 我们自己也非常欢喜 一个道场 注重与信徒 都像一家人一样 比一家人还要亲密 你说多欢喜 多快乐 学佛要从这里学起 第二条是受持三规 具足重戒 不犯威夷 三规是修 行最高指导纲领 我们在生活当中 无论是对人对是对 物 都要绝而不迷 要心地正大光明 没有弯曲 歪 曲 心地要清静不受染污 才叫三规 守住此三原则 修觉正境 戒律是修觉正境手段 我们要遵守 不 但佛教给我们的戒律 要遵守 世间的法律 向宪法 规章 社会的风俗 道德 样样都要遵守 故佛弟子 无论在什么地方 什么处所 都会被大众接受 都 为大众欢迎 这是佛对学生的教导和期望 威夷 九 是对人处是首例 就是礼节 不犯威夷就是今天讲的 首例 首本分 第三条是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独送大臣 劝进行者 菩提是觉悟 要发真正觉悟之心 在这一生中 自 己要成就 还要帮助大家成就 发心 当然要修学 要 从经论上学 故要读诵 大臣 我们讲的这些经典 都 是大臣经 大臣经的授持 根力之人 聪明智慧高的 人 可以在一生中学几十步 根性顿的人 工作繁忙 的人 时间不多的人 学一步二步就好 不要太多了 太多了俗语说 贪多嚼不烂 学了很多 一样都得 不到受用 不如少学 学得专精 现在讲的要做专家 不做通家 通家不是任何人 能做得到的 要有很高 的天才是能做得到 普通人是做不到的 专家是每个 人都有资格能做到 我过去求学的时代 老师就要求 我们专 我们随老师学经 如果同时选两步经 如果同时选两步经 老师 不叫 老师说你没有能力学 只能学一步经 在静踪 经典里 所依靠的是五经一论 六种 六种里选一种 就好 如果都要学 或学三步 或学三步 很难成功 最好学一 不 学好久呢 我要求学生是十年 一步经学十年 十年学成功了 可以再学一本经 十年学成了再学一 本 这一本只需要二年时间就够了 然后再学一本 只要一年就够了 什么原因呢 是你基础有了 再学 就不难了 第一本经要学十年 十年学一部阿弥陀经 如果出去讲 那我一定会和长称他阿弥陀佛 因为 他是阿弥陀佛经的专家吗 专家就是阿弥陀佛 如果 十年学一部无量寿经 他就是无量寿佛 十年学一部 普贤行愿品 他就是普贤菩萨 学大事至元通章 九 是大事至菩萨 成就不可思议 同修要牢牢记住 我 们花十年的时间 得非常殊胜不思议的成就 如果十 年学十样东西 一样也学不好 什么也不是 你讲阿 弥陀佛经 只能公称你一身法师 以很恭敬 我不会称 你为阿弥陀佛 因为你不够资格 十年学一部 他真 得是阿弥陀佛 不是普通人 这种功德利益要抓住 四红誓愿是我们修学的次第 第一个你看要你发心 发菩提心 众生无边是愿度 要发菩提心 要帮 住一切众生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这是度的意思 从 何处下手呢 先断烦恼 所以烦恼无尽是愿断 我教大家十年学一部经 是为断烦恼 他心砖不散乱 妄想 烦恼逐渐轻了 少了 假如同时学很多经典 十 烦恼就不会断 十年定下之后 智慧开了 再学 其他经典时 就非常容易 越学越容易 那时就可 法门无量是愿学 所以学法门一定是在十年之后 要记住 所以读宋大臣在其中选一部 诸位如果不知 到选择 也有些同修找我带他选一部 实在讲 我不 能带你们选 只可提建议给你们做参考 那就是大 成无量受精 因为这部经典 无论在理论 方法 境界上都说得很圆满 样样都讲到 这很难得 确实 是一部非常完备的经典 分量又不多 像这样完备的 经典 在大臣经里 只有二部 一部是大放广佛华 严经 只是太长了 一看到经典的部头 都下到了 八十一卷太长 另外就是无量寿经 一切经理 只有这两部经是把整个佛法 面面都讲到 就好像 佛学概论一样 概论统统都说到了 所以此经典非常 好 同时又是净土宗主修的经典 所以读诵大臣 读读选 这部 身性因果 这身性不是普通因果 念佛是因 成佛是 果 念佛决定成佛 所以在无量法门里 此法门第一 书审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 没有不赞叹的 这在 前面经题内 给诸位报告过 所以此法门是无上的法 门 不但一般人称之为男性 一切诸佛菩萨都说此法 门难信一行 你要相信 做很容易 相信很难 能真 正相信 是真正有智慧 有善根 这是弥陀经理所说 的 善根 福德 因缘 三个条件具足了 才会相信 那 不信此法门者 不是善根 少 就是福德 少 这是 一定的道理 少善根 少福德 不能相信 不能接受此 法门 我们不能怪它 因为善根 福德 绝对不是一生 一世修成的 是过去生中生 生世事修的 所以能相信 此法门的人 我们对它 它绝对要恭敬 即使它不识字 我们也不能轻视它 它的这一生决定成佛 无量寿 经理给我们讲的很明白 很清楚 这样的人过去生 终曾经行菩萨道 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今天遇到 了才会相信 所以是尊明白 只是我们 这样的人不是 凡人 这都是无量寿经上的经文 不可用凡人的 眼光来看它 不能相信 不能接受是凡人 过去生中 没有这样的修持 我们今天把这一句佛号 交给它 它 信不信没有关系 一粒耳根永味道种 把弥陀的种子 在它八十田里种下去了 这一生它不会结果 因为 它不信 到多生多结以后 也许无量结以后 它的善 根成熟了 这一种字可以启发 它念佛永生净土 所以 这生性因果不是别的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三福 前面十句都是成就自己的智慧 得能 只有最后 一句劝经行者 是帮助别人 我们自己成就了 自己得到这样的利益 知道这样殊胜的利益 是佛祖 给我们无比的恩德 我们怎么报恩呢 只有一个方法 宣传这法门 普遍为众生介绍这一法门 才能报少 许佛恩啊 第二科目是六合 前面曾经给诸位讲过 不用再细说 见和同解 戒和同修 身和同住 口和无正 以 和同月 立和同君 这是团体生活中要遵守的基本 戒条 这戒条是释迦穆尼佛为我们制定的 这六条解 超越时空 不论那个时代 不论在何地区 大家在意 其共修要遵守 如果不遵守 就不教僧团 也不是佛 的学生 你自称为佛弟子就会有罪过 有冒牌的罪过 所以佛弟子一定要守六合径 第三科目是三学 即界定会三学 我们学什么呢 佛 经虽然很多 任何宗教都不能比 这世间中国 外国 任何学派也不能比 我们的教科书分量多 内容风 富 但归纳起来 不外是界定会三字位之三学 所以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以界定会三学作为修行的标准 三学里特别注重定学 界是帮助我们的定的 人能 守规矩 守法 心就容易的定 因为它不胡思乱想 也不敢胡作妄为 容易的定 定了以后会开智慧 所 已定学是佛门修行的总纲领 总枢纽 我们为什么说 用十年去念一本经 学一样东西心容易的定 学多了 心就定不下来 主要就是学定 智慧开了之后则广学多闻 此时广学多闻就不会伤害 定 心还是清静 还是定的 决定不会把定破坏掉 那时候可以学 三学是我们修行的三纲 平常处世呆 人皆物 我们身体在缩婆世间 不能离社会 不能离 开大众生活 我们怎样跟大众相处呢 佛给我们讲了 六个原则 是幸福人生 美满家庭的标准 就是菩萨 行的六度 第一个是不失 也即是放下 你能放下 心就清静了 无论在家庭 在社会 要将成见放下 将真直放下 与大家相处就容易了 不要固执 不要执着 把望 想 分别均放下 这叫真正不失 不是一看到不失者 两个字 赶紧到寺庙里去捐一些钱 以为就是不失 其实大家把意思弄错了 你为何不把你的烦恼不失掉 呢 不把你的固执不失掉呢 不把你的妄想不失掉呢 凡事不好的全部不失掉 那就没有事情了 不失事 舍 事放下 这样就容易与大家相处了 随喜功德 大家能够随缘随分就好 第二个是持戒 持戒是守法 家有家规 国有国法 我们自己能守规矩 别人看到也会尊重 自自然然人 家就尊重你 为什么我们不会被人尊重呢 就因为不 守法 第三个是忍辱 忍辱是要有耐心 对人对事统统要有 耐心 不要急于成就 古德常讲 欲速则不达 总要 慢慢来 总要忍耐 处人要忍耐 做事也要忍耐 这 才能成就 第四个是精进 精进是求进步 无论做什么事 读书 要求进步 工作也要求进步 使我们的生活品质一年 比一年提升 由此可知佛法不落伍那 不守旧那 日 心又心 天天在求进步 第五个是禅定 心清静 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 他真 正有定功 不取余香 如如不动 这样才有禅定 外 不着香 内部动心 第六个是般若 般若是智慧 对于外面的境界 清清 楚楚 明明白白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立刻就知道了 了然没有怀疑 这是佛教给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 对人对事对物 用 这六个条件 叫六度 人一生中过这样的生活 怎么 会不幸福 怎么不美满呢 所以佛法学了之后 要会 用哪 学了 学了 不会用 那就白学了 应用在生活上 应 用在家庭上 应用在事业上 应用在社会上 无论你 从事那一行 那一业 这六个原则 统统用得上 会带 给你真正的幸福 带给你一生的快乐 第五科是十大愿王 菩萨行礼最高的修行水准是十大 愿王 普贤菩萨在华严经里交给我们的 所以吧 十大愿王列入第五科 这里不做细讲 总而言之 三伏六合 三学六度 以及十大愿王 大 家记住这五个科目 要把它做到 把它变成我们的身 活行为 筑成我们心同佛心 愿同佛愿 解同佛解 心同佛行 那我们实在是快乐无比 这一生过的才有 价值 才有意义 佛在经里讲 会以众生真实之力 我们才确实肯定 佛却确实实给我们真实的利益 这 利益我们分分都得到 根 立给诸位介绍到此地 六七菩提分 又名七觉之 也叫七觉分 菩提 翻中文味觉 这是觉而不迷 怎么觉法呢 这里 教我们 于一切法善能觉了 功夫也 我们讲修行人 功夫 功夫是讲这个 不是讲少林派的全数 是会力 所发 无漏正智 这七觉分 从那里来的 是以五根 武力 及后面的智慧 从界定会里的会产生的 就是 绝了 会的启用就是绝 绝里共七条 甚重要 第一个择法 则是选择 法是住法 广义讲 是善别真 望 邪正 是非 善恶 具有此能力 我们六根接触 外面六成境界 知道那些是真的 那些是假的 哪是正 哪是邪 哪是善 哪是恶 清清楚楚 明明白 白 不取虚伪法 当假的 虚妄的 邪的 恶的 诀 定不取 你有能力辨别 你就会取真正的法门 例如 我们学佛学了一段时间 我最初学佛是从小陈经看起 的 以后再看大陈经 觉得大陈经比小陈经好 我就 转去大陈 小陈不要了 这就是选择 大陈内 我哪 是选择的是 冷严经 金刚经 华严经 以此做主修 学了二十年 在看无量寿经 觉得 他比前面的又好 又精炼又精彩 而且简短容易受持 所以我将前三经统统舍掉了 这是选择哪 这要有 智慧去选择 我学佛四十年了 最后选择的是无量 寿经 除此之外 我还选了阿弥陀经要解 普贤菩萨行愿品供三部 我现在专讲这三部经 其 他经 我统统不讲了 好在现在台湾年轻的法师很多 他们都会讲 那些经典都让他们去讲好了 希望同 修门用智慧去选择 选择最真实的法门 我们才有真 实的果报 真实的成就 第二个精进 是常情于真正 不取无意苦行 法门诀 则之后 我就在这法门专攻 不但读诵 还要为人讲 解 讲很多遍 有不少同修 希望我写出来 连大陆 上皇念祖老居士都劝我 不要讲经了 你讲了三十多 年了够了 不要再讲了 劝我培养学生 他说后继无 人不得了呀 事情严重哪 劝我教学 写书 可是我 自己呢 也觉得培养学生重要 我现在开始做了 写 书呢 我不想写 留给我学生去写 为何不想写呢 因为每讲一遍 其意有很大的不同 怎么写法 今天 写了明天就丢了 无用了 所以我讲的经 每一部都 讲很多遍 都留有录音带 大家去听 都不是一样的 所以交给学生 让学生去做会几本吧 将每种录音 带挑选出来 编成一个本子 意思大概可以圆满了 我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让他们去会及 现在连写作的 念头都打消了 身心一身轻松 如果有写作心理 还 有牵挂 常常会打妄想 想那个今 是什么意思 现在 什么妄想都没有了 觉得 这事留给学生去做好 一天比一天清静 这叫精静 这是净土宗的精静 因为其他的都是假的 只有这一 法是真的 所以求清静心比什么都重要 妄想 杂念 一天比一天少 少到没有 那是最好 心地一天比一 天清静 这是真正受用 真正的享受 真正的快乐 第三个喜 普通讲法喜 喜不是从外面来的刺激 是 从内心深的 你看你们在课颂本里 都念到 色介意 上的天人不需要饮食 他们靠什么来维持生命呢 禅 月味食 月就是欢喜 是从禅定当中生欢喜心 那欢 喜心是最好的养分 欢喜就是法喜 助真法喜 不依 颠倒之法而喜 这颠倒之法是世间法 世间的五欲六 成 你得到了生欢喜心 这是颠倒之法 真正的欢喜 心是从清静心里生出来的 心越清静就越欢喜 真的 世法喜充满 精神百倍 无论做任何事 越做越有精 神 不疲不倦 第四个除 是断除诸剑烦恼 不损真正善根 诸剑烦恼 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 思想 想法 看法 统统除掉 是对内的 将内里的剑丝烦恼 除掉 不致损坏善根 我们的善根 我们的善根才会增长 因为斜剑烦恼是把我们善根 破坏掉了 除掉就不损真正善根 第五个 舍所见念着 敬 永不追忆 此二条定义很清楚 除是对内的 舍是对外的 外面所见的 所挂念的 所贪着的种种敬 人 是 名 利 你统统将他舍 掉 舍得干干净净 不要再想他 如其想那些事 不 如想阿弥陀佛 想那些事情 统统叫妄想 想阿弥陀佛 叫正念 这样才对 所以除是除里面的烦恼 舍是舍 外面的执着 第六度定 于诸禅定境界 不深爱见妄想 这地方很 重要 三十七道品 七颗都有定 每一个定的讲法都 不相同 看他在那一颗 他的大主意在那里 解释都 不一样 这个定是指你已经在定当中了 五根里有定 武力中也有定 你已经在定境中 定境有境界 这 境界不要染着 这就对了 有不少初学定着 或学打 做的人 做了不久 就有境界线前了 于是他生欢喜心 他贪着 觉得自己功夫不错了 这就坏了 他不晓 的金刚经上所讲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定中的境界 相也不要去理会他 就对了 不管什么境界 统统不 理会 保持定功 我们念佛人 那一天会到阿弥陀佛 现在你面前了 看到了怎样呢 见如不见 很平常 不稀奇 这样清静心就没有破坏 如生大欢喜 更高 我慢 觉得了不得 你们都不如我了 我见到了 你 闷谁 见到哪 你的定功 清静心 马上被破坏了 所以佛 不会陷在你面前 为何呢 你们会受不了啊 一线道 面前 你的功夫完全被破坏了 所以他不来 假如你 功夫真正得力了 境界线前能如如不动 可能会见到 一次二次 那是功夫的考验 等于来考试一样 确实 如如不动 也不会炫耀 也不会告诉别人 这是正确 的定 第七个念 是定会均平 定会是一样的 不会是定多 会少 不会是会少定多 是均等的 均等才会精进 功夫才会得力 假如定多会少 就容易昏沉 会多定 少 就妄想很多 特别在初学 念佛 绕佛后坐下来 止静 坐下后就打瞌睡 严重的还打呼 有些同修士 东章希望 七上八下 事会多定少 打瞌睡的事定多 会少 死定会不是讲禅定 从这里看毛病摆出 要如 何办呢 要择法 如果是定多会少 就是学佛提不起 精神 容易感到疲倦 读经也会瞌睡 听经也会瞌睡 不念佛时 更不必说了 这一类的 我们用择法 洗 精进 以此三法来治疗 对治 选择法门 念佛堂 礼常常用到 禅堂礼也常用到 假如心里妄念很多 扶不住 此事会多定少 我们要用处舍定三法来对治 所谓 所谓定会均等 功夫才真正得力 这是一定要讲求 的 此等功夫 均在日常生活中修炼也 所以要懂得运用 不是统统用 在什么场合 需要用什么就用什么 好像家庭里常备的药品 打几个喷嚏 赶快吃两粒 赶 冒药 就没事了 等于是常用的药一样 来帮助我们 在修学中保持住顺利畅通 不至于发生障碍 所以 七菩提分是这一作用 只要你绝 就不会有障碍 不 绝 障碍就来了 个人修行如是 家庭公司型号 舍 会团体也是如此 七 八圣道分 又叫八正道 修学成就 正至现 钱 绝不迷也 天台大师给我们说 萨七菩 寒设大小 成 所以他讲藏通别圆 见思烦恼重的 佛为我们讲 藏教之地三十七菩来对质 见思烦恼轻的 佛为我们 讲通教三十七菩 无民众的人 就讲别教萨七菩 无 明清的人 讲原教萨七菩 由此可知 念佛法门到底何 众和清 念佛法门是无明很清的人 见思烦恼重不怕 没有关系 无明很清 所以一讲就接受了 就依教 奉行 了 经论里的意思 不懂不要紧 老实念佛就行 所以是无明最清的人 可见代经里讲 这是善根深厚 一点都不假 处处可以找到证据 确实是善根无比 的深厚 第一条是正见 见识见解 正确的见解 看东西没有 看错 修无漏行观 见四地分明 这是大师在要解力 为我们提示的 多分是采取天台加解释 无漏就是智 会 他有真正的智慧 所以对释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 他看得清楚明白 决定不会迷惑 这是见解正确 在《翻若经》里面 像《金刚经》 大家都念过 经上讲 如来五眼元明 佛有肉眼 天眼 慧眼 法眼 佛眼 所以释出世间法 他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看错 这 各见就是正见 在我们静宗 你要真正看净土 五经一论 看看念佛法 们 看看念佛同修往生的瑞香 深信不疑 过去谈虚 老法师 他是离我们很近的人 他在念佛论里所讲 他说他一生看到念佛往生 没有生病 知道何时走 能遇知实质而不生病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他看到 有念多个人 亲眼看到的 如果是听人讲的 那就太多了 记都记不清了 所以他对念佛法门 深具信心 他是念佛坐着走的 他临终时生病 有病苦 所以学 深与他开玩笑 说 老师 你恐怕不能如愿了 你恐怕 要躺着走 不能坐着走了 老和尚生生气的说 你们怎 摩知道我不能坐着走 最后临走时 他遇知实质 叫 学生将他扶起来 盘腿坐好 对大家开示 讲完之后 往生了 结果真是坐着走的 这些是证件 不是假的 绝不骗人 人在一生当中 可以用许许多多基心巧 妙 欺骗一切众生 唯独最后那一者 不能骗人的 一 身是真是假 是显露无疑 人人都可看清楚 是真是假 所以人不论他 有多大的辉煌成就 我们可打个问号 在那里 等他临终 看他怎么走 这才是真正有智慧 不致被人骗了 被人迷了 你只要看他怎么走法 我们自己也要留意当心 我们怎么走法 你要想劝你 的家人学佛 家人不信 你临走时表演 给他看 他们 就相信了 如香港和市里的母亲 和市里将军一家前 成的基督徒 他妈妈念佛 不过家里很洋派 儿子 媳妇对母亲很孝顺 宗教问题平时都不谈的 他老母 亲死的时候开了往生大会 把亲戚朋友找来 他欲知 实质 跟大家讲佛法 去劝大家念佛 最后说完了教 大家统统念阿弥陀佛 送他往生 盘腿坐得不到15分 钟走了 和市里一家信佛了 高明那 你不相信我也 不讲 便来便去没意思 表演给你看看 你基督徒友 没有如此自在 这样一表演 全家学佛了 这母亲真 正爱护儿孙啊 度他学佛 现身说法 现在不学没关 戏 等最后一把再度他 第二条 使正思 死是思想 班若无知 魔所不知是思 由此可知思维 不需要用头脑去想的 他仅是一个代 名词 代表一切通达明了 叫做正思 班若经上这两 句话是刚领 班若无知 无知是什么 是清净心 心 如止水 清净一念不深 这清净心起作用 那就魔所不 知 那是照见 水在平静的时候 不起波浪 一尘布 染 像一面镜子 体是清净的 作用是照明 他像镜 子 外面照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虽然照得清楚明白 但绝不染污 那影像不染他 我们的真心就是这样 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恢复真心 正思维是实质增长 实质如为石家所讲 转阿赖耶位大元净制 转莫纳位 平等性质 转第六一是位妙观察质 转前五十位成所 作智 思智也 我们凡夫用八十 八十是心迷了所起 的作用 十字是心地清净起的作用 就是魔所不知 这才能断或正正 才能破无名 恢复我们的真心 第三条十正语 语是言语 言语也造作 除四邪命 设诸口夜明正语 偶艺大师在要解里 如此给我们说的 何谓四邪命呢 第一类教方口识 以这来求得自己的生活 是替别人 做调解人 往来通使 好像外交使节 用这方式 人 家来供养你 仇报你 靠这个来维持生活 这是佛地 子不许可的 佛法不许可的 佛地子一定要离开一切 纠纷的场所 要离开政治的范围 不要参与政治 不 要去协助别人 做外交工作 这叫邪命 第二类叫 唯口识 包括看相 算命 粘挂吉凶 风水 这一类 以此得到 供养钱 才维持生活 叫做唯口识 佛也不许可的 因为心不清净 佛法修的是清净心 如此就无法清净 要受境界影响 所以佛不许可 第三类叫 养口识 是看天文 心相 断吉凶祸福 也 是邪命 佛也不许可 第三类叫 下口识 下试种田 自己耕种 来维持自己的 生活 佛也不许可 因为佛的制度是到外面去脱波 接受社会大众的供养 这是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数 下一修 这是佛原始教弟子们生活的方式 但是佛教 传到中国以后 唐朝的百丈玛祖两位法师 创立丛林 提倡共修 在这以前 我们佛们没有共修的 只有 佛讲经说法 在一起集会来听 听完了个人修个人的 没有在一块共修的 只有佛讲经说法时才能聚一起 由于丛林制度建立 提倡共修制度 所以就形成了 一个严密的组织 因为人数多了 百丈大师提倡种植 那就是佛讲的四邪命的下口识 他亲自率领大众下 田种五谷杂粮及蔬菜 以这种方式来维持寺院的稻粮 当时就有人拿了佛经来批评 百丈法师说得很好 这是末法时代 逼不得已 在中国脱钵无人供养呢 故不得已从事农根来维持稻粮 故事通全答辩 这种做法我们应该要体会到 何谓口业呢 有四种就是不妄语 不二舌 不起语 不二口 第四条是正业 业是事业 我们人在社会上必须有 正当事业 什么是正当的事业 除身一切 除身一切邪业 住青 静正业故 所谓邪业 原则上讲 妨害我们决正境的 那些事业 就不是正业 能促进我们决正境的 那是 正业 正当的事业 至少不会造成我们迷血染的事业 我们才可以选择 否则我们要很慎重思考 此身是 小 来生是大 聪明人要为来生着想 此人的眼光就 远了 看我们眼前这一身 而把来生疏忽掉了 这是 眼光短浅的人 能够想到来世 知见旧正 能断恶修 善 求得永恒的果报 第五条 十正命 命是生命 也是讲我们生活方式 除 三页中五种邪命 住清净正命 三页是生 与 义 佛为我们归纳 有五种错误 五种邪而不正的错误 我们一定要远离 这些多半讲的出家人 出家人不能 在家同修当然也不可以做的 第一类是诈献一箱 诈是诈欺 骗人 例如现在有些 有学的人 为了要求人恭敬恭养 献出奇异的香 如 例如发光啦 离地三尺啦 让人觉得奇怪 叫别人一 看觉得了不起 别人一恭敬 一礼拜 荷包里的钱筒 筒跑掉了 都跑到此法师处了 这是欺诈的手段 这 些事确实的有 实在是妖魔鬼怪呢 附在人身上 人 想骗人 妖魔鬼怪也 想骗人 互相合作 借其放光 让 人见到以为是佛菩萨再来的 这供养晦的大福报了 其实是假的 不是真的 是邪命 第二类是自说功德 自我夸张 叫别人敬佩 目的也 是要诈裁 第三类是战相 吉凶 给人家说吉凶 或福 让别人心生 恐惧 要依靠他指点迷津 第四类是高深显微 故意显出微德 装模作样 包含 方式和花样太多太多 第五类是夸耀所得供养 述说人人供养之术 以或更 多供养 以达钱财增多的目的 这五种 说穿了完全是为了明文利养 四籍邪命 佛 告诉我们离开这五种邪命 学佛一定要守本分 本分 才是正命 尤其是学佛 越是有成就的人 有道德的 人 越是谦虚 越是平易近人 对待一切人越恭敬 他生活所需够了 知足了 无求了 绝不会贪求力养 说实在话 你不供养他 他心里最高兴 没有事呢 如果你供养他 他要考虑这钱怎么用法 要他去伤 脑筋 大陆上的黄念祖老居士 绝对不接受供养 这 是对的 密宗里一位了不起的金刚上师 他在大陆教 书 现在退休了 他有一份退休经 每月生活过得去 所以他不接受任何供养 我们出家人 衣食很简单 生活很容易 所以钱供养多了 怎么办 处理不当就要 造业 你们修服 我在造罪呢 这还得了吗 所以你 说供养了 你在修服 我要不接受 你们会说这法师 真是的 我们想修服都重不上呢 这法师不尽人情 这样又不行 供养来了 我们想怎么办呢 不打八诱 成了问题 所以我早年读印光大师文超 仰慕印光大 诗的为人 我就学他 他老人家一身的供养 真不少 全部拿去印经不施 这是好事 不造罪业 比如拿钱 去盖庙 盖了庙后 假如徒弟不好 真名夺利 变成 是非常了 那这钱就造业了 就不好了 所以我不主 张造庙 不主张建道场 印经最好 送给人家看也好 不看也好 不会造业 所以我的钱 全部都拿去印 经 印了这么多年 现在每年印的经 都上千万 怎 送到全世界 几乎每一个国家 地区都有 与我尽踪 学会里联系的 全世界有三百多个单位 所以经书要 流通 要送给需要的人 送的要快 不能吝啬 之后 我们会有求必应 我在没有学佛的时候 我喜欢书 爱书 买书 那时我自己一点点收入 加班费 奖金 统统都买书 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很少 工奖有吃的有 穿的 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 最多理个法 那时理法 要上理法店 现在理法自己理了 不上理法店了 给 朋友写个信贴几张邮票而已 我过去没有学佛之前 在公家机关服务八年 每个月最少用的钱八块 最多 的没有超过二十块钱 都买书了 以后学佛了 理老 师办了个图书馆 我去参观 书不多 我把我所有的 书 都送给他了 以后我自己学佛 我想要什么书 最多半年就会有人送给我 快的一两个星期就送来了 真是有求必应 所以要舍 舍才会得到 如果不舍 则什么都得不到 舍得 这是佛教的名词 舍才会得 道不舍 是得不到的 所以你就尽量舍 拼命舍 舍了 后想的什么 就的什么 这多自在 我们现在在美国 你们很多同修都知道 我在那盖了个道场 还没好 钱 在刚动工医 两个星期 到五 六月间才盖好 再没 有盖好以前 我已经就舍了 我已经在想 我要请人 做主持 请人做当家 给他们了 我不要 这才好 没事呢 只要你不犯过失 我在旁边看到 走上正路 不要走错了 道场要有道 要有学 要红法立身 看到你们这样做 我就很欢喜 所以我还是三不管 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钱 看破放下 才自在 自己用 远做一个 无事的人 无事才快乐 心里没有事 深也 没有事 多快乐 我将一身 此幸福快乐的 秘诀传授给 你们了 你如能照办一定快乐 幸福 佛事门中有求 必应 绝对不会有缺乏 这就是讲果报 种什么样的 因 的什么样的果 你的不施舍 舍得自在 果报的 来也自在 有时舍得很艰难 很勉强 又想舍又后悔 将来的 的时候也困难 也多折磨 如果从前没有舍 的话 你怎样希望 也得不到 很困难 而得到的 是你 从前不失的 不痛快 举个例子 给诸位听 记得在此的 讲过 你们很多人 供养法师 请法师到外面 吃饭 这 种福 将来你们的 的果报 也有很多困难 会得到 要 经过相当辛苦 才得到 为什么呢 法师走到 那个饭店 那 很辛苦到 那里去 如果你们供养 把菜饭供养到 这边 法师一步路 都不用走 将来你们的 的果报 称 心如意 不费力气 就得到了 赚钱就赚来了 想想应 果报 应丝毫不爽呢 所以这样的供养 大家凑一点 分子 不要叫法师麻烦 就在红法团里面 供养最好了 你们将来的 的果报 第一殊胜 绝对比在外面 花很多 钱 你辛苦 法师也辛苦 果报 不如意 这要知道 据此例子 第六类 使正境 情形精进 修涅 盘道 这在 静宗里 是 一项专念 阿弥陀佛 一心一意 求生西方 往生不退 第七类 使正念 念正道 即著道法 正道 与著道 我在 讲五根 五粒 里说过了 第八类 是正定 以无漏会 相应入定 上面 这些注解 都是普通的解释 是解释八个名词的含义 其实它在 那一宗 就有那一宗的特别解释 例如正念 在净土 宗内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专念阿弥陀佛 这叫正念 如果在禅宗里 你念阿弥陀佛 叫邪念 就不是正 念了 在禅宗里念一句阿弥陀佛 漱口三天哪 他说 被阿弥陀佛染污了 所以每一宗说法不同 正定 在 静宗里就是心定在这句佛号 定在西方净土 我们美 天理佛就是理阿弥陀佛 念 称念 观想阿弥陀佛 这才叫做正念正定 八圣道 由则法绝分 不一偏邪 故入正道 无漏圣法 约正 能通涅盘约道 这是解释圣道 就是八圣道或 这八正道 什么叫正 什么叫道 无漏圣法 漏是凡 脑的代名词 能断剑丝 烦恼 能断成杀烦恼 能断无 明烦恼 这叫正 凡事不能断三种烦恼 或者是叫我 门烦恼增加了 那决定是邪不适正 涅槃就是成佛 本宗往生不退 成佛是正道中的正道 无上的正道 这 是一切诸佛说法立身 萨七条总纲领 不但是加慕尼 佛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经教 都离不开此纲领 即使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 为无量无边法 借众生说法 也离不开这纲领 所以佛给我们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啊 弥陀佛 西方世界有情无情 说些什么法呢 说的就 是这些法 实在讲 大乘法中无法不说 因为他统设 一切大乘法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想学什么法 门都能如愿以偿 四 三十七品 收法虽尽 而机缘不等 做种种开合 名义不同 无不演唱 顾令文者 念三宝 发菩提 心 浮灭烦恼也 西方世界的大众 听经 文法 听 听了之后 都念三宝 念三宝 就是听经文法以后修行的功 夫 听了以后他就修 修后能正 五三宝 略是 三宝是佛 法 僧 佛有法身 报身 印化身 这是从相上讲 法有教法 像我们现在用的经本 就是教法 就是教 科书 里面有道理 有理论 就是理法 教给我们怎 魔作 那就是行法 照这样做 会得一定的果报 那 就是果法 法中有教 理 行 果 理 行 果 彤彤 在教科书里 也就是在经典 含设之中 依照经典 明 白经典里的道理 知道修行的方法 以及晓得将来正 得的境界 这些是法宝 僧宝 三圣贤圣 身文成 原觉成 菩萨成 小成面 理 前面三果是贤人 阿罗汉是圣人 菩萨里面三贤 菩萨是贤人 地上菩萨是圣人 所谓三贤十圣 这里 讲的范围更大 是三圣贤圣 这是世相 从世相 我 们要能够引证自信三宝 这才是佛教给我们的真实意 自信三宝具足无量的功德 佛宝是觉 湛然制造灵明 绝了 这是自信绝 是出世间一切法 过去 现在 未来 没有一样不通达 没有一样不明了 这是我们 的本能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没有了 是我们 自信迷了 迷失了自信 把自己的能力丧失掉了 佛 教给我们没有别的 恢复自信本能而已 这就是佛教 法宝实证 是正确的见解 正确的思想 十相理体 清静圆妙 十相就是真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清静 圆满 唯妙不可思议 三宝是清静 理智不二 和和 无是 和和就是六和和 不会有争论 一团和气 称 唯一体三宝 就是自信的三德 绝正静 由此可知 听经文法之后 自信三德 不断地涌现显前 这叫做念 三宝之意 六 行术演法 风术作乐 唯妙法音 文正法乐 自 念三宝 得正念乐 这行术演法 是无情说法 前面 是说众鸟 众鸟是有情 行术是无情 术怎么说法呢 我们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的术 是无量珍宝所成 术 叶被风吹了 如果叶子都是金银流离 那术吹的时候 互相敲击的声音 就像所谓的风铃 比之更美 自 然变成交响乐 所演出奏出来的音声 构成说法 真 是妙不可言 由此可知 西方极乐世界 普遍都在讲经 说法 随时随处 都能听到 见到 智慧自然增长 这是一所学校 学校里面的事业 就是上课 就是教 学 西方世界的老师 阿弥陀佛 很会变化 所以有情 无情统统都在 说法和教学 像我们这一世界的 电话教 学 我们用电视 录音 电脑等器材 西方科技比我 门更进步 连外面风吹树叶 都变成教学 变成讲经说 法 我们现在的科技 还做不到 这是佛法最圆满的学 校 最殊胜的教学场所 学生听了之后 自念三宝 的 正念乐 这是教学的成就和成绩 这样美好的地方 我们怎么能不去呢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讲到此地 阿弥陀经要解研习报告 第十三 四卷新加坡党名 B1年8月至13年1月4 请先开经本第38面 第一行看起 7 此中显化 情为风术网等因 及一切依正假实 当体即是阿弥陀 佛三身四德 毫无差别也 这说明西方世界不但佛说 法 有情说法 乃至六成 无一部说法 这是西方殊胜庄严 超越他方诸佛刹土的所在 这些 偶艺大师已为我们指出来 全都阿弥陀佛三身四德 三身是法身 报身 化身 众鸟都是阿弥陀佛变化 的 不仅众鸟 即使是风术罗网等说法 也是阿弥陀 佛神力加持 变化所作 确实是佛的三身四德 由此 可知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得的殊胜 这的确在他 方世界没有听说过 八 情与无情 同宣妙法 四交道品 无量法门 同 实演说 随类各解 能令文者 念三宝也 这是给我们具体说明 说法内容 由此可知 萨七品确 实涵舍一切佛法 四交 天台大师所判的藏通别源 藏教为小臣教 通别源都属大臣教 通者是大臣初学 别是纯粹大臣 里面不掺杂小臣忠臣的思想 就是 深文原觉 纯粹菩萨法 原教是圆满法轮 摩索不收 这是讲说法的内容 确实是如四红世院内讲的无量 法门 他同时演说 在同时演说中 我们听闻会不会 听乱呢 殊不知西方世界是非常特别 想听什么法门 就能听到你想听的 不想听的 则勒摩索文 统统听 不见 例如二人在一起 一人想听法华经 此人 就听到法华经 另一人喜欢华言经 你听的 就是华言经 真是非常奇妙 不可思议 大家同 在一起 个人想听自己的法门 都可统统听到 这就是 摩索不说 随类各解 尤其奇妙 同样学一个法门 有程度上的不整齐 程度深的听佛讲的就很深 程度 浅些的 听佛讲的就浅 适合自己的程度 满自己的 愿望 诸位想想 这样修学的处所 到何处去找 找 便十方诸佛世界 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家了 除此别无 情形 这就所以一切诸佛赞叹 说阿弥陀佛第一 第一是这么说法的 经一切众生修学方便 确实是第一 另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也是第一 一点都 不假 在此的我们要知道要体会到的法身平等 法身本来具足一切法 法身能生一切法 就是无不 造无不具 所以极乐世界一正庄严 可以说总是阿弥陀佛的妙色身 阿弥陀佛智慧神通道力显现出来的 九节是令身性一切庄严 皆导师愿行所成 导师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大愿大行 为我们成就的 种智所限 愿行所成 从事上讲的 种智所限 是从 礼上说的 这是老师那一边 那学生这一边呢 是皆 无人敬业所感 为时所变 这是讲我们往生的人 所 以诸位同修要记住这一法门 一定要修清净心 我们 的清净心与阿弥陀佛的心愿能相应 才决定能往生 一点怀疑都没有 昨天有几位马来西亚的同修来问我 他说他听到我讲经的录音带 说是我讲 我决定可 以往生 他就来问我 他说 法师 你说这话你平时 魔感这样说 我就告诉他 我说阿弥陀佛发了保证 书给我 所以我敢说 保证书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经 那 无量寿经 那就是保证书 我们都得到了 问题 是你们愿不愿意填写 我填写了 你们拿了都没填写 怎么填写呢 我们的信 愿 解 行 都要与阿弥 陀佛一样 那就行了 怎么与阿弥陀佛一样呢 一定 要依照奉行 一定要依照佛在经典上交给我们的 我 门统统要做到 所以你要想做 首先要念 念得不熟 你在日常生活中就想不起来 就会忘掉了 做不到 了 如果念得很熟 则处世带人皆悟 起心动念终究 会想到佛在经上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不违背佛的教训 那我们就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了 过去我曾经对珠 未说过 你要能够做到百分之百 那你本身就是阿弥 佛 阿弥陀佛化身 往生西方一定是上品上身 做 到百分之九十 那你就是上品中身 百分之八十可得 上品下身 以此类推 百分之七十是中品上身 百分之六十是中品中身 这样推下来 下品下身也要做到 百分之年 至少要二成 二成都做不到 这一身就不 能往生了 只能与阿弥陀佛结各法缘 所以诸位要记 助至少要做到百分之年 如果你要想决定往生 给诸 未说这百分之年还不可靠 万一去不了掉下来 怎 模办呢 所以我劝你们要做到百分之六十 就稳稳等 当往生 就是要把无量寿经及弥陀经上 所讲的教训 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到百分之六十 这是保证书拿到了 那有不往生的道理 这里是劝信 要深信不疑 我 门能真正做到 就是敬业所感 这是世上修 礼上呢 是为时所变 佛心身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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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心照我心,我心也 照佛心 就如同许多灯一样,像我们讲堂很多的灯 每一灯互相照明 看光好似一样,其实是许多灯放出 来,西方世界亦如此,全理尘世,全世吉理,全性起 修,全修在性,亦可常生思矣 假如诸位把这道理 事实想通了,你对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再怀疑 理 就是事,事就是理 性就是修,修就是性,就是造作 我们平常起心动念,语言造作,这就是修 修就是 性,性就是修,性修不二,理事一如,这是真的,不 是假的 学净土的人一定要觉而不迷,对事实真相玩 全明了,不怀疑就是觉 一天到晚心里面一句阿弥陀 佛,佛,这句佛号不间断,这是大觉,是始觉与本觉合而 为一的大觉 末后一句是偶艺大师很感叹的话,奈何,离此 净土,别谈为新净土,甘舵鼠及秒空之窍也灾 这,是讲一些对于这样殊胜的法门,有缘分接触到,但不 性,实属可惜 不想修弥陀净土,想修而不能专修 则不能成功 一切法门,不是单单讲净土,最忌讳的 就是夹杂 念佛不能夹杂,持咒也不能夹杂,参禅更 不能夹杂,严教读经也不能夹杂,夹杂不容易成就 如果夹杂的人也能成就,古人说这些必然是再来人 绝对不是普通人,他虽杂修,但是心仍然清净,还是 不乱,普通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最忌讳夹杂,这点在 此特别贡献给诸位同学,上一次到,讲过无量寿经 有不少同修已真正得到利益,我遇到来跟我讲,他们 把过去杂修统统放弃,乃至于应酬也减少,自己感觉 的确确实时找到了修行的道路,我听了很欢喜,希望 还没有舍弃杂修的人,多想想,我们这一生当中才不 至于空过亚,鼠籍,老鼠叫的声音,鸟空,是鸟在空 中飞的没有痕迹,此二具意味落空,你修行一生最后 还没有结果,落空到也罢了 其中加上许许多多罪业,这事情麻烦就大了 此因果自己要负责的,果报献 钱,自己也无法避免 这是我们要特别警觉到,一报 介绍至此 三,镇报庙 无量寿经与此讲的详细,但阿弥陀经与其合 读,其意及甚未明显 经云,彼佛和顾好阿弥陀 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 镇报 以此经的诗词明妙行,故特珍视名号,欲人深信万 得鸿鸣,不可思议 一心执持,无负一二也 这是哦 义大师为我们说明,佛讲经为什么先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西方极乐的这尊佛 他的名号要叫阿弥陀佛 这样一提示,我们对佛的名号,就会特别注意 这法 我们的修行,就是一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提醒 我们,让我们知道这句佛号不可思议 这在经题上给 诸位说过,此的不再细说 要紧的是一心执持,绝不 怀疑,无负一二,二就是两个心,二心就不是一心了 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决定成就,这是我们一 身当中最大的一件事,其他的事说实话,都在搞六道 轮回 换句话说,都不是正经事,正当大事在一身中 只有这一桩,即使佛法 不但古德说的好,就是静待 德大德也很肯切地说,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之外,其他 任何一法门,都不容易成就 谭虚法师说,他一身中 见到参禅痛修的禅定的,但未见到开悟的 的禅定的 果报在四禅天,出禅,二禅,三禅,四禅,看他定功 的深浅,不能出三戒 看到许多学教的,未见到大开 远解,明心见性的,可是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 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欲知实质的,亲眼见的有二十 多个,听别人说的不算 所以告诉我们,末法时期 只有这一门能救命哪 不能把这一门抓到,就等于不 要命啦,太可惜 北京皇念祖老居士,是当代了不起 德大德,不但通宗通教,显密圆容 他晚年是专劝人 念佛,他是密宗的金刚阿蛇黎,金刚上师 他不传密 他传净土,他劝人念无量寿经,念弥陀经药 解,念普贤行愿品,他取的三部经与我取的完 全一样 取经时,二人未曾商量过,那时还不认识 我在台湾取这三部经,他在北京教人也是这三部经 真是非常难得 二阿弥陀,正翻无量 阿异做无,弥陀异做量 佛,异做觉 所以阿弥陀佛完全由中国意思意出来 是无量觉 宇宙之间万事万法是无量 样样都要绝而 不迷,这是本意,本不可说,确实无法说出的 本师以光受二意,收尽一切无量 本师是释迦牧 弥陀,在弥陀经上给我们介绍的是一尘无量光,无量 受 这两个意思可以说把无量意都包括了 光则横 辨十方,受则数穷三计,横数交测,即法界体 光 代表十方,受代表三计,即过去,现在,未来,也就 是我们今天讲的时间空间 受表时间,光表空间,时 空里所包的一切法,任何一法也不能离开时空,所以 用时空就把一切法都包括了 光兽二字比时空二字还 好,何故呢? 时空是抽象的概念,不像讲光兽里面活 颇,充满了智慧,生机,时空则见不到生机,智慧 所以光兽比时空还要圆满 时空只能代表物像,光兽 不但有物像,还有精神,这二字用得太好了,这就是 法界全体 举此体做弥陀身土,阿弥陀佛的身,国 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亦是举此体做弥陀名号 就用宇宙万有的本体做阿弥陀佛的名号 即众生本 觉理性,是阿弥陀佛信德的名号 本体的名号实在 也是我们自己本性的名号,也是本性的德号 因为我 我们的真性与阿弥陀佛的真性,是一不适二,一心无二 心 持名即使觉和本,使本不二,身佛不二 故一 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念佛人不可不知词 一也 我们才晓得念佛功德的殊胜,念佛真正不可 思义 我们想想看,我们念佛是不是这样念法 如果 是,你才算是一个念佛人,才算修净土的人 如果 或口 礼一天到晚阿弥陀佛像唱歌,心里是贪甜吃慢是非人 我,明文立养,那就不相应了,还是六道轮回,因为 只是口善心不善,这没用处 所以持名念佛是使觉和 本觉 使觉是能念的心,本觉是所念的佛 我能念的 心与所念的佛一定要相应,一定要完全相同才行 使 觉与本觉是一个觉 觉心不动,觉心离念,大成经典 上讲的很多,觉心里头没有妄念 当我们念这一句阿 弥陀佛,心里只有这一名号,除了此名号之外,什么 也没有 这是离念,念佛号时,心在六成境界里觉不 受干扰,那就是不动摇 觉心不动,离念不动,才是 始觉和本觉 始觉和本觉 身佛不二,能念的心是阿弥陀佛,你在 念佛时,心就是阿弥陀佛 心是阿弥陀佛,身也是阿 弥陀佛,境界随心念就转变,故身佛不二 有一些同 修遇到了些困难,妖魔鬼怪附身,或者家中不清静也 来找我,我不会抓鬼呀 他们来求我帮助呢 我就劝 他们念阿弥陀佛,他们听了半信半疑,如果他们把这 各经搞清楚就晓得,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佛,本身已经 是佛了,妖魔鬼怪就跑掉了,他们不敢得罪佛 同修 终有做噩梦的经验,在噩梦中知道念几声阿弥陀佛 噩梦就没有了 所以念佛功德第一大,一切经伦,禅 法,灭不了的罪,这句佛号能灭,所以灭罪消灾,阿 弥陀第一 有人以为拜良皇,水颤可以灭罪,不见得 拜了以后,业障并未消除 如用阿弥陀佛佛号,以 此方法来念一日一夜,至少消掉百分之五十,可惜你 不幸,你无福 知道心性此事,是世间第一等福报之 人,此话佛在《无量寿经》上说的,不是凡人修的,所有 经颤佛事是对无福之人讲的 在末法时期,我们造作的业障,比任何时代都重 那些方法对过去人修还有 用,因为他们的业障轻而少 如今我们像是得了重病 没救了,那些药方无效,唯独阿弥陀佛特效要有救 真能起死回生,问题是你有没有福来接受 善根福 得因缘,今天在此的,我们介绍给你,这是因缘 三 各条件中因缘有了,问题就是善根福得 善根是你能 善,能理解,你肯照做是你有福,所以弥陀经上说不 可以少善根福得因缘的深彼国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多善根,多福得,多因缘 现在因缘很殊胜啊 我们经讲完了,还留有录音带,你还可一遍遍的再听 这是科技帮了忙,以前是不可能的,听完了想再请 法师讲一遍,不是容易是,现在一直可以让你听到短 一生性,一根拔除,然后专心念阿弥陀佛,看看各位 有多少人善根,福得,因缘三条件统统俱足,恭喜你 绝对往生 三星性既而长照,故为光明,精彻正星性无量之体 故放无量光照,具有设受加倍之功,除障开智之德 这是讲光,无量的名号中,世尊为什么用无量光来 解释,这一段是说明所以然 星性既既是清静既灭,清 静心起作用是照,心长静既是长照,照既是光明,至 会,无量智慧,无量光明 经现在本师阿弥陀如来 彻正心性无量之体,他成就圆满佛果,所以他自信的 记照也发挥到了极点,圆满,正因为是圆满的光照 他才能设受加持十方无量无边一切众生 他有此能力 虽然佛光便照加持我们,我们如果业障轻一点的人 就会感受到,就得到佛光加持的利益 业障身的世字 己本身有障碍,佛光就照不到 如我们在这几天当中 时间虽然不长,可以说,将此法门简单扼要 也说,得相当详尽 这说法与经典就是阿弥陀佛信德的光明 已经加持在我们身上了 我们听能相信,半点都不 怀疑,依教奉行,是我们的业障轻 听了之后半信半 疑,不肯做,还是与从前一样 这事业习很重,佛光 虽然照,我们无法接受,自己自作障碍 大家听了我 这么一说,也许你有疑问 我们在此讲经,展开经本 这真的是阿弥陀佛信德的光明吗 我给诸位讲的是 真的,一点都不假,为什么呢 如果没有佛光加持 此经就凭我们自己的能力 是讲不出来的,这是我给 诸位讲无量寿经时也说过的 这是真的,绝对不 是九界众生,包括菩萨 靠自己力量能理解的 菩萨 都不能,我们凡夫更不能 所以身到此做是佛力加持 我们才能讲 诸位在下面听也不例外 要不是佛力 加持,你也听不懂 你听得懂,听得欢喜 天天晚上 来听,可见得阿弥陀佛信德光明在照你呀 拿无量 寿经来证明就更清楚 是我们过去无量劫来 多深 多劫,善根福得成熟 现在又蒙佛光加持,所以才有 缘接触到,接触到了能信 能解,能欢喜,能信受奉 行,不简单不容易呀 谁照做谁一生就成就了 连等 觉菩萨看到,都自叹不如 故此法门的确是男性之法 他们修行多少个阿森指节才修到那个地位 我们念 己身佛 生到极乐世界就与他地位平等 好像有人从 很远的地方走路来这里 走得很辛苦 走了好几个钟 点 有人是坐车来的 几分钟就到了 所以走路来的 自叹不如 觉得你很快就到了 我吃尽了多少辛苦财 道 那普通的菩萨吃尽了辛苦财到西方净土 同修们 一定要晓得这事实的真相 四星性照而常计 既是如如不动 故未受命 此受 命是无量 精彻正心性无量之体 故受命无量 是无 佛前佛后难之功 具有将来归依之德 这事说明佛受 命长远 我们可以依靠他 世间法靠不住 因为无常 是靠不住的 这是诸位同修要知道 你说财富 佛 在经上讲的 五家共有 不是你一个人的 五家是大 水 水会淹没掉 大火 火灾烧光也没了 所谓水火 无情也 盗贼偷抢变成别人的 官府抄家 如在帝王 时代 你如犯了罪 你整个财产被公家没收 败家子 无法防范 所以一切都靠不住 唯独阿弥陀佛 唯独阿弥陀佛靠的 住 因为无量寿 这是有将来归依之德 五阿森之 无量无边 皆算庶民 都是数学上的数 目字 单位的数目字 华言根字在主张 这张经是闪 财童子五十三参 参访根字在主童子 他是数学家 这张共讲一四四个数目字的单位 这叫大数 若连带 奇数 是个十百千 如果将此奇数也包括进去 总数 是一五六位数 我们无法数得清 此是末十大数之名 阿森之是无量无边 最后十个大数的名称 显示报 身九长 有九度不息之功也 这是说明西方世界的岛 师 寿命太长太长 住在那里教化众生的时间长久 我们生到那边去 一生决定圆满成佛 六众生生极乐 极生十方 见弥陀极见十方诸佛 能自度极能普利一切 此句 偶艺大师说得太好 我们要特别注意 因为现在有不少人 心地也很慈悲 自己还没有的度 就急着要度众生 是很难得 我们 看到很佩服 可是能不能度得了众生呢 实在是度不 了 自己没有能度 也度不了众生 真是可惜 所以 要度众生 先度自己 这一点要紧 大师在此特别给 我们正确的观念 往生西方极乐 就等于生十方诸佛 土 因为经上讲西方世界的人 每天早晨都去拜十方 诸佛 供养十方诸佛 等于生西方就生十方沙土 见 阿弥陀佛等于见一切诸佛如来 这样好的事去那里找 真正能自度就能普利一切众生 因为你生到西方极 乐世界 你必然会度无量无边世界里 你与自己有缘分的 众生 一定的道理 那时你有智慧 有能力 我们现 再无智慧无能力 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很要紧 七经云 成佛以来 于今时节 则现在说法 实证未央 普劝一切众生 诉求往生 同佛寿命 一 生成半野 这是极力的在劝勉我们 佛在经上说 阿 弥陀佛成佛到今天 才时节 寿命是无量无边节 好 比说 他创办此道场 将来有一千年一万年 那道场 成立到现在 才几时呢 才十天呢 正是时候 现在往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在西方极乐世 是元老级的 因为你在开张几天 就来了吗 太好了 太难得了 这 机会我们要抓住 假如我们这一生 抓不住这机会 虽 然 阿赖耶时 有阿弥陀佛的种子 可能要到多少节 多 少万节以后 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时 阿弥陀佛已经 在那里 在那里讲经说法 可能是万节万万节了 你到那时才 去 这就要真正惭愧不知今生去抓住机会 见到以前 老同餐 现在一起坐 而他今生就往生了 我却要搞 一万节以后才往生 在西方极乐世界一见面 他会说 哎呀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呢 太晚了 无量无 边声闻菩萨皆 十节所成 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这些 菩萨大众 他们是多久修成的 是十节之内才修成 可见他们成就的快速 佛给我们说 通常一般人修行 从凡夫 不是我们普通凡夫 是断了八十八品见货 正到小成出国这一天算起 要修两个阿僧之节 才能正到七的菩萨 十节就成了七的以上的菩萨 种快 素无办法相比 这里是十节 你看多快 两个阿僧之 节缩短成十节 旧的成就 不可思议 阵线往生步 退 多且一也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人数多 修行成 旧容易 经信愿持明 念念意必如是成就也 这 一段非常重要 一句佛号提起就是星光透露 称姓周 便 静大地就是自己的常计光 所以念佛的同修 不 管是初学是老修 古人说不论凡夫圣人 是有情是无 情或者是显见明见 都能圆见弥陀三身的光明 法 身 报身 映化身 光明是智德就静显露出来的 瘦 量是断德就静显露出来的 断德就是断烦恼 诸味药 从这一点意思上参透了 我们就恍然大悟 我们想常 受 心清净就常受 我们要求智慧 要有光明 智慧 就是光明 处世待人接物要用理智 不轻易用感情 身上就发光了 心地清净没有烦恼 没有妄念就常受 这是经上讲的道理 弥陀是做到极处了 一点烦恼 都没有了 所以他无量受 一丝好感情都不动 所以 他无量光 我们今天能够少用一点感情 多用一点理 智 我们的光明就增长 少一分烦恼 多一分清净 我们的寿命就会增加 天福天寿呢 这经不是假的 大家要长寿 要清净 要快乐 要光明 去那里找啊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理 圆满具足 保证得到 你 不肯去找就无法 你要从两部经内 决定叫你埋怨 这样的经 怎能不读呢 我在国内 国外遇到许多同修 念此经 越念越欢喜 越念越清净 越念越有智慧 所以我为你们讲 越讲声音越大 因为有那些人来做 正吗 是真的呢 不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 我讲得深 音越讲越小 照这样做果然得到 这是证明 要紧的 讲到功夫 真正功夫是老实念佛 标准是不怀疑 不 夹杂 不间断 这就叫老实念 就能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自己在家里修行 早晚课如何做 真 正修行 早晚课就是一句 阿弥陀佛 什么都不要 钱 念念一卷经的用意是定心 因为你的心散乱 念一卷 经是收心 假如你的心很静不散乱 经也不要念了 往生咒也不要念了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可以 了 佛在经上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 直持名号 一心 不乱 我们依教奉行 佛没有叫我们念经 没有叫我 门念咒 叫我们念经念咒 是祖师教的 祖师看我们心 不定 所以叫我们念一卷弥陀经 念二便往生咒收收 心而已 心清静了 佛号才起作用 才叫功夫散乱 知心来念佛不是功夫 没有作用 第四讲特劝众生应求往生已发愿 前面三讲统统 是劝信 信了以后要发愿 不发愿 不想去西方 信 等于无信 所以一定要发愿 经文 又设立佛 极乐土 众生生者 皆是阿炳拔 智 尽得劝愿 顿超元症 顿是快速 不是慢 慢修成的 无法想象的速度而得成就 成就不是普通 的成就 是究竟圆满的成就 这就难得 禅宗是顿超 他不是圆正 他是分正 此法门是顿超圆正 就顿 超上来讲 绝对不亚于禅宗 圆正超过了禅宗 圆是 圆满菩提 是成圆交的佛果 无上正等正觉 而不是 初注菩 二注菩萨 身皆不退 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不退 转 具有又培根立功 又是又导 培是培训 五 跟五立这一种功用 一身补处 凡是到西方极乐 世界 一身当中决定正的补处 补处是等觉菩萨 所 以是圆正 具助当身成就之德 具足帮助我们一 身当中成佛 一身当中成就尽圆满的佛果 这在八苦 礼无死亡苦仆 修此法门是不死呀 不但到西方极乐 不死 这一身就不死 从这一身起就不死了 我对大 家讲的句句是实话 你要不修此法门 人总归要死 你们要不老不死 一定要修此法门 认真修修看 却 十 几岁就永远是几岁 保持那样子 会修得更年轻 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 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 雨大 家再见 拜拜 我走了 常自在 上善聚会 是 人事环境好 我们在此世界 最痛苦的不是处事呢 事处人更难 一个人一个意见 一个人一个想法 早 晚都不一样 应付人多苦啊 不要说社会 家庭都不 和 父子都有真值 这种愿增会的痛苦 真正不誓愿 家不巨头 家庭是愿增会 工作场所也是愿增会 乃 制到了寺庙到场 还是愿增会 太可怕了 唯独西方极 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 不但是善 是最上善 所以 这环境太好了 西方世界 种种一切物质享受 我都 觉得不足以引诱 看到上善聚会 我非去不可 那里 统统是善人 没有愿家 没有债主 具有圣缘增上 之功 圣是殊胜 殊胜的善缘 增上是帮助成就我 门断或正真的功德 人和之乐 西方世界才真的有天 实地利人和 统统具足 没有一丝毫缺点 这叫极乐 世界那 名符其实 应当发愿 我们看到这样情 行 一定要发愿 一代夜往生 横出三界 同居横距四土 一切诸 佛如来 都有四种净土 我们本师 释迦牟尼佛也是 我们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 同居土 在凡圣 同居土 里 有凡人 有圣人 虽有凡圣 我们凡夫 见不到圣人 圣人也不给我们往来 虽同居不往来 这多苦啊 这就是我们所住的 娑婆世界 也有方便 有余土 也有 十报庄严土 不在一起 方便有余土 在那里呢 在四 禅天 第四禅是阿罗汉 他们住的 十报庄严土 不在 六道 所以四土 不在一起 不像西方极乐世界 四土 在一起 真是妙不可言 四土在一起 凡圣是真正同 居 如观音 世智 文书 普贤他们 住时报庄严土 我们去了 见思烦恼一品也没断 生的是凡圣同居 土 可以天天与观音菩萨排排坐 天天可以与观音菩 撒拉拉手 他的境界是十报土 我的境界是同居土 天天在一起 四土统统在一起 是十方诸佛世界里 没 有的 有的 唯独极乐世界 有 所以我们常讲 一切佛差中 诸佛土 阿弥陀佛第一 是有道理的 像这 这确实 他 方识界是没有的 开显四教法轮 众生圆进四土 圆见三身 圆正三不退 人民皆一身成佛 如是等圣 一超觉 全在此二科点是 须地言之 这句话里包 含的意思很深广 底下一句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学 四教法轮 是藏通别源四教 换言之 在西方极乐是 界 不管你想学什么 统统学得到 非常方便 不费 时间 功夫 就能修学圆满 众生圆进四土 特别注 一圆字 圆是太难得了 八的以上的菩萨才谈的上圆 凡夫一身到那里 几乎等于八的菩萨 他是不是呢 他不是的 但智慧神通 道理 一切享受与八的菩 萨一样 等于八的 这不容易 圆见三身 阿弥陀佛 的法身 化身 报身 统统见到 圆正三不退 也住 众此圆字 人民皆一身成佛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人 人都是一身成佛 死的要记住 要看清楚 只有极乐 世界的人民才是一身成佛 因为经上讲的 皆是一身 补处 一身补处就是一身成佛 所以没有一个不是极 身成佛 真是圆到极处了 顿到极处 绝对不欺骗 下大面大师提示我们 这种种究竟圆满都在底下这两 大段 这一段是第四讲和下面的第五讲 非常重要 讲到法门的中心 二不退 二不退有三 一位不退 未是讲入圣流 不躲 凡地 小圣是出果 别教是出住 原教是出信 成佛 要三大阿僧之节 从那一天算起呢 从未不退那天算 起 你那天正的未不退 就从这一天算起 三大阿僧 至节才能成佛 小城正阿罗汉果 天上人间七次往来 从那天算起呢 也从出果算起 从未不退算起 由 此可知 我们过去身中无量节以来 深深世事修行 都没有达到这一标准 所以现在还是如此模样 因为 没有达这标准 这一生很幸运 虽未达此标准 所以 遇到了这特别法门 难得 这法门不达到此标准也行 认真的一心称念 求生净土 立刻超越此地位 二行不退 横度身 不度二胜 横是发怨 大怨 他要普度众身 不会是小城 小圣是自立 不肯立他 大臣菩萨是利益众身 将自己忘掉了 不怕辛苦要 帮助别人 所以决定不会再跺小城 通 教室菩萨 别 教室时回向 原教室时性位的菩萨 故行不退 三念不退 心心流入 撒婆若海 撒婆若是梵雨 为一切种智 就是如来果地上的智慧 本性的般若智 会 他不会退 这是别教出的 原教出住 才能振的 当然振的后免的一定包括前面 前面不能包括后 免 振的念不退的 当然三不退都振得了 三不退虽 然都振的 但没有缘 何故呢 别教出的就振的 缘 教出住菩萨也振得了 何时才缘呢 要到等觉菩萨才 缘 出住到等觉四十一个阶级才能缘 经上给我们讲 一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缘振三不退 这是什么的 喂 不敢讲等觉 至少是八的 接近原阵 等觉才是 彻底原阵 这是无量无边的法门 没有的 找不到 锁 有一切经典 只有这一步 这一步与无量寿经是同 一步 无量寿经是详细说 此经是简单讲 我们 弄明白了 取这一步 其他的就不要了 谁喜欢 我 都供养 我自己都不要了 要这一步就行 你能选择 此法门 我恭喜 你的智慧福报 等于文书菩萨 菩萨 菩萨 文书 菩萨选择此法门 你也选择此法门 有 人问 我们与菩萨 差得太远了 为什么到西方就平等 了 诸位要知道因果报应 因是一样的 果报当然一 样 文书菩 嫌平了什么 去西方极乐世界 平得是性 愿 行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这个应去的 我们别 得不如他 但因相同 那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能不平 等 因同 果当然同 就是此理 所以在无量受精 上 经题为我们说了 这法门是否给一切众生 平 等成佛方法 一切众生依靠这方法来修行 平等成佛 其中毫无差别 这就是说明元正三不退 非常稀有 难得 我们不要轻易放过 三西方净土 五逆十恶 十念成就 代业往生 居 下下品着 皆得三不退也 以此点 以此点是元正圣意 圣是书圣 意是特别 即此 经不思议之利用也 这不经是不可思议的经典 什么 地方不可思议 代用不可思议 二五逆 造此罪没救了 必定堕地狱 但是要肯 回头 一心一意修这法门 不但度堕地狱 还往生息 方极乐世界 一身成佛 所以此法门 普度一切众生 上面度等觉菩萨 下面度地狱众生 谁是地狱众生呢 自己仔细想想 可能自己就是 自己多想想 有没 有造五逆的罪 五逆是什么呢 出佛生血 当然你不会做 因为佛不在世 你想害 佛 佛是不会被你害的 他有许多护法神保护 但是 想叫佛留一点血 是可能的 不会有大伤害 有一点 小伤害 破一点皮 留一点血 可以的 护法神保护有 十不周密 受一点轻伤 不会受重伤 这样的话 九 是堕地狱罪 如果佛不在世 有恶意和甜恨心 去破 坏佛像 等于出佛生血 我们是不会这样的 是阿罗汉 阿罗汉是圣人 老实说你欲都欲不到 不可能 但同等接近的真正善知识 在佛法中有修有 学 你杀害了他 等于杀阿罗汉 这是我们常讲的善 知识 善知识是人天眼目 教化一方 功德甚大 你 如杀了他 这一方人失掉了好老师 法身会命断掉了 此罪很重 杀父杀母破和和森 五者犯一条 就堕阿比地狱 未及重之罪 是无间地狱 知音 佛在许多经论里 常给我们说 叫我们记住 种 罪决定不能做 这是地狱罪 我在过去遇到一位老居士 七十多岁 学佛比我早 遇到他时 我才四十九岁 这位居士已经早年往生了 七十多岁时 有一天请我吃饭 就问我 今天请法 师吃饭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 向法师请教 现在很多 众生都做了地狱罪时 将来要堕地狱 这怎么办 他 看得很严重 郑重地提出来 为就问他 饭何罪堕的 欲 他说前四条不太可能犯 破何合僧 我一听就说 好好吃饭 不管这事 没事 没那么严重 自我学 佛以来没有看到一个何合僧团 现世所见 几乎见不 到何合僧团 因为内部本身都有问题 不能称为何合 僧团 一个好的何合僧团里面出家人 要内修武德 武德是中国祖师大德教导我们的 第一要温厚 温和 心地厚道 第二要善良 第三要恭敬 恭敬谨慎小 心 第四要节俭 生活 朴实 第五要忍让 每个人要 自己修 处众要遵守六合径 这才是一个僧团 才能 得诸佛护念 隆天拥护 你如破坏此一僧团 你的罪 才是堕阿比地狱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僧团 个人武德 可能一样都没有 六合更谈不上 所以它不是个道场 我希望我们的世间能出现如此好的道场 因为这样 的道场 如果真正能出现 我们整个世界上的劫难 就可以避免了 大灾难可以变成小灾难 小灾难变成 无灾难 这是因为诸佛护念 我是真实 恳切 希求 有 同修发愿 将自己的利害得失 统统舍掉 为一切众生 来修福 内修武德 外修六合 道场不要大 四人九 够了 四人在一起修行 就是和和的僧团 是诸佛善 萨真实的道场 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一再嘱咐我 希望 我努力去帮助几个真正宗说句通的法师 宗宗室真正有 宗室真正有 说是有变才 培养如此的法师 我们佛法 将 来才能复兴 才能发扬光大 利益一切众生 此事是 可遇不可求 我去何处找呢 求自己可以 自己一个 人 一个人不是僧团 要四人以上才是僧团 同心同 愿 同德同行 这样 一切诸佛没有不互念的 互法 神没有不互持的 我念念求的 是求这样的人 所以 很多人要随我出家 我问他为何要出家 他们说出 一大堆的理由 我告诉他们这都不是出家理由 回家 去修都可以达得到 我们今天要求出家人的条件是 无量寿经理所教导我们的 你要统统能做得到 你 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 你的愿是阿弥陀佛的愿 你的 行是阿弥陀佛的行 我一定成就你 一定帮助你 我 我们要求的是与佛同心 同愿 同解 同行 我们要的 是这样的出家人 我的的供养很微薄 我不化缘 我 也不做经颤佛事 不去想很多花样找钱 我这点微薄 的供养 我愿供养与阿弥陀佛同心 同愿 同德 同 行的人 全心全力供养他 这是黄老居士对我的期望 我遇到这些人 我真正做到 不会辜负黄老居士 这个奖和合森 要记住 这是和合森团可贵呢 三十二 身三 是杀身 偷盗 邪淫 口四 是 妄语 两蛇 恶口 其余 一三 是贪欲 甜慧 鱼 吃 这十条长讲 我相信很多法师都会讲到 如果这 十种最统统都做 那很重 做个几样比较轻一点 十 种统统做 是地狱三图之音 非常可怕 经上讲 急 种的罪一定堕阿比地狱 你要真能忏悔 忏悔是什么 呢 不是趴在佛像面前扣头流泪 是真正改过自新 晓得从前做错了 晓得从今天起回头 一心一意念啊 弥陀佛 从前造的罪过 不要去想它 为什么呢 想一 变又造一变 阿赖耶实里又多一个印象 可怕呢 从 今天起想阿弥陀佛 再也不想过去的事 也不想现在 的事 也不想将来的事 一心一意想阿弥陀佛 念啊 弥陀佛 这叫真正的忏悔 所以急 种的罪都不怕 都 能往生 你们想 什么样的精 什么样的忏 有力量消 灭这样的重罪 找不到 梁黄宝燦 超度超身 当年 主持梁黄宝燦的法师 是宝智公 他是观音菩萨化身 再来的 是超度梁五帝的妃子 他生前造了恶业 躲 再恶道 观世音菩萨 来主持这个法会 来超度他 也 只能把他超度到刀立天 都 律天都不能去 你想 他 这忏悔效果力量有多大 能从地狱把你送到刀立天 但是一具阿弥陀佛的力量 能从阿弥地狱将你送到西 方极乐世界 一身成佛 两者不能比 你们将此是真 正弄清楚了 我今天叫你们的 知道没有错 我对的 起你们了 你们造的罪业 我不会叫你去请几个法师 拜各粮黄或水颤 去拜各千佛 万佛 那是欺骗 除 非我不知道 今天我清楚明白了 从地狱可以超度到 成佛 我瞒着你 不让你知道 叫你搞个小的 超度 到刀立天 我存什么心啊 这是坏心啊 我搞清楚了 决定不会用 次一等的法门 我一定给最殊胜的法门 佛看到也欢喜呢 我教给你们别的 佛看到会生气 说我心不好 度众生还留一招 我自己成佛 让你 门在六道轮回里受罪呢 这是绝大的错误 四十六观经下品 请往生章云 十六观经里面教我们 修行的方法 一共有十六段 十六种方法 最后一章 也是最重要的一章 下品下身章 也是他精华的一章 为什么下品下身 是最重要最要紧的呢 佛法有时也 与世间法是差不多的 例如你们看戏看表演 最好的 一出放在最后 叫压轴戏 所以有些会听戏的人 内 行人 不会老早就来 要等唱了一半才来 要看最经 才最好的 佛法也是如此 在冷言经上 念五元通 大士智 观世音 压轴戏 最好的放在后面 善才同 自五十三餐 文书 朴贤 最好的放在最后 净土法 门 观无量寿经十六观 也是同样的 最好精华放在 最后 说明五逆十二 如此愚人 这样的愚人是必多 阿比地狱 的确是永结不得翻身 永结是形容太长 临终欲善之事 实劝令念佛 假如他很幸运 灵终欲善之 实劝他念佛 求生净土 如是至心 令身不觉 具足 实念 急得往生 极乐世界 这些是释迦牧尼佛 亲口为我们说的经文 绝不是假的 你看 造五逆十 恶灵命中时 遇到善友 劝他念佛 实念都能往生 但这 实念是要真正一心一意 才知道念佛功德 真正不可思 一 没有一个法门 可以与他相比 可是诸位如果念了 这一段经 自己想 我多造一点恶不要紧 还来得及 没关系 到临终时还可以 如果你要这样想就错了 理事不错 可是临终时要有三个条件 你能不能保 正在临终时 这三个条件你遇到了都能做到 第一条 势头脑清楚 不迷惑 你们有没有本事 在灵命中石头 脑清楚 不迷惑 你们看多少人在快要死的时候 神智 不轻 糊里糊涂 那样就不行 人家劝你念佛的时候 你不知道 这就可怕了 第二条 要遇到善友能提醒 你 赶紧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能不能保 正你在临终时 会有人来提醒你 不容易遇到哪 第 三条 是头脑清楚 也有人提醒你 但你是不是马上 能相信 马上就发愿 这信愿行都是绝对真实 换言 知 这时身阿弥陀佛 决定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具足这三条件 临终时念才能往生 你想想看自己 有没有把握 如果真有把握 造恶还不要紧 如果没 有把握 造恶还是要下地狱 还是不能往生 我们知 到此事 知道此理论 这是不假的 我们不能存侥幸 的心 从今天起 就要断恶修闪 忤逆时恶决定造不 的 实在不得已又造了 由习气而造 控制不住 但 知道了以后赶紧忏悔 也就是赶紧念佛 做错了不要 去想它 只需念阿弥陀佛就好 念阿弥陀佛就是忏悔 不必用其他方法 将恶念转成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 这才符合 世尊及一切诸佛为我们 讲此经典及法门 教给我们修行方法 一切善念 恶念 什么念头 统统 放下 念阿弥陀佛就对了 静宗忏悔是如此忏法 不 是要念忏悔文 不是拜忏 那些忏不了 越忏越麻烦 妄念越多 业障越重 所以什么都不想 一句阿弥 佛念起来才是究竟圆满 虽然居下下品 皆与不处 菩萨俱同 即是圆正三不退 一身成佛 此功德确实 不可思议 那些马上要堕阿弥地狱的众生 他念阿弥 佛 居然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与补助菩萨一样 也圆正三不退 这是男性之法 不可思议的法门 七 妄同修们要牢牢记住 不可舍弃了 好 今天讲到此 第 阿弥陀经要解研习报告 第十五 六卷新加坡党明 B1年8月至15年1月6 请先开经本第四十三面 从第五小段看起 五然俱教道 若是凡夫 则非出果等 若是二圣 则非菩萨 若是一身 则非同身性等 列等则大望 欧义大师依据天台的教义 让我们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 如果是凡夫就不是出果 因为出果已上市 圣人 圣人就是前面所讲的 是正的位不退 不会退 堕道 三恶道 退到凡夫位 如果是二圣人 当然他不是菩 萨 菩萨是大臣 绝不是小臣 如果是一身 菩萨里 分二大类 一类同身性 一类一身性 什么叫同身性 呢 与用佛痛一心 用真心 一身性用心 与佛不一样 用的是八十心 分别执着之心 同身性在华言经称 为法身大事 破一品无名 正义分法身 原教出注意 上 别教出的以上 也就是正的念不退的菩萨 念不 退以上的菩萨是同身性 还没有正得法身的菩萨 属 余异身性 列等则大妄 如果是列等 那就是妄语 不是普通妄语 是大妄语 大妄语的过失 一定堕地狱 死罪很重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如说他是凡夫他的 果报得用语气的菩萨一样 如说他是菩萨 他的见思 烦恼未断 所以那世界的实际状况 非常特别 他方 世界里没有的 特别为我们说明念不退 非负一身 正的念不退绝对是同身性 非一身性 行不退 非仅见到 见到是阿罗汉 行不退是菩萨 绝不 是二圣 为不退 非是凡夫 决定不是凡夫 尽不择舍 顾称 你往前提升一步 前面的称呼就舍 掉了 像我们念小学 是小学生 等你升到中学 你 就叫中学生 小学生就舍掉了 不称 等到升大学时 那中学生就舍掉了 往上进一步 底下的称呼就舍掉 我们是凡夫 如果我们正的位不退了 我们就不叫 凡夫 是圣人了 如果我们正的行不退 就不叫小成 圣人 叫菩萨了 如果在正的念不退 那你是法身大 是 下面的称呼统统舍掉了 西方极乐世界很奇特 就是天 人 声闻 菩萨 一切巨非 这些名称统统 都说不上 如果按照名称的标准来说 是不相应 故一 切巨非也 也可以说一切巨事 你同时具足了凡夫儿 成 菩萨这些身份 所以这世界就显得非常特别 极 乐同居 不可思议 极乐世界的同居净土 实在不可 思议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与阿弥陀佛受量相同 是 无量受 光明相同 是无量光 一身决定成佛 所以 不是普通世界的人民 也不是一般佛差里的二圣人 实在是与佛同体 这是西方世界的真实状况 所以时 摩都不是 虽然如此 但深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 多生多节的烦恼习气 并未除尽 从烦恼习气多少来 说 这就讲代业了 代得多少来论 也能等同他方式 借得人 天 身文 菩萨 所以就一切巨事 也可以 说巨事上善 巨事二圣 巨事不退 补处菩萨 依证据 是 这是依据佛在经典上 给我们讲的理论境界来观 查 西方极乐世界是个非常奇妙的世界 六十方佛土 无此名相 无此阶位 这是真的 除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十方无量无边的沙土 找不到 西方极乐世界的情形 这情形一切巨非 一切巨事 无此法门 这一句要记住 十方诸佛世界无此法门 此法门是一佛念佛 决定成佛 非心性之极致 这是 讲心要 持名之其勋 这是境界要领 弥陀之大愿 这是法门 心 境界 法门都达到极处 如果不是 是 则何以有此 那会有这样特别的境界 此段 结归道 心法院三要 为不可思议应行的三要素 这不可思议 的原理 我们要找出来 才能体会到法门的不可思议 这是佛的心境 这是佛的心境不可思议 二 一身成佛 一一身不处 即是原正三不退的别名 所以讲原正三 不退就是一身不处 一身不处也就是原正三不退 我 我们看了这一句经文 确实汉毛直述 像我们这样的人 念几句佛号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马上就一身不处 实在吓人 所以教下的大德们不敢相信 男性之法 从这里来的 那有见思烦恼没有断 往生西方极乐是 借下下品往生就能达到一身不处 但这是事实 不 是假的 意味指这一身补佛位 如弥勒 观音等 即 乐人民普皆一身成佛 普世普遍 每个都是这样的 决定是一身成佛 人人必实证补处固 是真实的真实 确实到西方极乐世界证的补处菩萨 其中多有此等 上善 不可述之 西方极乐世界像等觉菩萨这样果位 的人 太多太多了 没有法子说得尽的 没有法子说得尽的 二经云 弥陀涅槃 观音及补佛 为浩普光 功德山王 如来 国民众宝 普及庄严 其佛灭后 大势至极补佛 为浩 善助功德 宝王如来 这是说明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佛还是有入斑涅槃的一天 究竟是那一天 无法计算 时间太长太长 这世界是无比的超胜佛 灭度之后 观音菩萨马上就实现成佛 将来观音菩萨 度化众生 那时间之长 也像阿弥陀佛一样 观音菩萨灭度之后 大势至菩萨接着成佛 所以那个世界 永远有佛注视 不像我们这世界 佛注视的时间太短 像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 下面一尊佛出世 是弥勒 佛 弥勒现在是菩萨 将来到这世界来成佛 要多久 来呢 要五十六亿万年之后 他才来 这么长的时间 世间没有佛 没有佛 众生就苦了 众生迷惑颠错 造业受报 没有人指点 没有人叫化 我们现在的 到人生 身在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 佛的法运 一共 是一万二千年 照中国历史的记载 释迦牟尼佛灭度 到今年是三千零十八年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一万年 现在已过了一千年了 我们是在 末法后面九千年初期 去佛相当遥远 佛法在此世间 当然 还有圣的时候 有圣 有衰 圣衰是看众生的 福德因缘 众生有福 佛法就圣 就有祖师大德们出 现在世间 佛法衰了呢 就没有善知识出现 众生闻 法很难 所闻之法 有许多是假的 即使遇到真的 真中参假 假中带真 也不纯 因此很不容易的受用 众生越是遭难 佛菩萨越是慈悲 救苦救难想帮助 我们度过难关 从这一点 我们体会到 现在大劫难来 零的时候 下连居老居士 给我们汇集 这一步无量寿 今 下连居老居士 究竟是什么人来的 我们不知道 我到北京 请教黄念祖老居士 他笑笑不说 表明时 坚因缘还未到 到的时候 他会向大家宣布 他现在 不宣布 我也明白 下老居士 如果不是诸佛再来 也 必定是等觉菩萨再来 如王龙疏居士 是 彭济清居士 未原居士 都是这世间的大善之事 龙疏居士 临终是 站着走的 不生病 欲知实质 慧集这部经 里面有 很多缺点 一直到今天 我们看到的 无量寿经最完 善的本子 此本子 要不是诸佛再来 重新整理 我想一 班菩萨以下 没有能力做得到的 他出现在世间 喂 了是什么呢 就是救度末世 及其苦难的众生 我们经 天一切经 一切法门 要救我们的苦难 已来不及了 唯独这部无量寿经 是一剂特效药 你真能得到 依教奉行 一定得度 所以他不是普通人哪 我们觉 对不可以轻慢 三副次 释迦一代识教 为华言明一身圆满 明是明 白开示 一身圆满之音 则末后普贤行愿中 十大愿 王 岛归极乐 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众 思之思之 看 到此段 我们多想想 华言会上那些菩萨们 统统是 法身大事 是 原教出诸到等觉 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他 门到最后 还是念佛求生净土 我以前向各位报告过 我只能够相信这一法门 坚定不移 专修专红 九 是读华言精才明了的 才恍然大悟 我知道不管 你修学那医法门 真正修成功了 将来去那里 最后 目的是华藏世界 到了华藏世界 还要跟文书普贤在 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 这不是了拐了一个大弯吗 为何不直接念阿弥陀佛去就好了 都那个圈子要三 大阿森之节 我这速度太快了 直接念阿弥陀佛指 要几年就可办到了 所以我就舍了华言精再不讲 了 专讲《无量寿经》 依照《无量经》来修学 我 相信净土 是华言精帮助的力量最大 其次是 法华精和冷言精 我过去讲华言17年才觉悟 相当不容易 你们今天听了《无量寿经》就相信 省了17年的华言精 所以比我幸运 四偶公探约 皆呼凡夫力登不处 凡夫升到西方式 戒马上与等觉菩萨一样 其唱吉坛不可测夺 这说法太奇怪呐 一切经理佛从来都没有说过 不可 思议 华言所禀 却在此经 华言所禀成的 就在这 不经上 诸佛所说第一经 菩萨所修第一法门 这是 我在讲经三十多年发现的 在翻古大德的注解 隋唐 的大德也是这说法 我有很多讲法与古人一样的 但 我不是先看注解才讲的 是讲过以后看注解 发现是 一样的 这就证明我没讲错 而天下古今 性少一多 这是众生善根薄 福德薄 所以虽然遇到了 他不 能相信 他不能体会 虽然有缘遇到 经上讲的很清 楚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 因缘 的深净土 因缘有 有 了 奈何善根 福德不足 所以对这法门怀疑 大师 说 于唯有剖心力写而已 这是孕毅大师最悲痛的一 句话 写这要解 助解和大家介绍 推荐 这是剖心 力写之作 这样的苦口婆心 劝勉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 醒悟了 就是有了善根福德 还算可以 善根福德 身后的人 一接触就相信 其次差一点的人 要等佛来 劝 劝了才相信 最差的要亲眼看到 人家怎样往生的 才信 看到念佛自在往生的 还是不信 就没救了 我们今天听到 偶艺大师 莲池大师 苦口婆心劝道 我们 我们点头相信 这样善根福德 也算是不错了 果然能一心一意专修 我与同修们说明 你只要修 六个月就有效果 最困难是前面三个月 半一半信 六个月以后 你的信心就清静了 增长了 业障也消 了 业障是妄念 烦恼 老实念佛念上六个月 烦恼 妄想少了 心清静了 智慧增长了 同时幼的佛利家 持 你信心更坚定 以后 越念信心越清静 信心越坚 绝 智慧越增长 念上三年 你往生决定有把握 这 是不会假的 是不会假的 就怕你不信不行 效果很快 这很难得 的 特别是无量寿经的力量 可以说一切经都不 能比的 一般念无量寿经 念上三个月 六个月 他就变了 一天至少念三遍 这是我劝的 他们念 了几个月后 会自动加变数 有人加到一天十三遍 那是他自己加的 我是劝大家至少念三遍 不能少过 三遍 当然念的越多 心越清静 如果你不念佛不念 经 就会打妄想 打妄想就是造业 妄想就是业障 不打妄想 心就清静 清静心就是佛心 我们的心同 佛 愿同佛 什么样的心同佛呢 佛心清静 佛心没 有妄念 我们的妄念越少 与佛的心越接近 完全没 有妄念就成佛了 所以读诵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 佛的名号 是消除妄念最好的方法 故能称之为第一 经第一法门 五行愿品云 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 世人欲灵 命中时 是说世人在灵命中时 一切诸根 西皆拜 坏 身体几天就腐烂掉了 也就是诸根败坏了 以至清属威士 加清眷属及社会地位 过去做大官 像马珍宝等 以前出门用的交通工具 骑马骑 像 现在士兵士轿车 以及珍贵之物 西街散灭 这些东西你一样也带不走 都不是你自己的 与你从 死脱离关系 唯有愿望 不相舍离 你依照普贤 菩萨时大愿 王念佛求生净土 这不会离开 一切时 终 引导其前 一刹那间集的往生极乐世界 你们 看修净土的人往生好快呀 舍掉这世间就去西方极乐 世界去了 官此则发愿求生 自属当物之极 美 有比这更重要的 最极最大的事 无过于发愿求生净 土 这世界无意丝毫值得留恋 在此生 千万记住不 造业 造业生者是破坏佛法 是障碍别人修道 例如 你一心一意劝人念佛求生净土 但有人劝你参禅 不 要念佛 此人罪业深重 因为一心念佛即生即乐成佛 参禅的定也不过身色借天而已 出不了轮回 这是 将你做佛的机会打断掉了 死罪故重 这旧法门较亮 明明可以成旧的 将它毁掉 要去搞另外代替 也 就是破坏佛法 破坏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 此罪是 阿比地狱 你自己不能往生 那活该破坏别人往生 的路子 那罪过重 六经云 得如是诸会上善人聚会一处 所谓观音是智 把手共行 把手者即手牵手 到西方极乐 确实如此 文书 普贤轻微甚有 你与这些大菩萨都是同班同学 关系密切 所以有人拜观音菩萨 念普门品 念了 很多年了 现在听我讲经 想念阿弥陀佛 改念无 亮寿经又害怕 怕对不起观音菩萨 今天听了这一 段 你该了解了 你现在修的法门念的普门品 拜观 因为老师 他还未必理你 心不沉 他不理你 拟经 天改念无亮寿经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观音 的老师 到西方 我们就是同学 不一样啦 观音对 你会更客气 同一老师这不一样 只要念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则什么忌讳都没有了 不管你过去 念什么经 念什么佛 念什么菩萨 都没有关系 念 的那些佛菩萨 没有一个不喜欢 而且恭贺你的进步 这是真的 如果原来念的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 现在不念了 改修别的法门 则佛菩萨会可惜你多 落了要搞清楚 则熏陶有自成佛无难 此身有幸 或见或闻 可不愿生鱼 与这些大菩萨天天在一 其受熏陶 在不知不觉中境界往生提升 怎不退转呢 他们道场有同修们共修 共修地就是道场 要记住 一定要同学共修 三人五人都可以 每星期至少一 四 在家也可以有一客厅 三五人七八人一 星期在一起 好好念经念佛 这是家庭里的共修 非 常重要决定不能断掉 如果每天公修那不得了 每天共修在家同修做不到 一星期一次 如此 成就不 可思议 寺院里的常住 每天都有共修 才称为和和 僧团 对经典研究讨论 这是熏修 不但化解美人不 同的意见 使团体和睦 境界不知不觉往上提升 将 来往生品位提升 这是道场不能缺少的 三 顿超绝呆 一下凡众生 念不退中 超近四十亿音位 这是讲我 门线前的地位 我们是凡夫 一品烦恼都未断 只是 今天遇到这法门 非常幸运 我能相信 我能接受 死心踏的念此一句佛号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一声道 西方世界 就超越了四十一个菩萨的地位 向座直升 即 一下就到了等觉地位 当中十柱十行十回向十的 都不必了 一下到了等觉菩萨 这叫顿超绝呆 未是凡夫 却不立一身 必补佛位 与观音是至无别 你说他是凡夫 他却与观音是至平等了 怎么叫? 是凡夫呢? 苦味是一身不处 却可名凡夫 不可名 等觉菩萨 你说他是等觉菩萨 他的见思烦恼上位 断这是前面讲的 一切具是 一切具非 这是西方式 借非常特殊的环境 此界叫往所不能收 叫往事 经典 经典里没有 查遍大藏经没有这说法 杀往 所不能立 杀往是一切诸佛世界里没有此现象 为 读西方极乐世界特别 故这是特别法门 而当之无人大是因缘 同居一观最难透脱 这是 大事 在教下几十年的功夫 心得 给我们提出了说 明 人生大事因缘 即生死大事 最难就是同居土 同居这一观是最难透脱 也就是超越六道轮回 深道 佛国度 这一观是最难最难 诸位同修 我想最低限 度 你们过去身中的经历 都不在阿蛇王子之下 阿 蛇王子出生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 佛曾经说 佛有神 通 他心通 宿命通 他们这些人过去身中 住菩萨道 曾经供养四百亿佛 听佛说无量寿经心理异常 欢喜 非常羡慕 但尚未发心求往生 你们想一个真 正信佛 发愿往生的人 他的善根福德有多么厚 功 养四百亿佛还不想往生 我们从这经文中真正体会到 真正是珍惜此身 才晓得自己的善根是多深厚 这 是一生中念佛往生西方净土 超出十方同居之外 了此方能深信弥陀愿力 信佛力 方能深信明好功德 信持明 方能深信无人心性 本不可思议也 所 以信心的建立不是简单的 不是感情的 不是偶尔的 确实有来历的 所以我们以此法门劝一般人 人家 听了不信 不奇怪 人家不相信 我们不要烦恼 何故呢 因为他过去生没有那么深厚善根 我们要帮也 帮不上 甚至一切诸佛菩萨也帮不上 善根要靠自己 修的 福德也要靠自己修的 别人帮不上忙 佛也指 能教给我们方法 如何做要靠自己去行 佛菩萨不能 代替我们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福德不够的人 我们 要深同情心 怜悯心 有福之人 我们要帮助他 成 就他 绝对不可能所有听经的大众 福德因缘都具足 了 那这法会就了不起 十方诸佛都鼓掌赞叹 有这 摩多人在一身中成佛 我们在做的同修 能有百十人 往生 这法会就无比书胜庄严了 各个往生 诸佛菩萨鼓掌赞叹 这是以实际状况 我们要了解清楚 我 我们自己修行 劝勉别人心才能安 才不会受动摇 即使 世家亲眷属父母 他们不肯学 也不必勉强 只要静 到自己心力就圆满 他们这一生不能的度 不要怕 我们自己要往生 往生之后 父母不管在那一道 你都 看得到 他们何时能接受 愿意接受 你立即化身来 度他 这才是真正孝顺 你现在为了度父母 他们不 信佛 你一天到晚愁没苦脸 心里烦闷 好了 父母 去不了 你也去不成 人 谁来度你呀 没有人度你 这 就可惜了 这就愚痴到了极处 如果自己成了佛 你 的家亲眷属 只是早晚的事 没有不成佛的 因为他过 去与你有此缘分 所以佛说佛不度无缘之人 到他回 心转意的时候 智慧现前 业障减少 你劝他就会听 念佛往生也不完全是这一生的事 来生来世还可以 那 问题就是一家人必须有人先往生 大家都有救了 如果没有救困难了 我们在六道中谁来救我们 没 有缘分的人 与他讲是不会相信的 有缘的人听了就 相信 我深信每位同修都有此经验 我在最初接触佛 法 很多法师给我讲佛经 我不相信 也不接受 我 老师方东美先生是教我哲学的 他给我讲佛法 我相 信 他给我讲一句 我信一句 讲二句信二句 缘分 不一样 所以我入佛门是方先生带领的 这就是信心 知见利 其来有字 三句 三句此深信 方能发于大愿 大愿是什么呢 就是求 深净土 诸位 要记住 这愿 这愿就与阿弥陀佛的愿无别 真正深到净土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就是你自家的本 愿 经中应当二字 即指深信 佛在经上劝我们 应当发愿 深信发愿 即无上菩提 这句话也是 偶艺大师为我们说出来的 因为我们从前看到经上讲 发菩提心 什么叫菩提心 怎么发法 不要说一般 人没有搞清楚 就是我讲经也讲不清楚 讲都不清楚 了 还发什么图提心 嘴上说说而已 没有发 一直 道念阿弥陀佛要解 才真弄清楚 原来求生西方极乐是 借知心 就是无上菩提心 何此信愿 即为净土之 难 由此执名号 乃未正行 这一句阿弥陀佛要如 和念法 同修们应该明白了 这关系非常重要 这一 具阿弥陀佛是依据自己身性切愿念出来的 此佛号才 相应 这具佛才相应 这是静宗的正行 正修行法 这具佛号挂在嘴皮上 性不深怨不切 那只是与阿弥 阿弥陀佛 陀佛结一个善缘 这一生不能往生 这要记住 如果 真正往生 我们的性一定要坚定 绝不怀疑 我的说 法还不够 同修们听了我相信还有疑问 怎么样的性 才叫深信 你从今天起 只念一本经 只念阿弥陀佛一 据佛号 其他的所有经典 所有法门 统统丢掉 这 才叫深信 我今天念无量寿经 还想念普门品 因为我有很多灾难 观音菩萨救苦救难 我还有病痛 我要念要施经 希望要施如来治我的病 我还有罪 账无法消除 我还得念的藏经 请他来消业账 这就 是信不真怨不切 不一定能往生 真信切怨是什么都 放下 那是真信 我就信一部经 信这一名号 别人 修其他法门 我恭敬 我不学 法师大德来讲别的经 我不听 因为会干扰我修行 这才叫做深信切怨 人人能照这样方法来修学 那我们要恭喜他 他这一生 必定成佛 就怕三心二意 所以真正念佛人 加理功 佛像 只供一尊阿弥陀佛 顶多供西方三圣 其他佛 像不供 为什么 怕分心 专一才能成就 四若信愿坚固 临终十念一念 亦觉得深 若无信愿 纵将名号 持至风吹不入 与打不失 如同墙铁壁 相似 亦无的身之理 修尽业者 不可不知也 大本 阿弥陀经 亦已发菩提心 未要 正与此同 这一 段特别提出警告 我们要常常警觉 信愿兼固 灵终 时时念一念 是说一生中没有听到此法门 道病重灵 终 才有因缘遇到善之事 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他一听立即相信 就愿意去 这样一念到十念就能 往生 何况我们现在身体健康 头脑清醒 一心一意 再修行 那有不往生的道理 如果信愿没有 信心不 够 信心说实在话 不容易建立 例如明天没有饭吃 你今天到底是念佛呢 还是想方法找工作 明天没 饭吃事情严重 今天不念佛了 去找工作了 这是性 心不坚定 明天没有饭吃有何药 明天饿死往生吗 这才叫信心坚定 我一生所求的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不是求在这世界吃饭穿衣 李炳南老师从前讲 大家在一起念佛 念得正好的时候 有人来告诉你 你家里房子失火了 你如何 你立即赶回去 佛不念 了 是信心不够啊 真有信心怨心的人 房子烧他的 与我不相干哪 我还是一心念佛要紧 一心不乱 这才叫真正有心愿 小小的境界一来 马上信愿没有 了 一考验就晓得 你信的不够 信 愿的确不容易 建立 有此信愿的 直持名号的 每一个不往生 真 正要将世界看破 放下 要确实知道 人生是梦 也 今一臂 没有一样是你的 不要说死 就是睡吧 也 今陛下也是什么都没有啊 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 教心见水月道场 是水里面的月亮呢 是月亮影子 假的 不是真的 大做梦中佛事 佛事是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是在做梦哪 也不是真的绝对不要执着 不 要留恋 不取分别 信愿才清净 才坚定 此佛好象 这样信愿起来 那有不成功的道理 绝对与佛相应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我们要清楚啊 大本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 上面三倍往生 都是讲法菩提心 一向在念阿弥陀佛 与小本弥陀 经理说的完全相同 修净土的同修们 切记 以信 愿为往生西方极乐的先导 老实念佛的行持 这样才 能与极乐世界相应 往日西方指日可待 第五讲正是行者持名号以立行 劝行也 行者是发心 修行人 要执持名号 经文 设立佛 不可以少善 根应当发愿 生彼国土 这一段 明白开导我 们 不可以少善根福得因缘的生彼国 一 不得生者 偶艺大师在药节里给我们提示 一个 是善根少 那种人少呢 菩提正道 道因而甚少 阿 罗汉 辟之佛 不容易往生 因为善根少 福得再不 施 持戒 忍辱 精进这些助到的因缘上 就是助缘 人天少 这是力量薄 所以不能往生 这是大师在 要解理的提示 我通常在讲习里看到这一说法 不太 好懂 不容易体会 我从另一角度来为同修解释 大 加容易明了 什么是善根 是听了此经以后能信能解 听懂听明白了 真正相信了 这是善根 这是轻因 什么是福得呢 明了之后真正发愿 能老实念佛 这是福得 与精益相应 不相违背 为什么人天与小尘善根福得少呢 因为二圣诞求自立 得少为足 不发菩提心 顾善根少 人天虽修六度 但求人天福乐 为了无畏 为得无漏 顾福得少 皆不得深净土 这是偶异大师的说法 确实学佛的人 多 而求人天福报的人也多 其心动念都是自己 家 听 总是求这些 所以善根福得很少 你想修基善根 福得 一定要将心量打开 不求自身的福得 求一切 众生的福得 修的福就大了 你的福得就多了 有些 同修问说 我的力量很薄 又没有钱财 我怎么能修 大福得呢 我现在为同修们举仪式时 我上次到大陆 走了一些地方 看到大陆上有许多在家的同修 大陆 上人收入非常有限 他们一月只有一百多元人民币 和美金只有念缘 如此微薄的收入 他们省吃俭用 钱省下来去买录音带 听了以后到处送人 我看到飞 常感动 我将口袋的钱统统取出 交给他们 给他们统 统去买录音带 他们不但自己听到佛法 希望倾气盆 有学佛的人统统能听到 死心可贵 在世上受到能力 限制 但是心量广大 它是普度众生的心 尽一切力 量去做 能做到一点就做一点 其至宏伟 他们对我 说他们是如何信佛的 怎样去用功的 就是听到我上 一次在此的讲的无量受精录音带 只听到一半 不知由谁自新加坡带进去的 只带一半 后半没带子 原自于此 之后 他们一天念十步 省吃俭用相权 国来介绍 真令人感动 劝人念佛 劝人求生西方进 土 所以中国大陆将来大有福报 而且将来的佛法乡 当纯 比我们海外及台湾还要好 台湾佛教虽然很新 甚 但很杂很乱 他们是纯正的来发扬光大 这将来 非常有前途 国家之福 众生之福 这些我们要学习 上街买东西 想想可省下来买录音带流通送人 我 向来是印经书送人 以前我印小本无量寿经 台 壁六元一本 我到外面去用六块钱 就想一想 如果 省下来就可以多印一本无量寿经 那钱就舍不得 用了 印了经书可普遍赠送海内外 怕人家拿到书布 会念 我们又做了很多念诵的录音带 帮助大家去念 跟着念 深自就不要去查字典 我们 起心动念要如 此 明文立仰都不要 我台北两个道场合起来 地方 很小 我们每年赠送经书 录音带就是千万以上 我 不拿钱去盖房子 增加财产 造成真名夺利的是非常 使得捐赠者造业 堕阿鼻地狱 小小地方可以住 可 以奖金 我在台北奖金 听众没有那么多 大概一百 五十人到两百人左右 所以有你们一半就够了 住 住通铺 一个房间住五 六个人 大家宁愿省一点 把钱省下来 多做好事 多帮助人学佛 自己过几天 就去极乐世界 忍受一点没关系 不要太享受 我们 多享受一点 众生机会就少了一点 我们少享受一点 众生的机会多一份 念念为众生想 不要替自己想 心里清净 什么事都没有了 自在快乐 无忧虑 无牵挂 无烦恼 物质生活虽苦些不如人 精神生活 充沛 过得踏实 有意义 有价值 这意义 价值是别 人看的 我们要连观念都没有 二 为以信愿值持名号 则依依身 西具多善根福德 善心称名 福善也不可量 旷一心不乱灾 这是教 给我们修善修福 一心称名 我还有一点力量 能枪 此法门介绍给别人 将此法门向外推广 那你的善根 福德就更深厚 你这一生中决定可以做到有求必应 佛是门中有求必应 这句话是在我初学佛的时候 后 佳大师教给我的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他老人家又说 当你求不到时 是你自己有业障障碍住了 只要将业障消除 必定就有感应 我就问他 如何消除业障呢 他教我忏悔 不是在佛菩萨前忏悔 真正善知识讲 东西不一样 真正忏悔而事后不再造 这是真正的忏 悔 知道了过失 我做错了 我以后不再做同样的错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叫真正忏悔 他没有教我在 佛菩萨面前拜佛 佛菩萨 他教我改过自新 业障消除 了真的有必应 所以 我学佛四十年了 讲经讲了 三十三年 我学佛七年开始讲经 这四十年中真的是 有求必应 所以我生活的非常自在 无一切顾虑 为零食求零食印 丢光了不怕 比银行金卡兑现还容 一还快 我还要什么呢 放心大胆去做 这是我信老 诗话 照老师教训去做 做这么多年 没有一次让我 失望 我的信心愈来愈坚强 对有求必应 一点怀疑 都没有 为一切众生求愿 那要看众生有没有福德 我替大家求了 大家没有福 佛就没有感应 如果你 们有福 我带你求 佛一定有感应 有福不晓得求也 无法 要有一个小的带你求的人 所以我常常带众生 求福 那个地方众生有福报的 的确就有感应 没有 福报 他不肯接受 所以没有感应 再看底下一段 非常重要 三 显示阵行 持明三要 三要就是信愿行 信愿巨足 常修二课时 这是不能间断 一个信愿念 佛求生净土的人 每天要修 不可一次间断 这就是 早晚二课 有时间 早晚课就长一点 没有时间 可 一段一点 决定不可缺 最忙的人 也要修十念法 静一口气为一念 家里有有佛像 在佛像面前做 如梅 有佛像 面向西方 站着坐着都可以 死法门十在方 便 没有形式的约束 旅行在外面都可以坐 没佛像 面向西方 不能缺客也不能不客 精进节七十 一 年至少要打一二个佛妻 在你休假的时候 一般人去 完 这都是造六道轮回的夜 我们知道不做 休假时 借七打佛七 精进念佛 不要空过时间 假如没有七 天 你有一天假期念一天 有二天假就念二天 都可 你的不一定要念七天 这念佛叫精进念佛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是要求一心不乱 一定要做到这句佛号不间断 不来 杂 不怀疑 念一天念四小时佛号不能间断 也就是 不能喉绝 不能喉绝 不可觉得辛苦 要不懈怠 不懒惰 你也 许说 不睡觉太辛苦了 你去打麻将 跳舞通宵 喂 何不觉得辛苦 这都是懈怠 懒惰 懒惰 推卸的话 如你 果然能认真去念 越念精神越振奋 当你真是想睡 提不起精神 几句佛号一念 精神就来了 不可思议 台北有几位开计乘车的司机学佛 他们经常一个月 终有一二天 念四十八小时 二天二夜念下来之后 他也不要休息 稍打个磕喉一二小时 他就开车坐身 一去了 精神饱满 从前不念佛时 常常打瞌睡 精神 念了佛以后 瞌睡没有了 所以念经念佛功德 感应不可思议 自己业障重提不起精神来 就越要念 越是打磕喉 越要拼命念 磕睡就念掉了 这是关口 那 念掉之后就好了 精神就振奋起来 千万不要再 关口磕睡时 就倒下不念了 就躺下去了 就完了 一定要自己站起来 所以我们在美国 在台湾 我们 每个月都有一次 一天念四小时共休 念四小时当然 要吃东西 念佛的时候不能吃太饱 吃太饱了容易昏 成也不能空肚子 造成心慌 精神不能稳定 因此 念佛堂真正用功的人 最好方法少吃多餐 所以我们 是准备一份一份的小点心 放在冰箱 旁边有微波炉 你自己想吃自己去吃 不要去招呼别人 不干扰字 即也不干扰别人 一心仍是阿弥陀佛一句佛号 这 让一天一夜 如果能七天七夜 精神振奋 确实可以 念到一心不乱 下面的方法 可依西方却指的 办法 这书我们弘法团里有此书 在安世全书里面 直持名号是善中之善 福中之福 故此名号 善根福 得统统修了 发菩提心 具足五种菩提心 这五种菩 提心是大制度论里面所说 第一是发心菩提 第二是 福心菩提 这世功夫有力量 能够将烦恼妄想扶住 在念佛法门中称为是一心不乱 第三是明心善提 第四是初到菩提 第五是无上菩提 都属于理一心不乱 所以你只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 这五种菩提心自然 旧圆满 这是善中善 经云 亦称佛名 已是善根 入涅盘解 这证明念佛是多善根 所以你的佛号是念 得越多越好 弥补我们过去身中修的善根不足 福中 知福是具足万得 一心念佛 百行其修 此百字不适 数字 是菩萨无量无边的行门 统统都修了 所以你 念一句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在里面 得藏菩萨在里面 要施如来也在里面 念一佛统统都念到了 不要依 各个去念了 念一部阿弥陀经 或无量寿经 所有一切经也都在里面 不要再去念普门品 要施 经 一及一切 一切即一 这不可思议 是福中之福 那 经云 闻无量寿佛名 一心送持 此人当得无量 知福 所以这句佛号是福会双修 善根福德统统在其 中 信要真 要真心 愿要切 唯有此一愿望是我真 十的愿望 除此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望之外 自立 立他可有可无 不挂心上 弘法立身也是如此 弘法 立身是讲缘分 有缘共同聚在一起 沿袭带经 若无缘 法会就不成就 也不必挂心 有魔都好 有此缘分 五辛苦一点 从老远跑来 没有 我很自在 不要 跑啦 所以有魔都好 不妨碍 唯一愿望是求生净土 四 善男女者 不论在家出家 贵贱老少 六去四身 六去是六道 四身是胎卵施化 但闻佛名 极多结 善根成熟 此文是包括性愿行 不管什么众生 听到 阿弥陀佛名号 听到无量寿经 听了就信 就发 愿就念佛 这是你多结善根成熟 五逆十恶皆明善 也即使造五逆十恶罪 马上要堕野欲 但是他一听 名号经典 他就相信发愿念佛 他也是善男子 善女 人 他不会再堕地狱 决定往生成佛 你们想 这一 今 这一名号的力量有多大 你要想通了 从今以后 就不会念其他经了 因为其他任何经典 任何法门 无此大力量 阿弥陀余的众生都能令他一身成佛 你 门查查经他经典 其他法门 有没有此力量 这要绝 误呢 我在台北讲经很久 尤其是我自己的道场 我 讲大家还不信呢 所以过去清明 冬至 我们记足 大家还念的藏经 过年还拜千佛颤 最近大家乡 信了 懂了 因为大家念无量寿经 念多了 险 在清明 冬至祭祖 不念的藏经了 念无量寿 经了 念阿弥陀佛 才都转过了 不容易 好多年 才将头脑转过来 才信 一门深入 真正肯定无量 寿经 其功德 确实超过的藏经 念的藏经 不如念无量寿经 念的藏士灭罪 不能帮助往生 成佛 念无量寿经 帮助往生成佛 成佛同时罪也 灭了 所以专修的道场 佛菩萨的生日 向清明 东 至祭祖 是一定做好 提倡孝道 不念别的经 就念 无量寿经 就念阿弥陀佛 其他什么都没有 这 才叫专修专虹 才能达到功夫成片 一心不乱 5 5 阿弥陀佛 是万德鸿鸣 以明照德 庆无不敬 故 即以支持明好位正行 火必更涉观想参究等行 至 简易 至直结也 这是将此法门无比殊胜的好处 在 告诉我们 这法门是简单容易 直接稳当 都达到了 基础 弥陀明好前面介绍了很多 是自信无量的德号 所以说发心念佛 发的此心是始觉 所念的这句名 好 是自信本觉的德号 所以发心念的这句佛号 9 是始觉和本觉 是本不二是究竟觉 是无上正等正觉 还有那依法门彼此更殊胜的 更究竟更圆满的 所以 你念这句佛号是以明照德 万德鸿鸣 念这句佛号由 是修万德 成就万德 修万善成就万善 修万福成就 万福 没有一样不在这一句名号之中 我给诸位说明 只要直持名号 必然有求必应 所以依此法门修行 正行就是直持名号 不必再加上观想 持咒 参究 这些统统用不着 正是冷言经上所讲 不假方 便自得心开 不需借其他方法 不需要 就是这六 自鸿鸣 圆圆满满 把你所求所愿 统统得到 无一切 缺 这样的法门 我们不学 还学什么法门 这样的法 门我们不要 还要什么法门 诸位同修要冷静的多想 想 古得常劝我们 世尊在经典里也常劝我们 修学 关键就在不间断 不夹杂 果然能做到意念无尽 是心理想 念是口里念 口里念累了 心念不出声念 佛时大声念 小声念 默念 金刚念 金刚念 是口洞 眉声 未知金刚池 这些方法是调节我们的生理 使 我们不会疲倦 仪式上可以做着念 金行绕着念 拜 这念 以此调身 做久了可散步 可拜佛 以做运动 让整个身体关节活动 拜个几十 几百 习惯了 大概一个小时可以拜两百拜 这是很好的运动 调节 身体不疲劳 念佛方式不同 试掉心 使情绪稳定 公 夫得利 妄想不起 这些方法随意调整 使念佛持久 念四小时不中断 要会调理身心 念得法喜充满 有欢喜心 精神百倍 念佛人 天天都要有求生西方 的意念 西方才是我们真正可靠寄托之处所 对此事 借 就容易放下 不会执着 念念想去西方 这世界 人是一切 与我无干 在此像住旅馆 住一天算一天 均不属于我 毫无牵挂 以此心态 功夫亦得利 这些事 理境界要牢牢记住 这句佛才能念得好 才能 相应 使自己有决定的把握 才知道此法门的殊胜 无其可比 到自己往生有把握了 才明了 才知世家 牧尼佛所说经典都是诱导 引诱我们最后归属于此 千经万论 处处只归 下连居老居士提倡进宗学会 劝勉我们专修专宏 是菩萨再来 真正救度我们现代 苦难众生 使我们这一生中绝对成就 他真是真正善 知识 出生在我们中国 中国人有福 中国人与佛有 身后的姻缘 才能感的佛菩萨视线 好 我们今天就 讲到此地 阿弥陀经要解研习报告 第十七 八卷新加坡党明 比一年八月至十七年一月八 请先开经本第四十八面 倒数第二行 六 别名三会 一句足三资方明文会 菩萨所修的叫三会 文会 思 会 修会 小乘人所修称三学 借鉴学 定学 会学 大乘在小乘之上 三会当然在三学之上 没有三学 决定没有三会 同修们要记住 千万不能发生误会 我在早年讲经时 曾经有一学生对三学三会 发生错误 有一天此学生来告诉我 法师我听经已二年 明天不来听了 我问他为何明天不来 他说我 已有文会 还没有私会及修会 我一听已懂其意 我说你二年文会 回去私二年 修二年 的私会 修会 对吗 他说对 我问他 今天的一座药 听吗 他说听 我就在这天解释此三会 我们凡夫 对文私修三字 统统都没有 千万不能弄错 如果认 为现在听经就叫文会 实在说你们听的只是一知半解 那能算会会 回去用二年时间胡思乱想 然后又用 二年忙修瞎练 那叫修会 就完全弄错了 所以文 思修下面的会字 世界定会的会 我们想想看 我们是不是应戒的定 应定开会 开完智慧后 文 思修才称为三会 可见得菩萨修得在阿罗汉 癖之佛 知上哪 这是我们学不到的 千万不要误会 不要吧 一知半解当作文会 而胡思乱想 盲修瞎修 很多人 会这样真是可惜 三会 三会究竟是什么 三会是菩萨修法 此三字是表法之 一 文代表接触 耳听声音未闻 眼见色也叫文 口 肠胃还是叫文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就用这一字代表 为何不用见字代表 而用文 能言经上文书菩萨位 我们简别法门时说 此方真教体 清静在英文 娑婆世界众生 耳根最立 所以用此字做代表 世代 表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一接触就明了 明了就是思慧 凡人在接触事情后 要想一想才明了 菩萨要想一 想就是凡夫了 因为想一想是用第六意识 是用八识 菩萨不用八识 不必想 一听一接触就了解 从了 解触就是思 接触教文 明了了就不会发生错误 九 不会迷惑颠倒 不错误 不迷惑 这就是修 由此可 知文思修是一件事 是一次完成的 不是三个层次 皆 触明了 不迷 皆触是文 明了是思 不迷是修 这才是菩萨 必须智慧现前之后 才能办到 我们凡夫 接触了都是迷惑颠倒 接触了也无法了解真相 我们 念佛人 指一句阿弥陀佛 信愿持明 很不可思议 不但具足从小成的三学 界定会都在一句佛号之中 连菩萨所修的三会 也在一句名号之中 确实不可思 一 下面是偶艺大师为我们的开导 具足三姿是信愿行 一个人能真正具足此三条件 就是文会 意念无间 我们一佛念佛 不间断 不夹杂 决心求生西方极乐 世界 认定西方极乐世界 才是我们的老家 是我们的 故乡 弥陀慈父 诸上善人 是我们的兄弟 同志 道 有 所以念资在资 一天到晚我们念的 我们想的就 是往生西方这一桩式 求生西方的意念 如同有子思乡 特别在外不得意时 如果在外很得意 家就忘了 在外受苦受难 就会常想念故乡和父母亲友 特别在不 得志困苦的时候 我们在此娑婆世界不得志哪 再六 到轮回中 八苦交间哪 所以思归之心非常恳切 如果 念念相继 无有赞望 如此修学位之事持 是在世上 用功夫的修行 莲池大师讲 果然能如此用功 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有份 如能明白理事最好 理不 明白也没有关系 由此可知 只要具足性愿行的三条 见 菩萨文会就具足了 二 境念相继无有间断 顾名思会 修会也包括在思 会之中 前面说过是 此的看到理 心做心事 心境 一如 能所不二 即是理持 对宇宙人生真相 有相 当的觉悟 西方净土 实在就是依据此理 是尊在 观无量寿经理说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同修 们有许多疑惑 特别在学佛的过程中 你接触的道场 很多 接触的法师大德也很多 美人的讲法不一 听 多了就怀疑了 到底那个正确 如果不深入经藏 严 揪大臣 就无标准 从前找一个真正的善知识好找 现在不容易 从前人谦虚 都说不行 我不如人 险 在的法师不是 都说我行 其他法师都不如我 美人 都说自己行 不知道谁是真善知识 过去凡事闭关的 住山 住毛棚 不下山的 此人决定是善知识 你 去参访他不会错 因为他自己修学不到一个相当的尘 度 他不能住山 不能闭关 何故呢 因为他要去餐 学哪 他有资格宣布闭关 住山 其意识学完了 五 处可学了 此人当然是善知识 如果我们有问题去问 如果他答不出来 就请他打开门一同去参学 他就 没有资格当老师 从前是如此的 学成之后 当然要 弘法立身 如果没有缘分 因为以前的善知识是不宣 传的 没有人知道 他他当然去闭关了 闭关的人是 修行真正有成就的人 古人说 赵萨八十又行脚 是禅 宗的大德 赵萨和尚 八十岁还在外面参学 参访 因为自已没有开悟 没有见性 难道八十岁了不想输 福 不想清静自在 而是自已没有成就 所以到处去 参访 向善知识请教 向善才童子五十三参 到普贤 菩萨那里毕业 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学了 就可以闭关 住山 那个时候找善知识有个标准 现在没有标准 很难找 学习很困难 幸好释迦牟尼佛 在三千年前对现代 的社会 遼如指掌 给我们留了一条路 就是四一法 末法其我们依此法 等于佛在世 第一条教我们依 法不依人 法是经典 是尊灭度之后 我们唯一的依 靠是经典 任何人为我们讲经说法 如果不依据经典 我们不接受 也不信他 例如有人问我 念诸的用 法 念诸一圈念到头 不可顺着念下去 要到过来从 头再念 如不这样 会不会有罪 我说查遍大藏经没 有此说法 依法不依人 这就没事了 没有经典的依 我们不接受 菩萨来了也不接受 现在有人自认 是什么佛再来的 佛来了也不接受 佛佛道同 所以 佛称作如来 如来的意思是 经佛如古佛之再来 讲 的一定是相同 你说你是佛 但你讲的 与释迦牟尼佛 不一样 那是假佛 不是真佛 你所讲的 与释迦牟尼 佛一样 那你就是真佛 所以千万不能相信 冷言 经上说明 这一时代邪施说法如横和沙 你看可怕 所以你要记住四一法 第二条一了一不一不了一 经典有了一经与不了一经 都是佛说的 了一经是佛说的真话 不了一经是佛 说方便法 是以善巧方便来接引你 能叫你一生中 了生死 出三界 成佛道的叫了一 凡事教你断恶修 善的定开会 但出不了三界 也无法成佛道的 是 不了一经典 我们要辨别清楚 我们在一切经里面 古德所说 一生圆满 唯有大放广佛华言经 这 是就尽了一 了一当中的了一 无量寿经 古人 称之为中本华言 阿弥陀经为小本华言 这三步 经是同类的 都是就尽了一 我们选经就该知道如何 选法了 我们要依了一经 不依不了一经 我们今天 选的是了一中的了一 就很难得 第三条是依依不依语 因为中文的经典是从梵文翻译 过来的 我们就会怀疑是否翻译对了 如果翻错了 我们学了不是很冤枉吗 古代第一个对翻译有怀疑的 是玄奖大师 故而去印度取经 亲自去印度住了十七 年来去共十九年 回来后 对古时一些游易经大师所 翻的经典 他没有说那不经翻的有问题 换句话说 完全默认过去翻的没有错 我们可以死心踏的了 同 十一部经典 往往有很多人翻译 一种原本 有二人翻 不可能文字相同 所以在文字上决定不一样 三人 翻三种不同 无量寿经十二次翻译 十二个本子 文字都不同 文字虽然不同 意思同 免除真论 所以我们依依不依语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 各种翻译 都没有关系 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例如玄奖大师吉究 摩罗什大师所翻的阿弥陀经 就不一样 但意思都 对 玄奖并未说 纠摩罗什大师翻错 而且对他所翻飞 常赞叹 从他学生 窥姬大师 中国法乡 为什宗 是窥姬大 师建立的 法乡 宗第一代开山祖师 不是玄奖 而是窥 窥 窥姬大师 有阿弥陀经 注解 为知通赞书 通者通 答 赞者赞叹 为弥陀经做了注解 他没有用老师的 本子 而是用揪摩罗什的一本 这说明这师徒二人对 揪摩罗什的赞叹和尊重 现在人感情用事 注经一定 用老师的 这是现在人心理 古人不如此 的确依法 不依人 完全以弘法力深着想 绝对没有想到个人名 利的成就 这是依依不依语 免除争论 第四条一至不依时 有人误会 那要依理智 不依感 情 那人不就无情了 有人说假若人无情 人生还有 何意 其实是迷惑颠倒 你们那有真情 有的也只是 虚情假意 今天好了 明天闹翻了 那是真的 真正 的情是理智 永远不会错误 菩萨的情不叫爱 叫慈 悲 但是慈悲与爱是一桩式 从感情里出来的是爱 从理智出来的是慈悲 慈悲是真爱 永不变的 所以 真正的情 真正的爱 在 佛菩萨才有 最低到 阿罗汉 阿罗汉以下统统没有 佛在四十二章经 一教经上说 警惕我们 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 正到阿罗汉后才 能相信自己的意思 因为你自己的意思捉摸不定 天 天会起变化 是无常的 所以不能做标准 四一法计 住了 末法时期 也不会轻易的被人家几句话就动摇 了信心 几句话就把自己修行的功夫断掉了 那就可 喜了 所以这四句教训 实在太好了 佛虽然不在世 依这四句修行 如同佛在世没有两样 佛说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所以你们学佛去寺庙 去找高僧大德 去高山明差 这里都无佛 古时餐 学的人说过 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 是说走遍天下明山宝沙 都找不到佛 佛在心里 心 就是佛 一下觉悟了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是真 的 所以你们要学佛 要到自己心地去学 无量寿 经上说 清净心是佛 平等心是佛 决心是佛 三 皈依中皈依佛 是绝而不迷的决心 皈依法是正而不 邪的正心 皈依森是无染的清净心 三宝都在自心之 中 外面没有宝 外面的地球太阳系 都有沉住坏空 五宝可循 宝在自心中 学佛要如何学法 净土宗 绝正进三门 特别着重在清净心 心清净了就对 也 有同修来问 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是不是一定要吃素 在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都未说一定要吃素 经上讲的往生西方三条件 是 信 愿 行 偶艺大师讲的很好 说能不能往生 绝 定在信愿之有无 品味之高下 决定在念佛功夫之前 身 没有说吃素 所以对此问题 如果你的家庭环境 不许可你吃素的 你放心念阿弥陀佛 不要认为我吃了 肉哇 念阿弥陀佛有罪哪 经典上那有说有罪哪 我 没有看到记载 我们依法不依人 这里诸位要明了 但是素食是真好 素食运动是我们中国两五地提倡的 佛经上有劝我们吃素 佛没有制定借调要我们一定 吃素 假如说真正吃素才能成就 我们都完了 什么 人能成佛呢 牛羊一定成佛 你们想想 你们吃的 素再干净 能比得上牛羊吗 牛羊连油盐都不要 所 以佛法一定要有经典理论做依据 两五地提倡素食运 动是他谈人家经 佛在此经曾说过 菩萨大慈 大悲 不忍心吃众生肉 与我们中国儒家所说 闻其 身不忍食其肉 是培养慈悲心的 所以佛给我们制定 得是吃三斤肉 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我杀 绝对不 可杀身来吃 这是饭戒的 在市场买的不是为你杀的 这不饭戒 当然现在这些肉食 我劝诸位还是不要 吃 为什么呢 我从念六岁开始学佛就吃素 我哪食 吃素 与你们的观念不一样 我是明白素食的好处 从卫生上说的 通常你们吃东西讲求卫生 是保卫生 理 这有道理 符合科学精神 我在没有学佛以前 我在伊斯兰教里一年多 这是回教 我对他们很欣赏 很欢喜 他们的理论和生活方式 我非常喜欢 他们不吃猪肉 不吃狗肉 奇奇怪怪的肉都不吃 他们 选择性情温和的才吃 他们懂得为卫生 为性情 猪 懒惰 人常吃猪肉 吸收猪的气氛 自然变成懒惰 狗会疯狂 奇奇怪怪的都不要吃 他们懂得选择卫生 即善良温和的性 就比一般人高了 所以我接触佛之 后 以素食培养慈悲心 那比他们更高一层 佛家的 饮食以素食 卫生 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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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自己的慈悲心 清静心 我明白此一道理后就吃常素了 为什么现在我劝同修们最好吃素食呢 现在我是断肉 十有四十年 我现在看市场上的肉食 有一观念 奇 味道必定没有四十年以前美 我从何处看呢 现在养 鸡 养在笼子里 鸡在里面不能转身 挤得不能动弹 如此养大 等于一身在坐牢 受无奇徒行 最后还 判死刑 它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心情不好 肉里就 有毒素 吃了以后 人会生奇怪的病 从前的鸡释放 在场外养的 心情愉快自在 现在猪也是 它们现在 终身监禁 做到最后还被杀 所以肉一定不好 这是 我想象当中 那个肉一定不是味道 我有一次 去看 方东美的太太 方师母 就问她 你想想 三十年前 吃的肉味道 与现在一不一样 她冷静想了几分钟 答 父我 不一样 从前可以 现在不能吃了 现在 终身监禁 精神郁闷 心理上有病 而且 而且 现在吃的四 料都是化学的 染污的 人产生的怪病 都是病从口 入 有此之道素食比肉食健康 你看我们出家人 肥 肥胖胖的很多 红光满面 那有不健康 有些人以为 吃素不够 营养是错误的观念 学佛要求自由心 就是修清净心 一切工作 无论是 家务或事业 如果要问 与学佛有否妨碍 那证明是 外行 你应该问 学佛与自己的清净心 有无妨碍 假如 与清净心 无妨碍 就正确了 一定不错 不必再问旁人 了 如果与自己 清净心 有妨碍的事 我们就不做 如 果与清净心 无碍 就可以放心去做 何况你天天读诵 无量寿经 弥陀经要解 这个注解了不起呀 弥陀经较短 你读诵了 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他所讲的都是事 后面是理论 你不懂理论 运意 大师注解 由近代印光祖师 告诉我们 印光祖师是大 是智菩萨化身来的 他对此注解的赞叹说 即使是骨 佛再来为此经做注 也不能高过其上 以我们想象 偶异大师到底是何人来者 他要不是阿弥陀佛 至少 也是观世音菩萨再来 大士智菩萨才这样赞叹 所以 此注解就是佛经 弥陀经 弥陀经 加上这注解 就是完善而详 系的阿弥陀经 所以经和注解 我们都要念 这是我们 一生中修学的依据 一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就是依阿弥陀佛 他就是我们老师 你们不要搞错 了 你们以为跟净空法师学的 净空法师算什么 跟 阿弥陀佛学才对 我也是跟阿弥陀佛学 我们一起学 就是同学了 所以我们见了面 不要很客气 我们是 同学吗 所以经上讲 世心是佛 世心做佛 世心是佛 是 本来佛 世心虽然是佛 但我们现在不做佛 就毫无办 法 我们是在六道中做人 能做人已不错 还有许多 人做恶鬼 做畜生 做地狱 为何如此说呢 因为你 整天贪心 将来成恶鬼 因为贪心重 是恶鬼 道的业因 大多数人死了以后 百分之七八十都做恶鬼 因为 贪心重 田慧心是堕地狱 于痴心便畜生 这是三恶 道的业因 今天佛教给我们念佛 想佛 我们的心在 做佛 本来是佛 现在又做佛 怎么会不往生呢 怎 魔会不成就呢 依据此理论 我们这一生佛是做定了 往生决定有把握 一心一意老实念佛就行 如果念道心静一如 能锁步 二 这就入了礼池 这是真正相应 心 佛家常说 心如太虚 亮周沙界 你的度量有多大 横河沙的珠 佛世界 都能装下去 心就像太虚空 人到了此境界 怎会不自在 我们的心量本来是如此大的 现在便 的很小 小的很可怜 二个人都容不下 还要闹意见 吵架 甚至更可怜的 一个人还生自己的气 自己 与自己还过不去 真是冤枉已 迷惑到了极点 所以 我们要记住经典上说的道理 静念相继 无有间断 这叫思慧 静念相继这四字 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怀 一 不间断 不夹杂 静是清静心 不夹杂 如夹杂 的话 此念就不是静念了 相继就是不间断 果然能 做到不间断 不夹杂就是能言经上讲的 静念相继 有间断 这是菩萨思会具足 三刻其办事 立根一日即不乱 中下不定 但能一 心 皆得往生 明修会 修会是功夫 这就是一心 不乱 一心分三等 上等的教理一心不乱 中等的教 是一心不乱 下等的教功夫成片 在弥陀经里只讲一 各事一心 理一心 事一心里将功夫成片也包含在其 中 功夫成片是最浅的事一心 事一心也分很多等级 功夫成片是此一句佛号 真正起了作用了 把烦恼 妄想 习气都扶住了 同修们有些问题来找我 我 不得不说一些安慰话 应该说都是废话 如果说真话 同修们又听不懂 所谓真话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这是真言 同修们问的问史都是妄想 分别 执着应当 统统放下 老实念阿弥陀佛 果真把这些妄想 分别 执着都用一句佛号统统换过来了 那就叫功夫成片 如果你们每个人来问 我都是阿弥陀佛 那你们是 帐二和尚摸不着头了 不知我讲什么 所以逞些口舌 废话 都不知禅宗的棒喝高明 静宗也不例外 禅宗还高明 禅宗的棒喝 你有问题向老和尚请教 口才一开 老和尚就一棒打下去 把你的疑问打掉 开口三十板 不开口也三十板 不开口是无名 三十 板将无名打掉 开口是妄想 把妄想 把妄想打掉 所以参禅很苦 天天要挨打 静宗极其高明 一句阿 弥陀佛 不管你来问什么问题 统统回答你一句阿弥 弥陀佛 绝对没有第二念 就是一念 然后你在一念中 恍然大悟 就不要找人 也不必问了 阿弥陀佛什么 都解决了 什么疑难杂症全部解决 这是静宗殊圣之 处 菩萨三会 一句阿弥陀佛圆圆满满具足了 七 一心不乱 这是指持名号的殊圣成就 一心圆 据三学三会三滋量 一心称念 专心 专一其心念 此一句阿弥陀佛 戒定会三学含在里面 文思修三会 也在里面 信愿行三滋量也在里面 这句佛号叫相应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如果佛号内没 有戒定会 没有文思修 也没有信愿行 那是等于是 录音机念佛 念一辈子 还是搞六道轮回 我们念佛 不可有口无心 心念口不念就管用 心里面要真 以佛念佛 心里面真正有佛 我之王 不为见死所乱 极为是一心 我们世间人最大的执着就是我 把身体看成是我 起心动念 第一个念头就是我 这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本 你修行功夫再好 为何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就是我值太重 所佛法以善恶 最低标准是这样 凡是做事为自己利益而做 统统是 二 凡利益大众的就是善 这事破除我值 破除了我 值才能出三界 关键在此 故起心动念不可想到我的 厉害得失 否则念念都在增长我值 起心动念为众生 想 为佛教想 在不知觉中淡忘我 我既然 没有了 我所有也没有了 所以房子被占了 烧 了也不会烦恼 因为我都没了 那来的我所 烦 脑就减少 心开一解 功夫才能得利 出三界 往生成 佛才有把握 学佛的人要真正成就 硬逐渐将我忘掉 真正能放下舍去我人少 放不下舍不得丢掉 我的人多 所以多数还是不能往生 那只能与佛门 结各善缘 这一生不能往生 不能出三界 可是我们 要记住 我们在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听佛都欢喜 都修行 就是舍不得将我 我所放下 一直 到今天修了无量劫 还是如此地步 我们要警觉 要 认真去反省 在这一生要下个狠心 将我丢掉 我所也扔掉 我们这一生就超越三界了 可以往 生了 不可能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往生 你说我还有好 多财产 加清眷属 要带去哪 这是不可能的 也带 不走的 我执王 种种不同的见思 见解 思想 皆 触了 完全不动心了 急得是一心不乱 法执王 法 是一切万法 我执没有了 知道身世无运何何 而现 出的幻象 当体积空 了不可得 这是阿罗汉所觉悟 的 但一切诸法是有的 我是空的 法是有的法执 法执障碍了本性 所以阿罗汉我执虽破了 但法执 没有破 不能明心见性 他要到破一品法执才能明心 见性 也就是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就成菩萨 可称法身大事 不为二边所动 所谓二边 以现代科 学家术语 就是相对 真的对面是假 大的对面是小 长的对面是短 佛法理性对面是相 是对面是理 统统是二边 相对的失掉了 可得理一心不乱 但是 比破我执还要难 这一段请同修参考 原音法师的讲义 阿弥陀佛要解讲义 他讲得很详细 可以做餐 考 七日不乱后更无趋或造业之事 这才是真正的理 一心不乱 打佛七 其目的就是正一心不乱 这是根 据阿弥陀经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至若七日 七天七夜 希望自己功夫 能达到一心不乱 故未克其 取证 达到一心不乱之后 你决定不会迷惑 一定不 造业 这是真正的理一心 决定不会退失 由此可知 此功夫是真实的 平素要有修持 平素的修养 一心 念佛要具足三学三会三滋量 则身心世界 你就会看 的很淡 确实能放下 如放不下 你的三学三会三滋 量统统没有 有 念佛堂主七师常会提示 放下身心事 戒 提起正念 放下身心世界 就具足三学三会 三滋量 放不下就是平时功夫不够 平时就要将是圆 看淡 要知事实真相 人生在世 大梦一场 眼睛一 B 什么是你的 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有什么架的签 挂的 不要自找烦恼 自己不要与自己过不去 放下 了得大自在 你命里有的丢也丢不掉 命里没有的 求也求不来 什么是真的 既得修福是真的 你有 得有福 你东西丢尽了 你人是有得有福 样样不缺 如果无福无得 就是拥有全世界的一切 不一定哪 天统统丢光了 人总得要觉悟 悟了以后的一心不难 所以不要将事事看得那么重 人能真正做到得失不 观心 心就自在清静了 绝不会迷惑造业 这是念佛 真正的功夫 一不论是持 理持 持至福除烦恼 乃至见思先进 皆是一心 持至心开见本性佛 皆理一心 由此可 知之持名号 是持理持都没有关系 要紧的是功夫 理持如果不能的一心不乱 还是不能往生 是持能得 一心不乱 决定往生 故禁宗法门 你能明白更好 不明白 只要能信能发愿 老实念佛 一样能成就 如此成就者很多 古人说这是无上法门 为上至于下 鱼为最好度 上上至会者 他以文力能接受 不怀疑 很容易成功 下鱼之人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会老实 念 最难办的是中间之人 说他高他不高 说他低他 又不低 最难度 所以世尊在世奖经说法四十九年 由是为这些人 要说的他们心服口服 他才肯干 不 如老太婆的善根福德身后 所以是持理持不要紧 重要的是持制服除烦恼 如果我们的烦恼扶不住就不 能往生 有同修告诉我 念佛二 三年了 还是要发 脾气 遇到事还是忍耐不了 忍不过怎么办呢 去三 饿到了 忍不过也要忍 非忍不可 如果你是看穿了 那些给弃你受的人 找你麻烦的人 你会何长向他 称念阿弥陀佛 以他为善知事看待 因为他就是善知 十 你在真正念佛用功求学 这些人是来考你的他们 就是你老师 事事你及不及格 考试有二种 一种是叫你生欢喜心的 你已顺境生欢 喜心 那就完了 欢喜心是七情五欲 功夫被破掉了 一种是逆境 要看你生不生甜恨心 遇到逆境考试 你完全不生甜恨心 功夫就成就了 是谁成就你的 呢? 是给我弃受的人 如果他不天天找我麻烦 天天 让我受弃 我的忍辱波罗蜜 怎么能成就呢 就从他那 里成就来的 他实在是我恩师 怎可埋怨他呢? 如果 遇到这样善知事 反而恨他 反而拒绝他 还要报复他 那你学什么佛呢? 你根本就在学三图 不是学佛道 所以要知道顺境 逆境都不动心 才叫福烦恼 七 请五欲一句佛号 控制得住 不起作用 虽然没断 不起作用 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顺境没有贪爱 顺境没有贪爱 竟没有甜慧 境界清楚分明 不渝吃 念佛起码要念 到这样的功夫 往生必成 这是功夫成片 境界里没 有喜怒哀悦 这里又要说回来 你到了这样的境界时 人家会说你 学佛学呆了 面孔没有表情 一副呆香 又可怕了 所以遇到欢喜的境界 还得表示笑容 遇到不顺的境界 也要表示生气样 但那只是表演 皮笑肉不笑 心里 人清净 逢场作戏 这是佛法在世间 不坏世间法 做起来真不容易 内里清净平等 外面逢场作戏 你 欢喜 我也表示欢喜 你不高兴 我也表示不高兴来 同情你 其实是假的 学佛人 在世间要表演给别人 看 内里要保持清净平等觉 这才是念佛人 所以佛 法在世间 形式上 活活泼泼 内心清净平等 外面 逢场作戏 这才是念佛人的功夫 外面和光同成 能 叫大家赞叹佛法 接受佛法 使佛法普遍弘扬 利益 众生 内里清净平等的自立 外面是利他 一生待人 楚世 统统是演戏 统统是表演 那就没错 烦恼福 住了 这是功夫得利的开始 深凡圣同居土下三品网 深 进一步到见思烦恼段 三界总共有八十八品见或 有八十一品丝或 所谓见思烦恼 见者为所有一切错误 的见解 思者为错误的想法 这些要统统断尽了 那 就身方便有余土 上上品往生 这一句包括凡圣同居 土下下品 至方便有余土上上品 统统叫做是一心不 乱 其中功夫浅身不相同 持至心开见本性佛 心开者开悟也 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这里难懂 怎么叫开悟呢 开 悟分小悟大悟彻悟 我们每位同修都有小悟 理 如平常念经念到一死忽然明白了 这是好现象 常常 会有小悟 小悟多了以后 会有大悟 大悟多了有彻 悟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悟 是因为我们烦恼习气太重 忧虑牵挂太多 只要统统舍掉 小悟大悟天天有 是平常的事 因为你天天都有悟处 人才欢喜 法喜 充满 每天都有进展 学佛不会枯燥 如果每天见不 到进展 没有悟处呢 甚至还退步了呢 这原因是由 与烦恼习气 忧虑牵挂太多了 这些是最大的障碍 在家修行的同修不能不注意 出家人才色名利不可贪 徒 要常常贪徒 想办法去的 这是出家人不能开悟 的原因 这些病根要拔除 将障碍舍得干干净净 那 总快乐利益 绝对不是明文利养可以相比 一定要见私烦恼断了 沉沙烦恼破了 无名也破异品 了 才叫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这个地位是原教初 祝菩萨 别教初的菩萨 可证此果位 至此见本性佛 见性 性就是佛 佛就是性 《华言经》上有一句 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 一般人念起来都不懂 情与无情 同源 种智 情者有情 是动物 无情者植物矿物 同源 种智是统统成佛 什么时候我们这张桌子成佛呢 十 摩时候我们的香炉成佛呢 如何成佛 如何成法呢 这问题就来了 假如你能念到新开见本性佛 问题就 没有了 桌子是真如本性哪 香炉也是真如本性 情 与无情那一样不是真如本性呢 见性成佛 那不是情 与无情同源种智吗 我自己觉得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可是我看你们都没有听懂 我们再从比喻上来说 在座的每一位同修都会做梦吧 可能一个晚上不止做一个梦 当你做梦醒过来的时 后 梦境还能记得清楚 你醒后不妨去想一想 刚才 梦中当然有自己 还见了很多人 很多物质 也有山 和大地 你想想那些是什么 那是你的心变现的梦 是心变现 那个心统统变成梦境 梦中所有境界就是 心 梦中那一样不是你的自心 果然是的 梦中喜欢 的与不喜欢的 都是自性变的 虚空大地还是自性变 的 全望即真 真的是心 望是梦中的境界 全望久 是真 全真即旺 真的心整个变成梦境 所以梦境久 是心 所以心静一如 心静不二 是一不是二 一个 真正明心见性的人 他见到山和大地 一切众生都是 是 一个自性变现出来的 就跟梦里头一下恍然觉悟 自 己在做梦 全梦就是自己 除了自己之外 没有一样 东西可得 所以见性人的眼光里 没有一样东西不是 性 我们今天看这个不是那个 那个不是这个 是梅 谁 有见性哪 见性了 看见天地 万物是平等不二的 就好 比已经做器 器器皆经 我们到营楼看首饰 那花样 千千万万种 都是黄金做的 除黄金之外 无他物 谁 便取一件都是黄金 请诸位细细去想此理 什么时候 自己见性呢 自己对于山和大地 一切众生与自己玩 全平等 决定没有分别执着 晓得尽虚空变法界是一 各自己 各自己 这叫见性 虚空法界是自性变现出来的 所 以禅家见性人讲 尽虚空变法界是 沙门一只眼 是出家人的一只眼睛 这说明是肯定虚空法界是自己 无二无别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还有人 我是非 这是没有见性 见性的人 没有人 我是非了 见性的人 没有真假 超 越了相对论 没有相对的观念 真旺没有了 邪正没 有了 是非没有了 善恶没有了 一里无二 二才有 真 假是非 邪正 什么都说不上 这是我把那个样 子以梦境为诸位提示 请诸位想意想见性的样子 不 要起误会 过去我在美国遇到五个亲人 在洛杉矶 他们曾经受过 密宗金刚上师的加持 灌顶 给他们证明五人都开悟 了 所以他们目空一切 以为自己了不起 学佛有功 夫 别人都不如 指高气扬 我在洛杉矶讲经 沉蒙 看得起 来听经 听完后来问我他是否开悟了 我说 老实话 你没有开悟 他听了很生气 开悟的人 不会 生气的 但他生气 问我为什么 我说 我没有开悟 你来问我 你当然没有开悟 他们是被骗了 我告 诉他 我老实 我不骗你 现在这社会骗人的是多了 说老实话的人 说老实话的人不多 现在人听骗不听劝啊 认假不 认真 这世界走到那里都一样 中国外国 末法时期 的摔箱 我们要知道 你要知道事实的真相 自己究竟功夫到什么样境界 不要去问人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正如同做梦 梦中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梦 把梦境当真 在里 面有喜怒哀悦 如果一旦在梦中忽然觉悟了 我是在 做梦 那观念和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可以把佛在今 典里讲的境界 都拿来实验看看 比如佛给我们说 凡所有乡 皆是虚妄 身体是虚妄 墙壁也是虚妄 所以走进去无障碍 现在的墙 我们走不过去 因为 我们以为身是真的 墙也是真的 当真了 就走不过去 了 他有障碍 在梦中忽然觉得 我现在在做梦 佛讲 的这是虚妄哪 那你走走看 果然就走出去了 就没 有障碍了 只要你没有意念 这叫神通 就通过了 一刹那 没有意念 一刹那 就通过了 我们看原音老法 诗 这是一位很近的善知识 他在冷言经讲义 前面 序文内讲了一个故事 是他自己的事 有一天在疗房 里打坐 突然想到一事要赶紧去办 他就下座 出离 疗房到外面 之后忽然想到 我们本来是关的 我没有 开门 我怎么出来了 回头一看门 是关的 再也进步 去了 因为门里是关好的 他也不知如何出来的 这 证明在一念不生时 心地清静 没有观念的时候 强 必都没有障碍 就通过了 第二个念头起来 就进步 去了 这是他亲身经历此事 证明真的是虚妄 实缺 实无障碍 我们在看虚云老和尚的年谱内 记载有一段 老和尚 一天下午 离开自己的茅棚到另外一处 山上都是走 路 走了很久 老和尚心很清静 在半路上遇到二个 人 手上拿着灯笼 互相看到 对方就说 老和尚 天这么黑 你没有灯 怎么走路呢 老和尚一听 天马上黑下来了 原来他们没有提醒以前 老和尚 看到天空是明亮的 天不是黑的 经过一提醒 天马 尚就黑下来了 这才真正知道境界是维心所变的 他 的心指在那个地方 就不知道天黑了 还感觉是一片 明亮 到有分别心时 天黑了 年谱上有此记载 万 法维心哪 维心所现 维时所变 所以真正彻底觉悟 见本性佛的时候 心地是清净平等 世界也是清净 平等 心是定的 身是定的 世界也是清净 寂灭香 这是真正彻悟的样子 我们必须明白 否则 自己公 夫到了什么境界 去问人家 听人家胡说 自己也迷 或颠倒 才是真正的可怜悯者 从原教初驻一直到等觉菩萨 四十一个境界 越往上 去 其境界越殊胜 越清晰 越明了 定功越深 至 会越增长 统统叫做理一心 所以理一心与世一心要 从教下的观点来说 实在包括了浮烦恼 一句佛号将 我们的分别妄想辅助 虽有 不起作用 正向禅宗所 说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念是妄念 妄念一起 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将妄念辅住了 不可让妄念相续 增长 这就是功夫得力 念佛真 正有功夫 所以你用不着去忏悔 越想醉越重 就余 吃了 是叫你真正要紧的时候 马上换成阿弥陀佛的 念头 不要理罪业 希望阿弥陀佛念头 念念相续 妄念起来就被阿弥陀佛压住 这是石头压草 从此起 从此起 这样的功夫 就能往生 一直到断尽四十品无名 道 等觉菩萨 一心不乱四字 包括修学 包括修学这么长的过程 这么多的阶级 都在其中 所以 比《弥陀经》上指四个 字 《华言经》上是十性、十柱、十行、十回相、十 《地》 《等觉》 《妙觉》 讲了这许多 《华言经》的经文 佔了三分之一 《弥陀经》上指一句话 四个字 一 心不乱 所以你要了解真正一心不乱究究竟是什么 如念《华言经》 就要念四分之一的经文 所以弥 陀经称为小本华言有其道理 四个字就华言的四分 之一、二十卷经文哪 四个字就讲完了 七字字句句 都含无量意 却是《经》中之经 精华里的精华 我们要 真正理解《无量寿经》与《弥陀经》 当然最好是去 研究《华言经》书抄 《华言经》和论 回过头来再 看《弥陀经》 再看《无量寿经》 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再知道字字句句含无量意 对此法才会无体投递 的幸福 我在此事略略为同修提一点 在我们这样工 夜化的社会 生活的非常繁忙 去研究《华言》不是简单 的事 所以我们能够研究《无量寿经》的注解 及《阿弥陀经》的要解或书抄 就非常难得了 好 今天 就讲到此地 《阿弥陀经》要解研习报告 第十九 二十卷新加坡党 明 比一年八月至十九年二月零 请先开经本第四十九念 倒数第六行 今天再给诸位 说执持持名号 有是持 礼持 二是持 文说念佛法门 可以横超三界 代夜往生 身性不宜 一心细念 句句分明 念念相续 行住 坐卧为此一念 更无二念 即以一念而除重念 尤为 答理 顾曰是持 这是偶艺大师为我们说的 说的 简单明白 我们要将大义记住 平时念佛用功的时候 许多疑惑 自然断除 真能做到不怀疑 不夹杂 功夫当然得利 所以这段开示很重要 当我们听说词 法门 特别有机缘听到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最难得的是详细的介绍 此因缘很不易得 在新家 颇受政府签证约束 因此 细说因缘很难 略说再理 事则无法说的透彻 幸好有录音带做补充 这本 阿弥陀经要解 如要详细讲 大概要讲三个月 每 天二小时 才能讲的透彻 如果是连池大师的阿弥 陀经书抄 每天二小时 可说足足要讲一年 如果 能这样细细的一起研究讨论 对禁宗法门 真的能做 道断一身性 一根拔除 我们才能真正得力 这里说的文说念佛法门 可以横抄三界 三界者是语 界、色界、无色界 也就是指的六道轮回 这法门阙 十超越六道轮回 待夜往生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待 夜是我们的烦恼 习气尚未断 也能往生 但往生时 至少要将烦恼习气扶住 金刚经上所讲 云和降 伏其心 这个问题很重要 心是妄念妄想 如何将其 辅助 叫做降伏 此法门就是用一句佛号 一句难无 阿弥陀佛 把我们的妄想 习气压住 所以我一再提 醒同修们 我们念头一起来 马上就换成阿弥陀佛 这叫浮烦恼 念头不管他是善的 饿的 不去理会他 第一念才起 第二念头就改换成阿弥陀佛了 这是 功夫 这样才能待夜往生 我们对此理论和方法 深 信不疑 从今而后 一心一意细念 就挂念阿弥陀佛 挂念西方极乐世界 比什么念头都好 这句佛号物 必具具分明 六字或四字 总要念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 白 要念念相继 一句接着一句 不要让佛号断掉 行住坐卧为此一念 此句同修要记住 行事走路 住 是站着 站着 躺着也好 都要念 躺着时要默念 怕伤气 在厕所 在厕所也可念 默念 不要出身 其他地方出 身 陌身皆可 没有形式上的拘束 为此一念 更无二念 二念者即是妄想 为何一 具佛号不能中断 就是防止你打妄想 也许同修说 我不打妄想 我没有妄想 我也不念佛 行不行呢 我告诉你们 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不打妄念时 就是无明哪 妄想要把它念掉 无明也要念掉 道理 在此 假如妄想无明都没有了 那佛号就可念可不念 了 我们晓得 不但我们凡夫妄想无明都具足 就是 连二圣全教菩萨 妄想无明都还没有断的干净 这句 佛号在他们还是二六十中 念念相续 何况我们凡夫 这事实真相要搞清楚 我们才会认真精进努力的去 念 即此一念而除重念 从此地可以看到效果 有同修来对我讲 我不念佛时 心里妄念还少 一念 佛时 妄念就多了 越念越多 吓得他不敢念了 这 是如何讲呢 实在说 你的妄想不是念佛才念多的 你本来就那么多 在没有念佛时未曾觉察到 没有发 现 现在一念佛 把念头归一了 这才发现 这是好 现象 发现之后 我们要将这些妄想断掉 以全部经 神迹中 念这一句佛号 不要去理会妄念 妄念和佛 好可以同时起 我们的心只注意佛号 不理会妄念 这就是降服妄念的方法 降服妄念的秘诀 这样念久 了 注意力会集中在佛号上 久而久之 佛号就能念 念分明 妄念就越来越少了 这就是功夫进步 所以 不要怕 不要觉得越念佛 妄念越多 吓得不敢念了 这是大错特错的 就因为妄念多才要念佛 昏沉多 就是无明很重 精神提不起来 要念佛 所以念佛不 但能消除妄念还能破除无明 精神能振奋起来 又未 念佛的理论未能完全通达明了 这样念佛叫做事实 用事实而成功念到一心不乱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非常之多 就因为真正相信 三里池 闻说念佛法门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 应念念佛 深信不疑 相应是理 此经前面已说过 你能听懂最好 听懂了疑惑断除了 不怀疑了 听 不懂也没关系 只要相信 不怀疑 事实一样成功 这地方的相应简单的说 念佛的心 心就是佛 佛就 是心 古德说 我们能念的心是始觉 所念的佛号是 本觉 念佛时候始觉和本觉 这就相应 不但与西方 世界教主阿弥陀佛 心心相应 乃至于于始法界一正装 言 统统相呼应 此理事难懂 你要深信不疑 一 心持念 都射六根 静念相继 一心一意的称念 念佛时专心 专心就是都射六根 古德教我们射心的 方法 这句佛从心里生起 口里念出 耳朵再听进去 始都射六根 全心全意都在这一句佛号上 这样静念 相继 静念就是不夹杂 相继就是不间断 深信不疑 念佛一定成功 念疾而空 能所双望 心佛一体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由达理故 誓曰理持 这 是说理一心不乱的境界 世上成功夫 往生西方净土 世上上品往生 念疾而空 是什么空了呢 是烦恼 空了 分别执着空了 妄想无名空了 佛性现前了 就是禅家讲的明心见性 心理障碍完全空掉了 心性 显露了 能锁双望 双望就是入不二法门 能锁 是二边 不为二边所动了 心佛一体 尽虚空便法界 与自己是一体的 念而无念 念在世上还是念 普贤 文书都是等觉菩萨 观音 世智也是等觉菩 萨 他们也是整天念佛 世上念 理上不念 理上是 六祖讲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理上没有 世上 在念 毫无妨碍 这世里是无碍 世事无碍 这世念 佛人 绝不是说 到念极而空时就不念了 不是的 还是在念 他为什么要念 他还有最后一品无名未断 禁 最后一品无名断 尽成佛了 还念 是念给我们重 深看的 让我们学习 这是大慈大悲 他是做榜样哪 所以没有一尊佛不再念阿弥陀佛 同修们要记住 这叫理持 四一星不乱概括观经三星 观经是观无量寿经观 经讲菩提心 菩提心有体有用 菩提心的本体 观经 上讲的是智晨星 大臣起信论讲的直心 这是真心的 本体 真心起作用有二种 一种是自受用 一种是他 受用 对自己的是身心 和卫生 无量寿经上讲 的清净平等心 所以自己的享受是清净平等 这是最高的享受 心清净则身清净 身心清净则境界清净 那是无比的快乐 真正是法喜充满这里苦得乐 不是 假的真正得到了 你自己得到的快乐是别人想象不 道的 对待别人呢 要慈悲要发愿回向心 是大臣 其信论上讲的大悲心 对人要慈悲 对自己要清净平 等 因为慈悲心是从清净平等心里生出来的 那是真 慈悲 无条件的慈悲 称之为无缘大词 原就是条件 无有条件的慈爱一切众生 发愿回向佛在经上开 道我们三条 一是回向真如 二是回向佛道 三是回 向众生 其至诚心是真诚到了极处 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处世代人皆悟 用此心快乐无比 凡夫就是将真心 失掉了 用的是忘心 使生活苦不堪言 些是忘心呢 贪心 甜恨心 嫉妒心 愚痴心 得失心 好高心 我慢心 苦啊 死了 造业呢 那 都不是真心 真心是清静心 平等心 没有那些忘心 非常自在 所以要将忘心舍掉 真诚到了极处 有时我们自己也 会感觉到 自认我对人很沉 那 实在一点都不沉 是 江沉搞错了 什么叫沉呢 曾国藩读书笔记里 读译 经 笔写着沉的定义 沉者一念不深未知沉 与佛讲 的真心相同 你心里起个念头就不沉了 心里无有念 头就是一念不深 这心就是真心 就是沉心 我们学 佛的人要用此心 在日常生活用此心 与佛菩萨无两 让佛菩萨与我们不一样处就是用心不一样 他用真 心 我们用忘心 身心与发愿回向心 用现代话来说 是生活的目的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现代知识分子都乐意去探讨和 乐意关心的问题 回向真如 真如 真如就是自信 我们用 此心去生活 除世代人皆悟 目标是佛日增灰 佛光 普照 佛光是我们的心光 性光 心性光明普照横杀 世界 普照法界 也就是无量寿经里讲的真实 知迹 回向佛道是自受用 是自己受用 也是法轮 常转 这是身心 这是助真实会 法轮者 轮是动静 一如 理事不二 轮的香 周是动的 原是心是静 学济和的同学都知道 心不可得 绝对有 有而不可 的 心是空的 像是有的 真心是空的 无形相 所 已不生不灭 像是有的 所以有生灭 心没有生灭 体没有生 灭相有生灭 法轮常转 这生命有光灰有 价值 把佛法的真理 佛法的功德利益 辗转 介绍 推荐 给一切众生 这叫做法轮常转 要将我们得到的利益 介绍给别人 希望他也得到利益 这是讲经说法 不 一定要在讲台上 家里有客人来聊天时 可加上几句 佛法 介绍给他 出门在街上 在公车 电车上 与 到同修 也谈谈佛法 不但自己得利益 旁边乘车的 人 他们也能听到你们二人的谈话 一入耳根用味道 种 就传过去了 这是善巧方便 只要有人群的地方 遇到人 我们就一问一答 弘扬佛法 这是回向佛 道 回向众生 也是普度众生 是他受用 也就是 是 无量寿经上讲的真实之力 回向真如 是真实 知迹 回向佛道 是助真实会 回向众生 就是真实 之力 这是无量寿经上三个真实 佛在其他经上 没有如此讲过 故意心不乱如观经上讲的三菩提心 圆圆满满的包括了 并且连四红誓愿也圆满包括了 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 就是回向众生 第二愿烦恼 无尽世愿断 第三法门无量世愿学 这二条是回向佛 道断烦恼学法门 第四愿佛道无上世愿成 是回向 真如 一句阿弥陀佛与这些统统相应 不必一样样去 学一句佛号圆满的都学了 所以古圣先贤都承认此 法门简单 容易 直接 圆满 我们天天念这句佛号 不知道这句佛号内 包含这许多东西 还以为佛号不 如念咒 不如念的藏菩萨 观音菩萨 普门品 地藏 经 那真是误会了 不知道这一句佛号完全包括了 统统都学了 修了 八 妙行圣果 不可思议 我们依照这个法门学 一 定有好处 一灵中除障 你有障碍就不能出轮回 还要生死轮回 非常可怕 这句佛念熟了可灵中除障 往生极乐 没有障碍才能往生 有障碍不能往生 灵命中 十圣众来迎 阿弥陀佛 观音世智 在灵命中时 他们来迎接 西方太大了 不知那个星球是极乐世界 那 不要紧 阿弥陀佛来迎接你 他带你去 还有很 多人随他来迎接 那些 那些都是你过去 身中家清眷属 清 七朋友 他们念佛已经往生了 所以与阿弥陀佛一道 来迎接你 我们在任何一个世界 不管在那一道去投 身 都很孤单 相当陌生 没有靠得住的亲戚朋友啊 靠得住的统统到西方极乐去了 原来好的亲戚朋友 那么人统统在西方世界聚会了 一点也不孤单 热 闹非常 同样的将来 你看到你的亲友 机缘成熟了 你去度他 他念佛往生 你跟阿弥陀佛一道去迎接 所以这是真正的家乡那 是我们真正靠得住的依托住 所 是修学最好的一个环境 心不颠倒 急得往生 这是自己的福报 假如你一生念佛念的不错 在 灵命中时颠倒错乱了 佛虽来隐也无法去 因为本身 有障碍 实在可惜 因此学佛人 不能不修复 灵中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糊涂 这是福报 一生修复 不要想福 不要把福想尽了 我们要一生修福不想 福 只要在灵中时不迷惑颠倒 想此福报 这一福报 是决定往生的 同修们 你们仔细想想 你们看亲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